我刚出生就被父母驱赶出家族 他们为了杀死我 更是将我扔到世界最危险的魔兽地下城里 自生自灭 只因我穿越成了一颗龙蛋 而且还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双黄蛋 一胎可生双子 本以为自己一出生就站在了世界的巅峰 可没想到龙族的习俗却是一胎只养一个子次 如果产出两枚以上的龙蛋 则会吃掉其中品相不好的一颗 虽然龙霸龙妈没有选择将我补负 但却给了我另一条通往死亡的道路 甚至还美名其约 孩子他们只要一个 夫妻良享受的是过程 结果只是附带 二龙稍加思索过后 便把我扔进了凶险无比的地下城 这里高尖魔兽横行 且我这种超上位血脉本就是他们最喜欢的血食 因此龙霸龙妈丝毫不担心会遭到我的报复 而事实也正如他们所料的那样 等级只有医的我在这里连活着都成了奢望 虽然依靠瘦小的体型四处躲藏 没被那些高尖魔兽发现 但长时间未进食 也让我的生命正在源源不断的流逝 可就在我像植物头苍蝇拼命乱转 寻找任何能吃的食物时 昏暗的洞穴里却忽然传来一股隐隐的乳酸味 虽然味道很酸甚至有点臭 但幼龙的本能还是告诉我 这就是食物的香味 而且是只有龙的嗅觉才能闻到的味道 此时我也顾不得那么多 在穿过几个洞穴后 终于找到了香味的源头 这是一个球形的洞窟 只见洞穴凹陷的中央处 正盘握着一头体长20米的巨龙 而且还是等级高达28级的亚种地龙 一个喷嚏就能把我喷死的那种 随着香味的源头我可以看到 大概有三四只体型和我差不多的地龙溜仔 正围绕着母乳大口朵 虽然地龙不能算是真正的龙 但也有龙的血统 最关键的是亚种地龙的母乳 自己作为竹龙也是完全能喝的 我借着阴影 小心翼翼地摸索到地龙的小腹处 当看清那四头幼龙时 我心里不禁大呼老天有眼 可能是刚出世不久的原因 这几头幼龙还未开眼 所以不用担心自己白嫖的行为被发现 最后再确认了一眼亚种地龙 没有注意自己后 我再也克制不住那股空腹感 一口咬住母乳 然后大口大口地瞬息起来 正在小些的亚种地龙 也是浑身一机灵 心里有些疑惑 哎哟 哪个娃呀 吸得这么得劲 但想到孩子能吃是好事 作为母亲本能地 让他不忍打扰孩子吃饭 也就没有开眼 随着大量母乳 透过喉咙灌入体内 我只感觉自己即将冰冷的身体内部 涌现出了一股奇异的热流 与之而来的还有缓步提升的等级 或许是死里逃生的缘故 也可能是亚种地龙的怀里太过温暖 我紧张的情绪一放松 竟昏昏沉沉的头一弯睡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后颈肉传来的刺痛感 突然让我从睡梦中惊醒 紧接着一只直径超过我身高的巨大树桶眼睛 瞬间填满我整个视野 看着地龙几乎要喷出火的眼睛来 我现如今唯一能做的 就是祈祷对方咀嚼的速度够快 此时的痛苦能少一点 就这样我缩着四肢闭上眼睛向命运做出妥协 然而等了很久 想象中的死亡并没有降临 我睁开眼后发现地龙并没有再看自己 而是不知何时转过头打量起身下 正在瞬息母乳的四条地龙幼崽 然后又打量起我 忽然地龙的眼神似乎变得复杂起来 从一开始的愤怒变成了同情 随后又透露出一丝无奈 最后他犹豫了片刻 禁闭上眼叹了口气 将我轻轻地放回了自己的孩子堆里 我当场猛了个大逼 再看亚种地龙 已经不再理睬自己 重新匍匐下来打起了呼噜 而周围刚开眼的地龙幼崽们 似乎在欢迎新兄弟般兴奋地围着我打转 就像四条小狗一样对我又闻又甜 啊不是吧 妈妈真要收养这个丑鼻啊 他长得好奇怪 看起来像外星人和蜥蜴杂交声出来的一样 靠近一听我才知道 感情特么的全都在骂我呀 我张嘴怒吼一声 煞内奸四头幼崽全都愣在了当场 显然他们没想到我会说话 我也没想到自己生机解锁了意念通达后 不光能听懂其他魔兽的语言 连自己的话其他魔兽也能听懂 就这样我在这洞窟里度过了悠闲的三天 这段时间里 和这些小幼崽们相处也算愉快 虽然他们经常性的嘴臭 但也仅限于此 从来没有欺负过我 嘴巴上把我损得跟个二五八万一样 好像很比是他白嫖母乳的丑陋行径 但实际上 因为我看起来身材最矮小瘦弱而且最丑 所以每次睡觉 四个小家伙都会把我围起来 而每次洞穴外有什么风吹草动 四个小家伙都会紧紧护住我 嘴巴上说什么 你这个菜逼给我退后 不准出生也别添乱之类的话 但实际上 却都在用行动保护着我这个外来者 虽然偷偷检测过他们四个的数据 跟自己差了不是一星半点 不过我也没捅破这层窗户纸 我作为西游种超上位魔兽 故光等级提升比他们快 这段时间等级更是一路高跟猛进到了九级 而四个地龙幼崽也不过才四级而已 三天下来 我打心底 还真有些把亚种地龙一家子当成了自己家人 至少 要比自己那科尘的生父生母好上无数倍 只不过唯一遗憾的是 这段时间以来 自己从来没有和亚种地龙母亲说过话 即便主动跟他打招呼 亚种地龙母亲最多也只是偏一眼 根本不会回答 我本以为这种平和的日子会就这么持续下去 然而第二天清晨 一只三十五级的下位亚种科多兽 却打破了这份宁静 这头亚种科多兽刚闯入洞穴 星红的四只眼就对焦上了那四头亚种地龙幼崽 显然已经恶红了眼 亚种地龙见状连忙一尾巴 将几个幼崽扫飞到了洞穴角落 自己则拦在了这头科多兽面前 双方一触即发很快便站坐一团 但面对等级高于自己的科多兽 地龙也只能被打得节节败退 最后更是为了保护自己和他的四的孩子 被科多兽鼻部粗壮的尖角刺穿胸枪 可即便如此地龙两脚依旧用力地向后蹬住地面 哪怕胸膛已经被贯穿也要顶住科多兽的前景 只见他用龙爪狠狠狠地孤注伸下科多兽的脖子 随即他大吼一声张开鲨鱼般的龙嘴 狠狠咬在科多兽后背 撕下了一大块肉 而此时洞穴也因两头巨兽的冲撞不断地胎裂 随时接二连三坠落 剑撞我一个剑步跳到半空以拳脚击碎坠实 但奈何洞穴坍塌速度太快 光是保护四头幼崽就已拼尽全力 根本没有余力出手帮助奶妈 更何况自己就算出手 对付科多兽这种皮操肉厚的怪物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反而只会爱手爱脚 突然亚种科多兽顿时像发了风一般的发力向前拱力 插进地龙母亲胸腔的粗壮牛角 甚至因为这蛮不讲理的力量而开裂 撕裂的胸腔带来难以想象的疼痛 亚种地龙母亲深知这一战自己已无幸存希望 他最后一次回头凝视了自己的几个幼崽 尤其是看见我拼命保护幼崽的样子 让亚种地龙眼中流露出一丝欣慰 当初没有吃掉你 真是太好了 仿佛是在说这么一句话 亚种地龙冲起的双目猛然一睁 用尽全身力气以头锤轰向科多兽的后脑 这一击头锤惊天动地 亚种地龙的头骨当场撞到塌险 下巴也砸得粉碎 科多兽即便在皮操肉厚 后脑也无法承受这般自杀性的攻击 被砸出一个大坑 两头巨兽双双发出凄厉的惨叫 重重瘫倒在地 随着战斗结束洞穴的坍塌也停止了 我飞快抽出身冲到了亚种地龙身前 然而他头颅几乎粉碎的模样 仿佛在告诉我他的死亡已成事实 孩子 我的孩子 怎么样啊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亚种地龙母亲开口说话 他的生命已是风中残煮 粉碎的下额让他的话语十分含糊 面对亚种地龙母亲的问题 我努力压抑着心中的愧疚 因为他的四个幼崽已经死了 全都被碎尸砸死了 掉落的碎尸实在太多 即便竭尽全力 我也无法抵挡那么多坠落的岩石 亚种地龙最后的头锤引发了大面积的坍塌 虽然自己看看侥幸活灭 但是四头幼崽圈 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日子还历历在目 自己甚至已经把他们当成了兄弟姐妹 明明几分钟前还活蹦乱跳 而如今 已经全部成了碎尸下的亡魂 我孩子 他们还好吗 亚种地龙母亲眼球已经撞碎了 他拼尽最后一口气担忧地询问道 口吻中满是对自己孩子的关爱 顿时一股翻江倒海的愧疚 在胸口宛如炸弹般波动 就齿都要咬碎 我强忍着悲痛 用尽可能温和的语气说道 还好 他们 他们只是晕过去了 他们都很好 是吗 听到这话 亚种地龙母亲脸上这才露出了放心的微笑 我死后 吃了我吧 亚种地龙的话让我瞬间愣住 我们出生在地下城 是生来的诅咒 所以一切资源都不能浪费 这是我能给孩子们最后的养分 我不知道你这种超上位魔兽 为什么会来地下城 但看在我收养你的份上 以后请你照顾我的孩子们 颤抖的亚种地龙母亲话到此处 再也说不下去 呼出了最后一口气 便彻底失去了生机 到最后的最后 他的脸上都挂着得知孩子平安的幸福之色 他走得很安详 膝盖前的满地鲜血渗入大地 洞穴安静地像死了一样 我张大的嘴巴 却是连嚎啕都做不到 因为一旦哭出声 就会引来更多的魔兽 可心里像堵了一块石头般发闷 收养自己的亚种地龙 朝夕相处的四肢幼崽 转眼间变成了五具尸体 奶妈第一次和自己说话 却成了遗言 这一刻 前所未有的无力感 像洪流般冲击着后本 然而现实却不会给我沉浸伤痛的时间 伴随着一声震耳欲龙的牛吼 本该死亡的亚种科多兽 竟颤颤巍微微地站了起来 顶着他线的头颅 重新站起来的科多兽 发出了胜利者的吼叫 在他眼里 面前仅剩的这只小小幽龙 根本没有任何威胁 但是 为你知道我被丢到 这个该死的地下城后 最高兴的是情是什么吗 地下头 我龙爪握拳 面对这头庞然大雾 轻颤的声音里 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恐惧 充斥着的只有兴奋 那就是我能亲手杀了你 说把我大吼一声 直接冲向了亚种科多兽 科多兽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 正准备享用这来之不易的大餐饰 没想到这最后一头 生命精华最旺盛的小幼崽 虽然敢迎头直上向自己发动猛攻 虽然他的伤势十分严重 但想要击穿他厚重的皮肤 对现在的我而言 依旧是痴人说梦 不过办法还是有的 胜利的途径 其实奶妈早就已经帮我铺好了 击穿他防御的方法 就是奶妈在他后颈撕开的那个伤口 我大吼一声化作一道流光 直冲科多兽后脑 双爪最大限度的深处 猛的一扎 狠狠将伤口撕开 三天来 高冷无言的奶妈和四头幼崽一起抢食 一起睡觉 这些画面宛如走马灯般 依依在眼前划过 沸腾的杀意 膨胀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脑海中除了杀掉这只科多兽报仇外 再无任何杂念 三四个小时后 我来到亚种地龙母亲的尸体前 龙爪轻轻放在他身上 感受着奶妈上存的余温 我并没有太过沉迷于悲伤 地下城不相信眼泪 就像奶妈说的 魔兽出生于地下城 就是天生的诅咒 什么时候死都不奇怪 我只是遗憾 没能救下四个兄弟姐妹 奶妈 我会连你 连兄弟姐妹们的那一份义气 好好活下去的 嘴角轻轻捏入着 我却始终没有掉一滴眼泪 我张开嘴 一口咬在了奶妈身上 并撕下一块肉吃了下去 强忍着哽咽 将眼泪与制衣病吞入腹中 亲人的血肉是如此的苦涩 但拼了命也得咽下去 哪怕在想偶 最后的结局一样会被吃掉 三天后我走出洞穴 虽然此时我的等级只有十八 但由于超上位魔兽的成长优势 已经能让自己抗衡三十级的下位魔兽 我龙爪捏出暴斗般的脆响 嘴角勾起一个近乎完美的歪嘴战神像 望向一望无际的地下城 周围一共有三头魔兽 正好肚子又饿了 说着 我迈出了杀出地下城的第一步 哼 赵天灵盖一击鞭腿 牛头怪整个头颅都缩进了胸腔里面 这只身高五米的巨型人形怪物 赤红的眼睛里到死都是难以置信 他想不明白 为什么这只身高一米都不到的幼崽 会有这种力量 通告 等级已提升 当前等级LV19通告 心意技能会心一击已升级为LV3 目前转化率为两倍 练手也练得差不多了 正前走到牛头怪身边 开始啃食气牛腿肉 自洞穴出来后 已经过了五天 正前几乎将附近区域里的牛头怪 全部扫进 虽说牛头怪大多只有LV15 是地下城一层最弱的怪物 提供的经验也很少 每次击杀只有15经验 吃下去只有5经验 不像科多兽这种一层霸主及魔兽 杀一只就有600经验 但奈何牛头怪好吃啊 即便龙可以食生肉 但正前说到底内心还是人类 而且还是个中国人 对吃 文化自信的正前还是有点追求的 在地下城生活烤肉 是十分不明智的行为 香味可能会把整个地下城的怪物 全部引过来 这牛头人 呸 牛头怪的肉 即便不烤 也有股三分熟的非力牛排味 更何况 正前确实需要积累实战经验 笨拙的牛头怪 这方面算得上新人之友了 虽然刷经验的效率会变低 但杀牛头怪即安全还好吃 何乐而不为呢 嗯 如果我是起点文的男主 那我猜我的书名应该是地下城的美食家吧 只不过 五天下来 正前的实战经验也累积的差不多了 各种技能的效果也一一熟悉 牛头怪也差不多杀腻了 狩猎科多瘦吗 短短两分钟就把牛头怪整个吃完 感叹贪食技能高效的同时 正前陷入了思考 LV6的龙氏不光视线更远 百米之外如近在眼前 最厉害的是 LV6龙氏能让视觉成曲线蔓延 避开障碍 直接看到障碍后的目标 他看到六百米开外 正有一只科多兽 在专注啃食刚被他猎杀的六足熊 一只杀牛头人 安全归安全 好吃归好吃 但也不是办法 难道我就这么一直在地下城一层混下去 那我和这里的魔兽 有什么区别 是时候 该找一些挑战了 对象 亚种科多兽 LV34类型 下位魔兽 HP 1009 1018MP 89 91AP 380 388力量 428魔素 99物防 636魔防 19感知 60综合敏捷 102现在看看 这种魔兽 好像也没多厉害啊 比当初袭击奶妈的那只科多兽 稍弱一点点 整体来说 对方力量甚至比挣钱的物抗还低 但这不代表无法对挣钱造成伤害 物抗的计算攻势很复杂 总之 科多兽的普通攻击依旧可以对挣钱造成60到80的伤害 属性上 看似挣钱优势 但对方AP接近400 而挣钱即便到了LV19也只有44 因为AP太低 挣钱的战斗续航能力一直是硬伤 科多兽又以皮操肉后著称 看看他那个四位数的HP 再看看自己的 但俗话说得好 人都是逼出来的 剖腹产除外 倒不是要为奶妈报仇 挣钱不是那种苦大仇深的人 地下城你吃我我吃你 本身就很寻常 仇恨在地下城并不会化为你的力量 反而会拖自己后腿 只是这地下城一共有几层还是个未知数 鬼知道要在这里待多久 所以要不惜一切代价 尽快变强 想到这里 挣钱检查了一下自己的数据后 捏手捏脚地向那只科多兽走去 别看挣钱身材矮小 LV19后 速度快得惊人 更小的身体还能提供更好的灵活性 不一会 就摸到了亚种科多兽身边 那只科多兽 还在对着六足熊的尸体 狼吞虎咽 完全没有察觉到近在咫尺的危险 科多兽的感知只有六十 只要保持距离 他就感觉不到杀意 正前捏紧笼爪 暗暗调动体内的魔素蓄力 MP和AP瞬间清空三分之一 对方的战斗续航力超过我十倍以上 一旦陷入持久战 必败无疑 必须一击必杀 高度压缩的魔素 汇聚于咽喉处 使得喉咙都高高鼓起 咽喉处的龙龄 为了散热都片片树立 使得正前的喉咙 看起来就像发着蓝光的榴莲一样 科多兽就是在迟钝 如此高压的魔素凝聚 他也不可能感知不到 他抬起头 第一眼就看到 半空中沉默自行 扑向自己的正前 好 亚种科多兽被吓一跳 本能地想用受吼的威慑效果 来麻痹正前 但太晚了 他那点魔素量 怎么可能对正前起笑 这一张嘴 反而给正前 创造了绝佳的机会 打个拨吧 亮仔 太虚龙溪 一口高浓度的 湛蓝色魔素烈火 如甜鸭般 灌入了科多兽咽喉 就像水龙头 对着鼻子冲水时 即便平住呼吸 谁也会灌进肺里一样 这一口高压的龙溪 又岂是区区咽喉肌肉 所能抵挡 亚种科多兽的身体 当场如气球般鼓起 脏气被灼烧 发出了明亮的光泽 甚至把骨架都印了出来 波的一声 他的眼球 都从眼眶里蹦飞出去 伴随着轰的一声 烈火从他的七窍和菊花中 喷涌而出 这头足有四层楼高 体长二十米的庞然大雾 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就被烤了个礼教外难 赢了 落地的正前 眼看着亚种科多兽 轰然倒地 尸体在烈火中逐步瓦解 心底大喜过望 比想象中的简单好多呀 通告 等级已提升 当前等级LV20 已满足进化条件 进化 技能真理的提示 让正前心头为之一阵 眼前还出现了 进化方向的选项 原来这个世界的成长 并不是像地球那样缓慢生长的 而是等级 累积到一定程度后 突然进化的吗 正前点开了 进化方向 竹雏龙 竹又龙的正牌进化方向 拥有更大的体格 可以容纳更多的魔素 小型雏龙 通用进化方向 拥有较小的体格 感官动作更加灵敏 恶化雏龙 另辟蹊径的进化方向 小型龙的一种 在恶劣环境中生存一段时间 有概率解锁 拥有更强的生命力和灵敏度 但会影响魔素和体格的成长空间 提示 当前等级已满 无法继续获取经验值 请尽快选择进化方向 开启新等级上线 也就是说 二世级是一个阶段吗 大概弄懂了其中的规律 正前开始琢磨 该选择哪个进化目标更好 虽然自己是竹龙 但正前并不打算向竹畜龙方向发展 魔素高 也许放在外面会很强 但在遍地都是饥饿魔兽的地下城 竹畜龙就是个脆皮 一碰就死 别说什么未将来考虑 正前现在就是个脆皮法师 杀谁 都必须确保一击必杀 每次狩猎都要搏命 只要有一次 失误死的就是自己 这就是高宫脆皮 注定要吃的亏 如果没办法在地下城生存 就没有资格考虑未来 小型雏龙的高敏捷 反而是在地下城生存的首选 更高的敏捷 可以向猥琐流发展 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生存 而恶化雏龙 本质上就是提升自己的坦度 敏捷的提升不如小型雏龙 但盛在更加均衡 降低魔素和体格成长空间 未必是坏事 正前现在最大的软肋 就是魔素成长得太快 其他属性跟不上 正好可以均衡一下 而体格嘛 在地下城 更小的体格意味着更小的目标 反而是件好事 就在正前犹豫不决 究竟该缘哪个的时候 突然 背后传来一股强烈的压迫感 求生欲让正前都没来得及回头 本能地向侧面翻滚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 整个地下城都为之震战 什么情况 回头一看 只见一颗蜂窝霉状 直径近十米的巨石 已经碎成了三半 正砸在正前上一秒所在的位置 是谁发动的降维打击 正前的危机神经 瞬间绷紧 往周遭一看 只见附近不知何时 居然已经围上来了 不下二十头亚种科多兽 糟了 刚升级 研究了一下新机制 没想到 居然被科多兽包围了 不 不对 科多兽一般以三到五只为一个族群 而且因为食量大 经常会有科多兽 主动脱离族群独自生活 二十多头同时行动 包围我 正前闻到了一股陷阱的味道 就在这时 好 二十多头亚种科多兽的后方 突然涌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兽吼 这是 正面承受的正前 竟被这吼声逼退数步 吼声停止 正前只觉一阵头晕眼花 四肢更是如同遭受电击一般 麻木僵硬 这是亚种科多兽的天赋技能 震慑 我二十级两千七百多的魔防 居然无法免疫 一股前所未有的压迫感 涌上心头 连忙向着吼声来源望去 只见黑暗中 走出了一头体型超过普通亚种科多兽两倍 全身橡皮呈现出骇人红色的超大型科多兽 这是 技能真理 瞬间将一串数据排在了正前视野里 对象 战斗特化型亚种科多兽领袖 LV88类型 罕见准中卫魔兽HP82168216MP435455AP2001-2001力量1825魔速825物防2711魔防269感知428综合敏捷179 这是一串令人绝望的数据 为什么地下城一层会有LV88的魔兽 糟了 正前瞬间明白了什么 大叫不妙 这几天来 正前见过最强的魔兽也才LV40 LV88 这大概是地下城一层的boss了吧 可看这架势 明显是这只科多兽首领故意射的套 故意引正前进入包围圈 为什么 往日无怨 近日无仇的 不 不对 正前突然想到了什么 打开心意通达 正前开口道 刚才那一下 差点把老子吓得屎都加断了 你得陪我 亚种科多兽首领先是一愣 好像很惊讶 正前能与自己交流 旋即他鼻子哼吃了一声 说道 哼 没想到最近在我们地盘上抢食的 居然是你这么个小不点 听到这里 正前是彻底确定了 牛头怪是科多兽的主食 而正前为了培养初期战斗技巧 又因为摊食技能 食量异常的大 所以 最近几天一直在狩猎牛头怪 使得附近区域的牛头怪 数量锐减 地下城的生态是很敏感的 这直接导致了附近科多兽实物不足 看来 我跟科多兽之间 真是存在一段孽缘啊 想到这里 正前耸了耸肩 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骑 这句话在地下城就是真理 该猥琐就要猥琐 该刚的时候 也绝对不能耸 在地下城 别想逃避战斗 更别想用讲道理的方式解决麻烦 人家既然找上门了 就意味着这一战不可避免 所以现在 就是该刚的时候 正前两爪一插腰 歪着脑袋说 没错 是我吃的 怎样 你们科多兽 不也吃了我奶吗 想打 老子奉陪 科多兽首领显然没想到 这个还没自己一颗门牙大的小不点 居然会如此嚣张 他哼哧一声 吼道 想死 成全你 好啊 来啊 正前全身燃起青蓝色的光辉 这是魔素强达到一定程度后才会有的现象 科多兽首领显然没想到 这个渺小的生物竟拥有超过自己的魔素 但震惊归震惊 科多兽首领很快回过了神 魔素强又如何 说到底也只有魔素能看而已 科多兽首领大吼一声 向正前踏出一步 缩地 两者相距的十米距离宛如不存在般被抹除 科多兽首领像是瞬间一动一样 猛地出现在正前面前 十 轰 遍布历次的下额 轰开了正前上一瞬所在的地面 纯颜的地面曲起饼干般 被轻易打成碎线 向后跳开的正前 震惊地望向那头红色巨兽 刚才发生了什么 那个行动 绝对不是速度所能做到的 难道是空间累积呢 还不等正前弄明白 他就发现 科多兽首领从地上拔出下额 对自己发出了轻蔑的冷笑 紧接着就听接二连三的吼叫声 从四面八方传来 包围附近的几十头科多兽 同时向正前发出售吼 震慑 正前只觉四肢的触感 瞬间被剥夺 一头两头科多兽的震慑 对正前而言 只不过是无能怒吼罢了 但几十头科多兽 同时发出的震慑 威力之大 甚至超过科多兽首领 人正前魔速再高 也无法抵抗 糟了 动不了 四肢被麻痹了 就在正前无计可施之际 视线里 一张血盆大口 已向自己的方向咬来 亚种科多兽首领 根本不给正前反应的机会 这一口若被咬中 正前必死无疑 太虚龙溪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正前调集所有魔素 向着科多兽首领喉咙 发出了太虚龙溪 科多兽首领显然没想到 被伸中几十发震慑的正前 居然还有张嘴的力气 这一击 直接轰在脆弱的咽喉 剧痛让科多兽首领 当场失了准头 提前一口咬了下去 而正前 也因太虚龙溪的反作用力 被吹飞数十米远 贯穿了树根石柱后 又像打水漂一样 在地上弹了树下 可 视线已然冲雪 左上角的HP槽 显示着119572的字样 MP更不用说 早就已经清零 AP也只剩可怜巴巴的两点 这还仅仅过了一招 努力挪动视线望向不远处的科多兽首领 从地上爬起来的他用力咀嚼了几下 竟将口中的太虚龙溪吞了进去 而他的HP是 80078216正前全力的一击 竟没有对他造成任何实质性损伤 赢不了 正前瞬间做出了这个判断 双方的等级差实在太大了 对方数量又有着压倒性的优势 就算给我个主角光环 也绝无胜算 正前想趁对方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逃跑 但没曾想 正前刚撑起身子 身下却是一空 重新摔倒在地 怎么回事 往身下看去 正前的毛子收缩了 只见右腿下面空荡荡的 尾巴也少了一截 鲜血从断口处 滋滋地往外冒着 直到这一刻 正前才发现 自己的HP槽旁边 还存在着两个从未见过的图标 上面分别写着流血 残疾 HP条也在有节奏的缩短着 剧痛瞬间侵蚀了全身每一根神经 刚才科多兽首领虽然没有一口吞下正前 却也咬断了他的右腿 再看向科多兽首领那边 只见他头摇晃了几下 身体突然膨胀了一圈 技能真理显示 他的等级也产生了变化 从LV88升到了LV91 仅仅是吃了我的一条右腿 就升了三级 所有数据都增强了一圈不说 因为升级的缘故 太虚龙溪造成的200HP损伤也完全恢复 看不出来 你这小东西 体内居然有这么强的生命精华 亚种科多兽首领的眼中 划过一抹浓浓的贪婪 捡到饱了 只要吃了你 只把二层指日可待 怎么办 挣钱真的慌了神 没想到龙升中第一次狩猎 就中了别人的套 还遇上了如此强大的对手 失去了右腿 对方又拥有空间技能和巨大的数量优势 战斗 逃跑 暗算 形形色色的对策 从脑中浮现 又毫无例外地被全部否定 无计可施 没有半点活下来的机会 这就是地下城 一招输 满盘皆输 此刻深刻体会到这一点的挣钱 甚至惊讶于 为什么自己面对这种情况 还能保持冷静 归根结底 自己还是经验不足 做事太忙 挣钱不怨天不怨地 只愿自己 没有一开始就看破这只圈套 死吧 小东西 可多受首领 一个虎扑咬向挣钱 这一击 自己必死无疑 无计可施的挣钱 甚至有种闭目等死的冲动 然而就在这时 好 一声震耳欲聋的怒吼 从四面八方传来 一道纯蓝色的光柱 从侧面横向射来 以为得手 毫无防备的 科多兽首领 当场被这道足有 十米直径的光束吞没 一直献上 鼠头科多兽被击中 甚至连惨叫 都没来得及发出 就被烧成了灰烬 这是 什么 正前大惊失色 即便隔着十米 依旧能感受到 仿佛要点燃皮肤的炙热 明亮的光辉 瞬间将暗无天日的 地下承照的透亮 那吼声 更是直接将 正前阵的蹊跷流血 光束和吼声 维持了整整一分钟 才逐渐消散 待热浪散去 正前发现 方才不可一世的 科多兽首领 崎岖干 已经被挖开一个大洞 被挖空的躯体 摇晃了几下后 便轰然倒地 化作一袖 一滩烧壶的烂肉 这 什么玩意 正前难以置信地 看着他那 已经归零的HP槽 刚才那个光束 毫无疑问是魔速攻击 LV-918761的HP 290的魔防 居然被一击救 还没等正前弄清楚 发生了什么事 轰轰轰远方 传来了一个 有节奏的脚步声 那声音 仿佛是一座大山 长出了脚 再向这边靠近 每走一步 地面都会剧烈地震战 什么东西正在靠近 正前的第六感 瞬间拉响了红色警报 会死 有什么一旦与之为敌 自己就必死无疑的 强大存在 正靠近这边 刚才击毙 科多兽首领的一击 也不是因为这个存在 想要狩猎 而是单纯为了 清理前方障碍 无意间 波及到了科多兽首领而已 就好像人类 为了造房子打地基 无意间 剿灭一窝蚂蚁一样 轰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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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步声 变成了轰鸣声 压倒性的存在感 宛如天空坍塌一般 重重压在正前后背 这股威亚 甚至足以让人窒息 当脚步声达到最近 正前鼓起两辈子 所有勇气 回眸望去的瞬间 她的心跳 骤停了 如山脉般 微额的体型 映入眼帘 入目第一眼 正前看到的 并不是她的相貌 而是技能真理 显示出的第一条数据 LV 355对象 力为坦 那是一张 鲸鱼般的面孔 百米的身高 数百米的体长 让人一眼 望不到其身形的尽头 整体看上去 像是一条 长了八条腿的鲸鱼 而不有大量肉须 不知究竟是有何用处 后背 还有大量中乳石般的骨刺 骨刺中 还闪烁着岩浆般的 金红光泽 有几处刚刚生长出来 看样子 是可以像导弹一样 射出体外的 不光如此 沿着其脊侧 还有两排数百个排气孔 看样子 是用来呼吸的 每一口气呼出 附近的岩石 都会被其炙热的气息 烘成熔岩 明明有数十米之距 正前却感觉自己 坠入了岩浆般 酷热难耐 对象 力为坦LV355类型 传说级 超上位魔兽 HP MP AP 力量 魔素 物防 魔防 感知 综合敏捷 其恐怖的属性 以至于除了等级和阶级以外 真理根本无法检测出其他数值 更恐怖的是 正前一次看到 真理在数据下方给出了这样两条提示 通告 该生物为川东地下城最终BOSS 请全力避免与其交战 警告 请不要尝试使用意念通达 与之沟通 川东地下城最终BOSS 这里只是地下城第一层而已 为什么BOSS会来这里 已经来不及细想了 会死 自己还没死 只是因为自己太过渺小 以至于这头怪物压根没把自己放在眼里 我 连成为他猎物的资格都没有 在此之前 无论面对怎样险境 即便面对科多兽首领 正前都能保持冷静 而如今 这份冷静 如同踩在脚下的曲奇饼干一般 分崩离析 暴走的心跳无法遏止 从脊髓蔓延全身的恐惧 让正前一时间忘记了呼吸 断腿之痛在此刻 都变得无足轻重 这是一份刻在所有生物DNA之中的 最原始的恐惧 眼前这只名为利维坦的魔兽 是怪物中的怪物 轰隆轰隆 轰轰脚步声越来越远 庞大的体积 导致其就算步伐很慢 每一步也能移动相当大的距离 直到完全听不见脚步声 正前这才敢呼吸第一口空气 身上不知不觉中 早已被冷汗浸透 没被发现 不 被发现了 仔细回味刚才的感觉 正前记得 虽然是背对着利维坦 但在他距离最近的时候 自己确实感觉到了一股冰锥般的视线 利维坦其实已经发现了正前的存在 自己能活着的唯一理由 只是因为 没有出现在他的行径路线上 恐怕对于利维坦来说 正前这种小不点 根本不值得他停下脚步吧 更别说成为他的猎物了 就好像人走路才死蚂蚁 并不是因为蚂蚁挡路 而是因为 蚂蚁自己不知死活 正好位于人的脚下巴了 可多兽首领 就是这只蚂蚁 正前感觉 自己真的是在鬼门关逛了一圈 并在牛头马面眼前 跳了一段广场舞 为什么穿东地下城的最终BOSS 会出现在一层 正前来不及多想 现在最重要的是 此地不宜久留 可自己的右腿又断了 该怎么办 正前想了想 最终做出了决定 原地进化 进化固然会变强 但每一次进化 都会固化未来可发展的方向 所以 往什么方向升级 是需要深思熟虑的 但现在 自己没有任何行动能力 HP MP和AP 几乎全部清零 恢复状态最快的方法 就是升级 每一次升级 都会回满所有属性 驱散所有异常状态 想要升级 就必须进化 解锁新的等级上线 左顾右盼 确定附近 没有其他魔兽后 正前重新翻阅起 进化选项 雏竹龙虽然是最正统的进化 但会导致体格变大 在狭隘的地下城影响发挥 不能考虑 那么可以考虑的 就还有小型雏龙 和恶化雏龙 正前仔细查阅简介后 想了想 还是选择恶化雏龙吧 从属性上来说 小型雏龙 是三者里面属性最高的 但这会把雏龙血统 裂化为龙血统 恶化雏龙虽然也会裂化血统 但本质上恶化雏龙还是雏龙 只是雏龙的一种分支 将来依旧保有 重新优化为雏龙的可能 且恶化雏龙的属性 更加均衡 在瞬息万变的地下城 生存必须的 往往不是某种能力特化 而是更多的生存策略 更重要的是 恶化雏龙 拥有三种进化方向中 最小的体型 能去除正前案属性的弱点的同时 还能得到新的天赋技能 五叶力量 在光线昏暗的场景下 AP值提升三倍 无不兼容技能 无论怎么想 恶化雏龙都是最好的选择 而且因为失血的缘故 正前的HP已经只剩十点 容不得再做犹豫 想到这里 正前闭上眼 用意识按下了恶化雏龙的选项 通告 进化指令已接收 进化将在十秒内完成 伴随着真理亲切的通告声 正前感觉一股暖流 从心脏遍布全身 疼痛 冰冷和失血 造成的血运消失了 感觉回到了身体上 一点点像是叶片上的水滴滴落 贫乏的身体里很快冲淫了滚烫的鲜血 旧的皮肤开始脱落 新的鳞片开始生长 这奇妙的感觉 还没等正前来得及细细品味就已结束 像是被戳了肚皮的虾米般挺起身 正前只感觉眼前一亮 完成了 被咬掉的右腿已经再生 80公分的体格在完成再生后 缩减到了60公分左右 但是力量却比之前充盈了不少 而且先前天空蓝的龙灵也变成了暗紫色 还带有镀鸽般的金属光泽 看上去兼顾了不少 通告 进化已完成 经验值已重置 骑士100 升级倍率提升为1.2倍 通告 进化前囤积经验已并入当前等级 等级已提升 当前等级LV2一次转值 通告 技能龙氏已提升 目前等级LV7 通告 技能太虚龙氏已提升 目前等级LV3 通告 进化得到10点解锁点 目前可用解锁点20 正前连忙打开了自己的属性 这不看不要紧 一看差点把正前下的屎都喷出来 这特么什么玩意 当前职能 恶化雏龙LV2 一次转值 类型 西游种 超上位魔兽 HP 1211 1211 MP 1008 1008 AP 495 165 力量 721魔素 855物防 968魔防 1644感知 315综合敏捷 290当前解锁点 20当前经验值 66 120弱点 光 金 木 水 土 冰 风 天赋技能 龙氏LV7 真理 LV6 太虚龙氏LV3 午夜力量LV1 尝试获取 星翼技能 会星翼机LV2 龙威LV2 瘫石LV2 星翼通达 解锁技能 5 这个提升 未免也太大了吧 一次进化 居然能带来近十级的提升 而且 属性的比例 也有所调整 HP AP 力量 物防 感知和敏捷 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而且因为 午夜力量的缘故 AP 甚至直接爆到了上限的三倍 但是 MP和魔素 却不升反降 魔防更是在进化后 反而暴跌了三分之一 当然 和提升的属性比起来 这点损失 根本不算什么 挣钱还没天真到会以为 均衡是指 把其他属性 拉到和魔素魔防一样的高度 唯一让挣钱有点不爽的是 魔兽阶级的前缀 即西游种 变成了西游种 这意味着 挣钱的魔兽阶级 降了一级 当然 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影响升级属性的是后缀 前缀影响的是上限 挣钱现在离上限 还差了十万八千里 降一级前缀罢了 只不过是从最高 跌成了次高 以后进化的时候 还是有机会补回来的 现在最重要的是 离开这个鬼地方 随着龙氏和感知的提升 挣钱明显感觉到 因为利维坦的存在 整个地下城 一层的魔兽数量 正在锐减 幸存的魔兽 也正鸟兽奔走 虽然不知道 身为boss的利维坦 为什么会来一层 但挣钱知道 一层 要变天了 不管怎么样 先找机会刷一刷等级吧 我可不想和那种怪物 待在同一层 想到这里 挣钱向着利维坦 相反的方向走去 寻找幸存的魔兽 通告 等级已提升 当前等级LV8 通告 技能龙威已提升 当前等级LV3 通告 技能会心一击已提升 当前等级LV3 随着一头亚种 科多兽的倒下 挣钱一屁股坐在地上 疲惫不堪 他大口大口地咀嚼着科多兽肉 一边思考起下一步的行动方针 科多兽的肉嚼起来像轮胎皮 又刃又臭 但无奈现在在一层 也只有科多兽 能够满足挣钱的刷经验需求 就如所料一般 等级越高 升级越难 在进化前 杀一只科多兽能够提供600经验 吃下科多兽额外获得100经验 还能补充损失的HP MP AP等 但进化后 杀一只科多兽 只能得到200经验 吃下科多兽 也只能得到30经验 牛头怪那种更不用说了 杀一只才5经验 把一层牛头怪杀到绝种 挣钱都升不了一级 而且 进化后 每一级要求的经验值 也变高了许多 首先是每一级的倍率 都变成了1.2倍 而且还要加上当前等级数 同时 不同于进化前 进化后第一级 就需要100经验 如今采LV8 升级所需经验 已经高达671 而升级前 LV19升LV20 也才需要489 挣钱还算了算 如果还是20级满级 则最后一级 就需要7270经验 如果再进化 恐怕经验的需求量 还会更高 获取效率还会更低 整理好思路 挣钱又再次检查了 自己的属性 当前职能 恶化雏龙LV8 一次转值 类型 西游种 超上位魔兽 HP 1633 1633 MP 1592 1592 AP 570 190 力量 843魔素 1099物防 1097魔防 1906感知 345综合敏捷 320当前解锁点 25当前经验值 123671弱点 光 金 木 水 土 冰 风 天赋技能 龙氏LV7 真理LV8 太虚龙溪LV3 午夜力量LV1 常识获取 心翼技能 会心翼机LV3 龙威LV3 摊使LV2 心翼通达 解锁技能 5 果然 即便已经不是竹龙 我的魔素相关属性成长率 依旧高于其他属性 不过整体来说 比幼龙时期要均衡很多 这个属性 已经完全碾压亚种科多兽 甚至 如果在面对亚种科多兽首领 正前有把握 直接避掉对方 早知道进化提升那么多 如果当初一开始就直接进化 也不至于被科多兽首领摁着打 不 反杀科多兽首领 都不是不可能 是时候去二层了 吃完亚种科多兽 瞭望远方 昏暗的地下城 在正前眼里形同白昼 能够看到 远处视线镜头 地上到处都是各种魔兽的尸体 从与力维坦相遇至今三天 正前一直都小心翼翼地 躲着这头怪物 这三天来 一层的魔兽越来越少 力维坦所到之处 所有魔兽都会被杀戮一空 而力维坦 大概也看不上这些一层魔兽 只杀 从来不吃 力维坦的惊息所到之处 寸草不生 根本没有任何魔兽 能抵挡他的惊息 正前实在无法想象 究竟要如何才能挡住 如此强大的一击 更别提怎么杀掉这种怪物了 而且很显然 那种攻击 根本不是力维坦的权力 对他而言 充其量只相当于人 踢掉路边 一颗挡路的石子的力道 总而言之 地下城一层 每多待一秒 就多一份危险 属性虽然有点不太稳妥 但现在去地下城二层 躲开力维坦 才是最安全的做法 想到这里 正前拍拍屁股起身 朝着不远处的二层入口走去 其实离开奶妈后没多久 正前就已经找到了二层入口 之所以 没直接过去 也是因为地下城的通道 都是单行道 一旦去了二层 就无法返回一层 这点 正前也验证过了 虽然不知道 力维坦是怎么上来的 但若不是因为迫不得已 正前也不会那么早就去二层 再怎么样 也应该刷极刷到下次进化才会考虑 来到入口 这是一个和灵层一样的地洞 洞的表面 遍布光滑的弹形凸起 很显然是岩石被高温灼烧融化后重新凝固 才会有这种特殊的形态 至于始作俑者 自然不必多说 背后 又传来力维坦特有的金鱼吼声 洪亮沉重 深邃且远古 虽然有些没底 但为了生存 正前还是捏着鼻子 闭上眼 跳下了洞穴 然而 经过漫长的坠落 本以为可以平稳落地的正前 突然感到阔约机 传来一阵酸爽上头的剧痛 扑 啊哦 吼吼吼吼 整个地下城二层 瞬间响彻了汤姆猫般的惨叫 正前的双腿 在距离二层地面 不到十公分的位置 戛然而止 某个尖锐的东西 直接扎进了正前尚未开发过的菊花 要不是因为恶化雏龙身形小 体重轻 这一下几百米的自由落体加速度 换成人类 怕不是要从菊花扎进去 从嘴巴里穿出来 这什么玩意 不饿的一声拔出屁股 落地的正干爽 恶不适 疼得腿都软了 回头一看 只见扎中自己屁股的 居然是一块金属板上的金属刺 仔细一看 正前顿时惊地忘记了疼痛 那是一块人类铠甲的肩甲部分 估摸差不多有插座面板的边长那么厚吧 8公分左右 可以看到 如此厚重的唇钢铠甲 也因某种外力而严重扭曲变形 而扎到正前屁股的 正是这块肩甲上的金属锥撞刺 适用于防止敌人近身或者擒抱的 这毫无疑问是智慧生物的产物 而非自然形成 难道地下城二层有文明 不 不太可能 正前否定了这个猜测 这护甲看似厚重 但现在的正前也能轻易击穿 更别提如此凶险的地下城二层了 根本不实用 充其量只能作为防御的代偿 可这肩甲看上去 原先应该做工十分精美 甚至还有雕花 即便地下城有文明 也不会刻意去做这种滑而不实的东西 难道是有外面的人类 进入了地下城 话说这个世界的主导生物 真的是人类吗 不管怎么样 正前也只能想到这个可能性 就在正前百思不得其解之际 突然 LV八龙式带来的听觉提声 让他敏锐地捕捉到身后七八米处 极其细微的沙沙声 有埋伏 不愧是二层魔兽 隐藏起来 我甚至都感觉不到其存在 正前大惊 连忙回头 这不回头不要紧 一回头 正前的春星荡漾了 只见不远处死胡同拐角 躲着一个身材娇小的女生 头发是动漫里才会有的水蓝色 双眸清澈如宝石 纯阴色的护臂和种具 一身古朴简单的武道符 看起来脏兮兮的 从胸甲来看 她将来的孩子可能会挨饿 小妖也是纤细地不堪一握 正前整体看下来 四号 这不就是本恋童术士喜欢的类型吗 少女看起来很害怕 对上视线的刹那 她身子甚至猛地哆嗦了一下 用看到某种远古魔兽的眼神盯着正前 正前有些愣 卧槽 这麻子好正点 转生以来 第一次遇上人类 还是这么漂亮的一个妹子 这不禁让正前这个母胎 solo两辈子的老宅 产生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那个 呀 正前感觉有点尴尬 刚想开口 没想到那妹子 竟惊恐地一屁股摔在了地上 可以看到 少女的两条腿抖如筛康 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她坐在地上 手足无措地用腿 蹬着拼命后退 试图远离正前 但身后不远就是石壁 根本退无可退 这反应 让正前有些不明 所以 她不是不知道 自己长啥样 喝水时反光也不止一次 看到过自己的长相 身高65公分 一条肉嘟嘟的幼龙模样 就跟数码宝贝里的亚古兽 差不多 只不过长了鳞片 进化成恶化雏龙后 鳞片虽然从天空蓝 变成了紫黑色 但整体 也没太大差别 照理说 老子是个可爱的男孩子 妹子看到我怎么就这么大反应 那个 我没有敌意 我只是想问问 你怎么会在这 正前压低身体 用安抚路边流浪小猫般的方式 接近那个妹子 口吐人言 超 超上位魔兽 为什么二层 会有超上位魔兽 啊 少女明显已经害怕到精神失常 嘴巴里不断 捏如着什么 诸如拼了九死一生 不拼必死无疑 或者金格大师 请赐予我力量 之类意义不明的话语 那啥 小妹妹 你放心 我不是什么好人 呃不是 我是说我不是坏人 正前有些急了 试图上前跟她说清楚 谁知才刚靠近少女两米 少女突然抱起 风神腿 砰的一声 七郎瓜的不远处 小水汪都泛起波澜 少女拼上全身力气 挥出一击边腿 因为毫无防备 距离又近 加上这回正赶上正前 LSP之魂正在觉醒 有着尸神 这种如同慢放般的攻击 竟奇迹般的 让正前没反应过来 边腿正中头部防御最薄弱 没有龙领保护的太阳穴 然后正前的视线里 出现了这样的字样 HP 一正前 呃 好弱 感觉像被人用手指头 轻轻戳了一下 我真的被击中了吗 正前甚至怀疑 这是什么下位魔物 伪装成的人类 打开针里 正前看了一眼少女的数据 瞬间傻了眼 对象 正是一五僧 LV19 类型 普遍重 人类 雌性 繁衍价值 较好 HP 366 419 MP 33 193 AP 40 190 力量 213魔素 99物防 192魔防 99感知 34综合敏捷 215 嗯蛙 好弱 这种属性 再一层都吃不开啊 人类这么弱的吗 还是说 只是个别现象 话说繁衍价值是什么鬼 鉴定魔兽的时候 明明没有这条的 正前现在的物防 有将近1100 这个人类少女的力量 才213 更何况 两个生物搏斗 不光是拼属性那么简单 等级本身 也会产生压制 力量1000对上物防1000 同等级下 根据命中的部位不同 会造成100至900不等的伤害 但如果是LV1的力量1000 对上LV100的物防1000 即便命中了最致命的弱点 也无法造成超过9.HP的伤害 正前的成长体系 本就十分特殊 每次进化 都会提供20级的代偿 所以 正前的属性计算 并不是单纯的 LV20加LV8等于LV28 而是LV20加LV20加LV8等于LV482.5倍的等级差 超过5倍的属性差 这少女能对自己造成EHP的伤害 正前都怀疑 是不是求生欲的爆发了 踢中正前头部的腿 很快肿起瘀青 这一脚非但没给正前造成伤害 反而让她的右腿严重扭伤 不要 不要 金格大师救我 少女仿佛见证了地狱一般 不顾伤腿 发了风般朝旁边的洞口跑去 正前见状大惊 喂 别乱跑 很危险 一层的魔兽就如此强大 更何况二层 以至于正前不得不冒着 被利维坦发现的风险 强行多刷了六几 才赶下来这地下城二层 这么弱的一个人类 而且还带着伤 贸然在二层乱逛 岂不是兽星宫上吊 活得不耐烦了 正前连忙想要追上去 然而就在这时 轰隆一声 一个巨型的蜘蛛魔物 从天而降 拦在了正前面前 Holish 星号T 正前被吓得叫出了英文 你特么拍鬼片呢 突然冒出来 正前连忙向那蜘蛛魔兽身后看去 只见短短三四秒 妹子可能用了什么技能 已经跑出了三四十米远 眼看着就要跟丢 而地下城的魔兽 追捕猎物 看得是生命精华 弱小的人类 明显不符合这只蜘蛛魔兽的口味 当它不存在一样 只是死死地盯着正前 脑子瞬间被点燃 死奥 你妈的 老子好不容易有机会脱单 你他妈直接给老子 来个物理分手 我干力量 对象 蝶血魔珠LV49类型 中卫魔兽 HP 2146 2146MP 1999 斜挡1999AP 299 299力量 619魔素 825物防 723魔防 998感知 315综合敏捷 419你这六角面板上 连一个四位数都没有的菜逼 也赶拦我脱单之路 正前一个剑步 身形挽入一颗65厘米的排击泡斑 轰在了蝶血魔珠的面门 其坚硬的头部假铐 瞬间被踹出了一个珠网状的凹陷碎裂 这一脚 直接踹掉了蝶血魔珠500多HP 近5米 重两吨的巨型魔兽 竟被正前一脚踹出了十多米远 通告 技能单身狗的暴怒飞踢已解锁 去你带的 这什么狗屁技能 提问 是否删除本技能 妈的 当然删除 我怀疑 你是不是瞎掰了一个技能 晃点我 本技能无任何消耗 每次战斗最初的第一击 若是飞踢 可提供双倍伤害 正前一愣 没消耗 白嫖 还是留着吧 哎呀 真香 不 这不是重点 正前摇摇头 把思绪拉回现实 十多米外 刚被踢飞的蝶穴魔珠 正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杀了他 正前心头燃起一团无名目火 绝对不是想着 妹子没跑远 也许还能抢回来 对 绝对不是 只是单纯地 想要杀了这只蜘蛛 为了维护世界的爱与和平而已 你妈的 老子要去泡妞 给我滚开 正前的龙威 释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附近天穹上的钟乳石 都被一一阵断坠落下来 一些砸在正前附近的钟乳石 在距离他身体树齿的地方 就被微压碾得粉碎 哼 正前抱贺一声 整个人宛如一颗子弹般 射向蝶血魔珠 会心一击 作为二层魔兽 蝶血魔珠哪里想到 这个小不点 居然会有如此强悍的力量 更想不通 自己到底哪里招惹正前了 惹得他这么大火气 但他也没机会想通了 蝶血魔珠的八只眼中 就看到一束紫黑的流光闪过 下一瞬 意识便中断了 正前将全身力量集中 以身体为炮弹 从头到屁股 一击将蝶血魔珠的身体贯穿 二层魔兽蝶血魔珠 当场暴毙 通告 等级已提升 当前等级LV9 而正前 哪里有心情管升级这种迫事 张开全部感知 仔细找寻 可哪里还能找到妹子的踪影 好端端一个妹子 就这么跑了 跑了 扑通一声 正前跪地 欲哭无泪 我的妹子啊 五天后 通告 等级已提升 当前等级LV11 击毙一只狗头人 正前一边检查自己目前的属性 一边咀嚼狗头人的肉 味道嘛 也就那样 狗头人的肉 吃着跟猫肉一样 又酸又涩 没嚼劲还嚼不断 但在地下城生活了这么久 正前早就已经习以为常 来到二层已经有五天了 正前也逐渐适应了二层的生活 和一层不同 二层的魔兽开始趋于多元化 几乎每天都能遇上好几种没见过的魔兽 当然 也包括人类 只不过遇到的人类 全是尸体 或者残骸就是了 那天的妹子正前 其实一直耿耿于怀 并不是因为 LSP本性发作 主要因为 那是人类 这五天来 正前在二层 不止一次发现人类的残骸 直至还发现了 大量人类留下的脚印 因为二层比较泥泞 而且明明和一层都是洞窟 二层居然隔三差五 就会下雨 所以在二层 脚印不能保留很久 从数量上来看 至少是两三百人的大部队留下的 也就是说 有人类在探索地下层二层 亦或是说 通过第二层 已经进入第三层了 不管怎么样 正前很希望 找到这些人类 因为地下层的环境 明显不适合人类生存 意味着地下层 不可能存在土著人类 既然人类有把握进入地下层 那就说明 他们也有相对应的把握 可以随时离开地下层 至少这点在逻辑上 是讲得通的 这也正是正前梦寐以求的 只是很可惜 这几天一直试图追踪人类的迹象 却一直没有结果 即便能找到 也是一处又一处的残骸罢了 话说回来 人类也未免太弱了点吧 还是说 我其实很强了 正前随手捡起旁边一具尸骨上的胸甲 三公分厚的某种银色金属胸甲 应该不是银质的 没有见过类似的金属 正前伸出一根手指 轻轻一戳 这厚重的胸甲就像宣纸一样 当场被戳了个洞 这种铠甲真的能起到防御作用吗 正前表示怀疑 还有这把剑 正前捡起旁边一把 看起来像蓝水晶做的金饼大剑 这把剑表的步行 在昏暗的地下城还会发光 通体晶莹剔透 像宝石做的一样 鉴定 人造神器 尾圣剑爱奥里亚 技能真理提供了这把剑的信息 尾圣剑 就是假的了 正前抓住两头轻轻一掰 这把尾圣剑当场被掰成两段 手感上来说 硬度好像和曲奇饼干差不多 尾圣剑 就这 这玩意 剑脚指甲都嫌顿吧 还有这胸甲 就这 正前拿起刚才的胸甲 扭来扭去 厚重的胸甲 就跟厕纸一样 在他手里不断变形 并稀稀上买的吧 这种三无产品真的是胸甲 我拿来擦屁股 都怕牵中毒啊 难道真的是我强了 我没感觉 我有多强啊 正前百思不得其解 与此同时 什么 讨伐君全面 热大的皇宫里 魁吾的帝皇 身着赤金战袍 端坐于纯金的王座之上 往日的威严 如今烟消云散 取而代之的 是因恶寒 而微微轻颤的苍白脸色 神色像是 被人抽掉了脊椎骨 鲜红的地毯上 下跪的只有零星七八人 全部伤痕累累 但见国王这般颓废 个个也因自责而低下了头 为首一个法师装扮的人说道 陛下 本次攻略战 是老夫发起的 折损如此多的年轻勇士 实乃意料之外 但老夫亦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请陛下下令处死老夫 以拼名分 金戈先生 旁边 一位穿着赤色全身铠的魁吾男子 上前一步 本次攻略战的目的是为了攻略二层boss 照理说 按照先前的情报 您所带的兵力 是攻略所需的三倍 为何还会失败 回龙将军的话 这是因为 这个叫金戈的年迈法师 像是想起了什么恐怖的东西 身躯止不住地颤抖起来 冷汗更是从他脸上刷刷流下 梁九 他才抬起惊魂未定的是双眼 面向国王 悠悠道 我们在二层遇到了地下城 最终boss 立伟坦 什么 整个皇宫一片哗然 两边分战的大臣们 也是左右肩议论纷纷 以至于有好几个头上高高的朝板帽 都因左右扭头而掉在地上 国王听到这个消息 瞬间也面如精致 梁九 肃进 龙将军大喝一声 整个皇宫的窗帘都被进风吹得烈烈作响 大臣们这才闭上了狗嘴 不敢吭声 看来 我们是真的惹怒了地下城之主啊 国王满脸的心力憔悴 他闭上眼 单手之仪 无奈地说道 这些年来 神明们施加的压力越来越重 为了早日得到地下城的秘宝 各王国对地下城的攻略也越发积极 但地下城也有自己的意识 想来我们平凡的攻略 是彻底激怒了地下城吧 北地 天山 海塞湾 之前其他王国都陆续传来消息 说他们的地下城最终BOSS上到了一层 朕原本还不信 没想到 哎 说到这里 国王抬头 仰望映着天马图案的琉璃穹顶 常叹道 如今连龙神族都已抛弃我们 难道 这天倒是真想要灭亡人类吗 这老天是真想要我的命啊 正前满头大汉 额头青筋抱起 全身因发力过猛 而拼命发抖 这种感觉 仿佛内脏都要被撕碎 仿佛灵魂在通过什么狭窄的管道 仿佛全身的骨髓都要被抽干 不行 要死了 我要死了 正前万万没想到 自己居然会经历如此劫难 地下城如此多的魔兽都杀不了我 难道我今天就要死在这里了吗 不 不行 深深吸入大口空气 正前击中全部力量 再次发动猛攻 可结果 依旧是徒劳无功 我 看着自己已经归零的AP草 正前陷入了深深的绝望 我 我拉不出来 为什么我他妈作为一头龙会变秘啊 难道是因为地下城没有蔬菜吃 肠胃吃坏了 那也不对啊 龙是肉食的啊 通告 获得50经验值 为什么拉屎也能刷经验啊 而且 比一层牛头怪还多啊 刺傲 老子在这儿拉一天 是不是就能直接满级暴打利维坦了 真理 你刷存在感的方式 好刁钻啊 正前急得满头大汗 虽说进化为恶化雏龙后 食物的消化效率提高了很多 拉屎频率变得很少 但每次都必定便秘这个设定 却把正前折磨得不成人形 我不想拉屎啊 回复 贪食达到LV4后 可达成食物完全吸收 LV4啊 我现在才LV3啊 正前感到无比的绝望 心意技能远比天赋技能更难升级 龙氏都已经LV8了 贪食踩LV3 如此慢的升级速度 也意味着很有可能恶化雏龙满级了 贪食都未必能到LV4 不过心意技能真的很好用 原本杀死其他魔兽可以得到经验 但是吃掉这个魔兽的尸体是没有经验的 只能恢复消耗的HP MP和AP 以及补充成长所需的营养 但正因为贪食的存在 使得吃魔兽也能获得一些额外经验 增加升级速度 同时 还能让挣钱吃下超过极限几百倍的食物 使其不需要频繁猎食 储备在肚子里的食物还能暂停消化 在必要的时候再消化 以补充HP MP和AP 其他心意技能 会心意击自然不用说 龙威能够每集提高自己50点感知 减少对方10%的六角面板 并给出一个迟钝的Debuff 单身狗的愤怒飞踢 能给每场战斗的第一咒伤害翻倍 总之 心意技能都很实用 但是升级非常缓慢 升级和解锁又是如何判定的 也暂时不清楚 要是能够搞清楚心意技能就好了 想到这里 正前用一块裙甲当厕纸 擦了擦屁股后起身 准备寻找下一个猎物 不管怎么样 现阶段最重要的是 尽快把等级刷上去 确保自己的生存 然而 就在正前准备离开之际 突然 后几辆传来一股针扎般的恶寒 正前一惊 头都来不及回 靠本能一个侧滚躲开 高度压缩的空气宛如闸刀 从其头顶擦过 在坚韧的龙铃上 刮出朵朵火花 锋刃 好快 滚到一边的正前 望向前方 岩壁上被锋刷出了 四条数尺深的口子 像被猫挠过的纸片一样 HP 三头顶好几片龙铃 被刮得像沙皮一样粗糙 龙铃的魔炕没有生效 这是物理性的锋刃 不是有魔素的 从来没见过这种技能 来不及继续思考 LV八龙式提供的敏锐听觉 让正前清楚地捕捉到 背后有某个小型生物 正在以令人匪夷所思的速度逼近 待正前反应过来 那生物距离自己背后 已经不到五十公分 糟了 头皮一阵发麻 连回头的时间都没有 正前又一个侧身躲开 锋利的利爪 以分毫之差 刮过其面部的龙铃 那爪子异常锋利 物抗魔抗双全的龙铃 如宣纸般被割开 HP 20 待滚到一边 正前发现 自己脸上已经留下四条伤口 鲜血染红了大半张脸 这爪子 要是被货真价实挠一下 恐怕自己的头 都会被削成面包片 哦 两下 都没有你的命喵 难怪敢闯我的地盘 看来还真有两下子喵 通过意念通达的翻译 正前听到 黑暗中 传来一个少女的声音 那个四族魔兽 躲藏在阴影之中 舔了舔爪上的鲜血后 竟像人类一般 用后腿站了起来 臀部延伸出的两条尾巴 很是修长灵活 像是表达不满一样 用力拍打着地面 看你样子 是有意念通达这个技能吧 这么说来 我们可以交流庙 不过不管怎样 既然你进了我的地盘 就别想活着出去庙 虽然不见真容 但正前能明显感觉到 那个魔兽 正向自己冷笑 好快 正前从未想过 居然会遇上如此棘手的敌人 周边不断窜过一道又一道黑影 那速度快到肉眼 都难以捕捉 凭一己之力 竟营造出几十人 同时包围正前的感觉 很难想象 生物居然能够做出这种动作 LV11后 正前的感知高达390 连390的感知 都无法跟上的速度 对方的综合敏捷 至少已经达到2000以上 正前从来没遇上过 综合敏捷如此之高的魔兽 快到以至于正前至今 都没有看到他的真容 更别说读取他的数据了 嗯 思绪间 正前只觉后背一痛 全身最后的后背龙铃 竟被其力爪轻易撕裂 后面 正前往后猛的一挥拳 可撕开的 却只有空气 紧接着 手臂上也多出了四条 深可见乎的窝口 血流如注 HP65HP79HP28HP69 刚才便秘 把AP都给耗尽 正前根本没有多余的体力 做出太多动作 对方的速度快到视线 都无法捕捉 正前已然顾不得疼痛 对方极度依赖他的爪子 所有攻击都是穿刺类 龙铃本身也有一定的抗穿刺效果 且每次攻击的伤害都不高 又完全不含有魔素 也就是说 对手走的是速度特化路线 只是防御住要害 不被一击必杀 短时间内 自己就死不了 可正所谓 一招先吃变天 这个魔兽离谱的速度 让正前几乎无计可施 再这样被拖下去 迟早会耗死 而且 对方很显然是抱着杀心而来的 想跑没那么容易 龙威 早就已经用了 减了10%属性 并附加了迟钝 这只魔兽 依旧能保持是如此惊人的速度 它到底是什么来头 正前的HP 很快就被削到了一半以下 仅剩800出头 不断地流血 也让正前的视线 变得有些模糊 嘘的一声 正前只觉一阵剧痛 尾巴的防御 出现了一瞬的破绽 也仅仅是这一瞬 尾巴就会消下了一截 HP也因此掉了一大截 跌破了700 再这样下去 会死 好歹也是地下城 活过近一个月的男人 面对这无解的局面 正前果断做出了决定 真理 打开技能数型图 技能数型图已打开 密密麻麻 错综复杂的技能数 呈现在眼前 这段时间 正前其实研究过技能数型图 这些技能看似复杂 其实大部分都是某一个技能的近生相和衍生相 在解锁前置技能前是不能解锁的 而初始的技能数技能 正前早就已经烂熟于心 为的 就是应对现在这种情况 解锁 龙感知 消耗一点解锁点 LV八龙式已经升为LV八龙感知 解锁 精神集中 消耗一点解锁点 精神集中已解锁 解锁 脉冲 消耗五点解锁点 脉冲已解锁 随着流光滑过技能数型图 代表龙感知和精神集中的技能被点亮 正前双目一睁 煞世间 眼中的世界改变了 正常来说 人只能感知红蓝绿三种颜色 这缤纷多彩的世间万物 皆是以这三种颜色为基础呈现的 这个世界具体有几种颜色 谁都不知道 而龙式晋升为龙感知的那一刻起 世界的真相被解开了 正前从未想过 这世界居然会是如此的色彩斑斓 而且 龙的感知不光能看到现实 还能看到不存在于现实的破绽 说这是未来是太夸张了点 充其量只是比第六感稍微精确一点点的片段罢了 但在实战中已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在这里 正前一个回身 罩着身后的空气 就是一拳 十 就听砰的一声 一个残影 竟被正前一拳击飞 不 与其说是被拳头打飞 反而更像是自己主动撞上了正前的拳头 被弹飞了 怎么回事 从岩石里拽出身子 魔兽似乎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 却发现正前已如榴弹般向它扑来 好快 那魔兽心底大惊 这小东西 方才还没有这么快的速度 脉冲 通过大幅度消耗AP 提供一次极强的机动力 正前LV11后 AP是633211 使用一次脉冲 就降低到了394211 只使用一次脉冲 就要消耗200多的AP 可想 这个技能的消耗有多大 若没有午夜力量这个技能支持 正前连一次脉冲都用不了 可同时 虽然只能直来直往 但脉冲提供的速度 却非常惊人 直线冲刺的速度提升了至少20倍 竟让这只速度特化的魔兽 有些反应不过来 哄 迫击炮般的冲击 直接贯穿岩壁 正前的冲击 几乎要把整个岩墙击碎 堪堪躲过一击的魔兽 面对这般威力 心头大害 他想要拉开距离 可腿刚一登 尘埃中一只龙爪 以雷霆之速 孤注了他的脚踝 精神集中 通过消耗大量MP 使得自己的体感时间减缓 这个技能 可以数倍提升自己的反应速度 魔兽想要逃走的动作 在他蹬腿的一刹那 就已被正前察觉 怎么会 魔兽大惊失色 他无法理解 这个刚才还被自己打得 毫无还手之力的雏龙 居然瞬间 把自己逼到了绝境 抓到你了瞪云的双目 在黑暗中发出红光 裂到耳根的笑容 看起来像个恶魔 牙缝里溢出大量蓝色焰火 太虚龙兮 早已完成了蓄力 技能 竖形图的技能固然强大 但消耗对于现在的正前来说 太过巨大 根本用不了第二次 我这边可是消耗了整整七点解锁点 你也算死得其锁了 太虚龙兮 正前二话不说 一口喷出 哇 那魔兽还没来得及发出惨叫 大量的蓝色烈火 顷刻间将整个地下空洞 潮湿的洞穴 瞬间被烤干 待烈火散去 整个洞穴里 都弥漫着烤肉的味道 一发太虚龙兮 把泥土里的虫子蚂蚁 全都烤成了肉干 这才会有这种诡异的香味 正前喘着粗气 连忙检查了一下自己的数据 当前职能 恶化雏龙LV-11 一次转值 类型 西游种 超上位魔兽 HP493-1885 MP358-1943 AP246-211力量 908魔素 1247物防 1175魔防 2065感知 363综合敏捷 838 当前解锁点 23 当前经验值 421 1268 消耗相当大 但变体鳞伤的正前 也来不及管这些 因为他发现 经验值没有任何变化 也就是说 对手还没死 正前心一下提了起来 零距离正面 挨了一发太虚荣悉 这可不是小事 直到在五米远的角落里 发现那只烧焦的魔兽后 正前悬在半空的心 这才松了下来 只是那模样 让正前的心微微一揪 那是一个少女模样的魔兽 一头樱花色的旗间长发 被烧毁了一半 焦好的面容几乎被全毁 头上的猫耳朵已经烧焦 后面的两条猫尾巴 也少了一根 他的右手猫肘 已经完全碳滑 说明刚才他是用风刃 抵消了大部分太虚荣悉的威力 这才得以活命 对象 变异猫幼LV51 人形 类型 传说级 中卫魔兽 画形 繁衍价值 极高HP 11486MP 109 109AP 01528力量 805魔素 51物防 811魔防 19综合敏捷 2994 这 一股前所未有的脚痛 充斥了正前这个LSP的胸腔 老子他妈差点打死了一个猫耳娘 猫幼 是地下层二层常见的魔物 外形和猫类似 面部更接近人类 并且有两条尾巴 这本来应该是很常见的普通魔物才对 可正前万万没想到 今天居然会在这里 偶遇一只完成了画形的猫幼 除了猫耳和尾巴 全身无论怎么看 都是个人类 甚至更像猫耳娘的 虽然身体有超过80%的烧焦 但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人形魔兽原先的容貌 很对自己的XP 一向杀法果断的正前 竟有些不忍心补刀 色令之婚 对 我就是色令之婚 怎么了 你要是两辈子没开过婚也会明白 做一个老XP的急迫 以及对生命孕育的好奇 是有多么强烈 发现自己差点干掉这么漂亮的妹子 你不会心痛吗 啊 不会心痛吗 那你大概是喜欢男人吧 怎 怎么 还不杀我喵 猫娘型的魔兽 用仅存的一只眼 恶狠狠凳向正前 这让正前有些不知所措 经过良久的考虑 这才想到一个还算可以的理由 猫肉不好吃 又酸又涩的 而且 我不喜欢你这么瘦弱的 哼 话形猫又冷哼一声 虚弱道 以为我看上去柔弱喵 所以 同情我下不了嘴 你这次不杀我 下次就是我杀你喵 正前不动声色 一次能治你 下次还能治你 我还怕你这些 为了对付你 花了我七点解锁点 你为什么袭击我 正前觉得很奇怪 因为平时自己是24小时 释放LV2的龙威的 因为LV2程度的龙威 MP消耗比不上MP恢复速度 所以不会有负担 而LV2龙威 虽然没有杀伤力 却也能告诉其他魔兽 自己不好惹 一般魔兽 也因此不敢主动攻击正前 来到地下城二层 正前还是第一次 遭到主动攻击 为什么要攻击我 对方不回答 正前声色俱力地 重复了一遍自己的问题 少女型猫 又不甘心地瞪着正前 你踏入我的地盘 又在我的地盘上 拉 拉屎喵 我不打你打谁 地盘 正前微微一愣 啊 这么说来 猫科动物 领地意识都挺强的 不过这是地下城啊 外界的动物本能 在地下城 真的能试用吗 退一万步说 母猫也有领地意识的吗 就为了这点小事 正前觉得有些匪夷所思 什么叫小诗喵 少女型猫 又大发雷霆道 你这么强 在二层 应该也是霸主鸡魔兽吧 这么简单的常识 都不懂喵 呃不 事实上 事实上我来地下城 才一个月不到 猫又一症 不可能 斯可能是太激动了 身子动了一下的他 顿时疼得呲牙咧嘴 疼了好久 他才接着说到 外面的环境那么好 在森林里自由自在 有些还会被人类看上 成为坐骑 过上一世无忧的日子喵 怎么会来我们这种 鸟不拉屎的地下城喵 外面好吗 猫又的话 让正前有些想笑 龙是万物之主 作为龙 正前一出生 就因为常识 获取这个技能 知道这个世界的一切常识 魔兽森林里的魔兽 虽然衣食无忧 但没有地下城的险恶魔炼 导致他们遭受 人类的大面积捕杀时 毫无还手之力 至于成为人类的坐骑 也并不是什么好事 也许有些人会好好珍惜 对待自己的坐骑 但大部分都是被剥夺自由后 肆无忌惮的压榨价值 充当工具 和鸡圈里的肉鸡 没什么区别 来地下城一个月 正前最大的感受 就是 地下城是魔兽的贫民窟 但同样也是归宿 这里虽然充满了血腥和暴力 但只有在这里 魔兽才是主角 你不信就算了 正前也懒得和他解释什么 可能情绪稳定下来了 烧伤的疼痛愈发明显 少女行猫 又开始痛苦地扭曲起来 你还在等 什么妙 我输了 杀了我呀 难道你很喜欢看我痛苦的样子喵 猫幼的口中 没有半点畏惧 恰恰相反 还有种忠于迎来解脱的意味 这让正前不禁想起了奶妈说过的话 我们魔兽生于地下城 是天生的诅咒 一直以来 正前都不怎么使用意念通达这个技能 生怕听懂魔兽临死前的求饶 亦或是不想战斗的请求 使得自己心软 因为正前再怎么样 内心也是个人类 有最基本的同情和怜悯 在地下城 这种感情会要了自己的命 而如今 可能是色令致婚 也可能是因为别的原因 面对这个猫 又楚楚可怜的样子 正前竟有些犹豫了 但也仅仅是犹豫 正前还没有蠢到放他一马 然后有朝一日 被他反杀的程度 举起笼爪 准备动手之际 突然 轰隆一声巨响 打断了正前准备落下的笼爪 什么情况 正前还没来得及反应 整个地下城二层 都天旋地转般的剧烈颤抖起来 那帮人类又动手了吗 真是不怕死庙 猫又连忙抓紧旁边一块岩石 防止自己被阵飞出去 人类 正前连忙追问 什么人类 轰隆 又是一声巨响 这次距离更近 阵战甚至让穷顶的钟乳石 被阵断 根根坠落 猫又艰难地说 前段时间 人类又来攻略地下城 然后又又又被二层boss 打得溃步成军猫 几个好像是首领的人类 带着最年轻的一批人逃走了 剩下一些强者 一直滞留在二层猫 这段时间 他们一直试图攻克二层 离开地下城 可他们怎么可能打得赢boss猫 每次都会折损好多人 现在他们好像又开始尝试了 这次反应那么大 恐怕是剩下的所有人 都要一起搏命猫 人类 二层boss 离开地下城 短短几句话 蹦出了数个正前最关心的名词 就在正前准备进一步追问的时候 轰隆一声 旁边的岩壁突然被贯穿 一个身披银甲 蓝色斗篷 手持黄金大剑的英俊青年 撞穿了墙壁 滚落到了正前和猫又身边 那青年容貌俊郎无比 但却身负重伤 身上的密银铠甲 满是破洞 威风凌凌的披风 也少了三分之二 人类 正前大惊 那青年也第一时间看到了正前和猫又 面色瞬间凝固起来 魔兽 是boss身边的随从吗 青年一则舌 对着刚才贯穿的岩壁方向大吼道 风对长 这边有随从魔物 我来对付 你们专心对付魔兽 说完 他面向正前 双手握住遍布裂痕的黄金大剑 银白色的战役 瞬间将附近照得灯火通明 来吧 该死的魔兽 今天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青年用宛如世仇般的目光 怒视正前 正前瞬间猛逼了 不是 关我屁事 你神经病啊 喂 不是 我 受死 青年一个剑步 身形宛如离弦之剑般冲来 正前见状大惊 操 好慢 声势浩大的一剑 在正前眼里 简直就和慢动作一样 这一剑的速度有多慢 严谨点说 正前如果想躲 甚至可以先抽根烟 想一想 摆个什么pose 轻描淡写的 躲开这一击 战役剑锋 几乎是贴着正前的脑门飞过 在其背后墙上 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刻痕 正前连忙道 喂 我只是路过 咱井水不犯河水 OK 谁知这青年听正前居然开口说话 非但没有停手 反而眼中敌意更浓 口吐人言 神话级超上位魔兽 啥 神话级 正前一愣 说实话正前很想告诉对方 自己是高出两级的级西游种 虽然暂时退成西游种就是了 但看这个青年的表情 总感觉说出来 他会变成疯狗 那青年面部瞬间浸出大量冷汗 嘴里更是孽如起来 一只神话级幼年魔兽 如果不在这里除掉 下次攻略地下城 就意味着要面对两只BOSS 我等已无生还可能 那么 为了后人铺路 就算拼上性命 这只魔兽也必须除掉 卧槽 你脑补得好伟大 我他妈快感动哭了 对不起 金格导师 为了后来人 我要用那招了 喂 不是 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青年手中大剑一震 大喝一声 临界突破 顷客间 汹涌澎湃的战役 从他体内每一个毛孔中喷出 银色的战役 顷客间化作血红色 他全身青筋炸裂 体内释放的能量 更是暴增十倍不止 卧槽 这什么技能 挣钱大惊 方才的若姬 转眼释放的能量 居然和自己持平 不 甚至更甚一筹 那红色的战役 原来如此 是身体承受不住这么强的力量 从毛孔中渗出的鲜血 变成了蒸汽 染红了战役 对象 圣骑式LV32 一次转值 类型 精锐种 人类 HP 4336 1066 MPE 1765 345 AP 1344 211力量 1703 703魔素 627 227物防 1495 495魔防 1718 218 感知 1274 274 综合敏捷 699 199 果然 所有属性都超过了本身的极限 不妙啊 大部分属性都超过了我 我要是全胜的话 靠技能优势 解决它是挺轻松的 但我现在伤在身 AP都没恢复多少 正面硬刚没半点胜算 但思绪间 敏锐的正前还是发现 短短两秒钟的犹豫 对方所有数值 都降低了一到两点 正前瞬间明白过来 原来如此 大幅度提升全部属性 还没有副作用 怕不是在想peach 这世上 哪有那么好的事 这个人类使用的 恐怕是某种 以牺牲生命力为代价 短时间内提升战斗力的技能 也就是说 为了后人 受死吧 魔兽 青年大喝一声 宛如瞬间一动般 出现在正前面前 大剑挥出的剑芒 大得宛如一面旗帜 好快 威力和刚才不可同日而语 正前运起双腿 侧身闪开 然而没曾想 这剑快的匪夷所思 一剑落空 竟毫不停顿地斜转剑身 再次向其颈部展来 果然好快 正前心头骇然 连番躲闪 然而青年的剑 却如鼻涕一般 粘上了正前 任他如何躲避 都无法脱离攻击范围 没办法了 正前一个剑步 躲开眉心一剑 将地上的猫 又一把扛在肩上 向远离boss和青年的方向挤持 猫又显然没想到 正前莫名其妙冲过来 扛起自己就跑 放开我 你想干神喵 我不会给你伤孩子的喵 还没反应过来的猫又 对着正前光溜溜的脑壳 又是啃又是闹 闭嘴 正前抽出一只手 直接掐住了他的后筋肉 猫又顿时脸上涌起一股潮红 仅存的一只耳朵 也搭了下来 身子像被冻住了一样 动弹不得 他嘴里还念如刀 放开我喵 但正前哪里管他 仅仅是一个停顿 身后那个人类青年 已经追到近身 黄金的剑与青盘来 我又没有急着唐家 你特么老追我干嘛 憋屈的正前 忍不住破口大骂 那青年双眼泛白 奄然一副丧失理智的模样 又哪里听得 静正前的问话 反而更加穷追猛打 要是我状态全胜 怎么会被你这条杂鱼追着打 疲惫不堪的正前 哑巴吃黄莲 有苦说不出 只能挤出吃奶的劲狂奔 一人一聋 一前一后 两道流光在地下城不断地交织 拉开 再交织 再拉开 两者展开了激烈的追逐战 地下城遍布正前和那青年 追逐战中留下的伤疤 HP49斤 真是到了八辈子血没了 又被斩中一剑 正前心中已是苦不堪言 全力逃跑是很消耗体力的 加上伤势没有回复 好不容易恢复一点的AP值 就像串息一样一泄不止 那青年的攻击虽然不怎么样 但对变体鳞伤的正前而言 不可谓不致命 短短三分钟的追逐 正前的HP已经跌到了200以下 我特么 难道会死在这种菜鸡手里 正前心里又急又恼 那青年也是莫名的胶着 他大喝道 魔兽 给我站住 正前破口大骂 操 不跑 老子站着让你杀 你是不是脑瘫 青年喝道 你这该死的魔兽 残害我们多少同胞 现在连与我一战的胆量都没有吗 老子什么时候杀你同胞了 你他妈脑子不清楚 就先用复言节洗洗干净好不好 正前边骂边回过头 确认自己和青年的距离 可这不看不要紧 一看正前都吓一跳 只见那青年的属性 已经降低到只剩先前六成多 尤其是青年刚才高达1344的AP 如今已经跌的只剩60出头 难怪他这么急切 这个提升属性的技能果然是临时性的 而且消耗比想象中的大 反观自己虽然一直被他压着打 但也就HP掉了一半多 AP也没消耗多少 难怪他这么急 也难怪我现在都没被他砍死 这个什么灵界突破 看似十分强力 实则消耗大的超乎想象 一直被追着打得挣钱 心里也冒出了真火 这也难怪 莫名其妙被人当仇人追杀 要不发飙 挣钱就真诚拧捏的了 再看那青年 已然是强弩之末 他面如精致 满是疲态 如果不出意外 下一击就是他的最后 也是最凶残的一击 如果他就此作罢 挣钱为了保命 保险起见直接离开 不无故浪费宝贵的HP和AP 但他若真敢打出舍命一击 逃到现在 满肚子火气的挣钱 也绝对会打爆他的狗头 然而很遗憾 就在挣钱做出这个决定 准备看这个青年做何反应时 魔兽 兽死 那青年高呼一声 全身抱起的青筋全部战裂 血流如注 他所有的战役 都注入了黄金大剑之中 剑身也因着汹涌的能量 而发出刺眼红光 面对青年竭尽全力的一击 正前发出了无奈的叹息 你爸爸没教过你 做人要留一线 圣怒斩击 青年抱贺一声 仿佛要将自己燃烧殆尽一般 向正前挥出了那一剑 区区一米多的大剑 竟斩出铺天盖地的一击剑芒 这就是所谓的 剑气特别大 至少五六十米吗 正前感觉仿佛背后有一座山脉 正向自己倾倒 这股压迫感 自近二层以来 从未有过 而正前此刻 也是被逼出了真火 并不是打不过这个人类 只是在地下城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遭到攻击 所以 不必要的战斗 应当尽量避免 否则很容易被其他魔兽 渔翁得利 但人类可不管这套 尤其是这个脑瘫 兔子急了还咬人 婆娘急了还骑成呢 正前甚至都不明白 自己明明没招惹她 她干嘛这么玩命 你找死 面对穷凶极恶的青年 正前彻底发飙了 停下了逃跑的脚步 放下肩上的猫柚 正前转身面 像那仿佛一堵墙压过来般的巨大剑气 大不了再多花些解锁点 正前双目瞪圆 大喝一声 解锁 无敌 消耗无点解锁点 技能无敌LVE 以解锁 这么大的剑气 用彗星一击的太虚容息 虽然可以抵消 但一发下来 自己也会失去补刀的力量 所以这里 最好的选择是 无敌 彗星一击 脉冲 我去你妈的 轰的一声 一步踏下 脚下的地面 像是埋了地雷般炸开 正前此刻化成一颗炮弹 猛射向那道剑气 与空气剧烈的摩擦 使得龙铃都被烧得通红 势不可挡的剑气 瞬间像宣纸一样 被打穿了一个螺旋破口 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这是初中物理的知识 照理说 使用彗星一击后 所有属性清空 HP只剩一点的正前 正面撞上剑气 早就应该粉身碎骨了才对 但是并没有 因为 技能无敌 HP归零时 HP将被锁定在一点 并给予5秒的无敌状态 免疫一切形式的攻击和伤害 概念攻击除外 本技能无任何消耗 每24小时 只能使用一次 无点解锁点 才能解锁的技能 如此高昂的代价 要不逆天才见鬼了 青年怎么也想不到 方才一只狼狈数窜的这只魔兽 竟突然向发动了反扑 更想不到 自己释放了所有战役 和魔术的异机 竟被如此轻而易举地击穿 但历劫的它 已经没机会再想通了 碰 正前的头锤 实打实地轰在青年腹部 这异机是何等剧烈 秘赢的铠甲 在这头锤面前 简直和奥利奥饼干一样 弱不经风 庞大的力量 直接把整套铠甲机的粉碎 如果这时有一台X光机 可以看到那青年的全身的骨头 从腹部开始一寸寸碎成粉末的画面 青年顿时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 整个人如开到最大档的电风扇般 旋转倒飞出去 一连贯穿数十根粗大石柱 最后将坚硬的岩壁砸出了直径七八米的珠网状碎裂凹坑 大量的鲜血 从这个青年七窍中喷出 巨大的力量 甚至直接让他的眼球都炸裂开来 嗯 无敌的效果过去 正前整个人都像融化了一样 瘫软下来 抬头望去 数百米开外 刚才还活蹦乱跳的人类青年 如今成了一滩烂肉 他的脸上 还保持着死前一瞬的惊恶 很难以置信 软啪啪的尸体从墙上坠落 很快就被二层的石石虫 瓜分成了数份 分别拖走 和一层不同 一层你死了 也许运气好 能落个全尸 二层开始 会有一种类似于大号甲虫的生物 瓜分一切没人吃 或者吃剩下的尸体 通告 杀死人类 获得20倍经验 通告 等级已提升 当前等级LV12通告 等级已提升 当前等级LV13通告 等级已提升 当前等级LV14通告 等级已提升 当前等级LV15通告 达到LV15 获得固定解锁点5点 通告 等级已提升 当前等级LV16通告 等级已提升 当前等级LV17 啥玩意 20倍经验 明明每次升级 都可以让状态恢复全满 但那一连串的升级信息 还是让正前头晕目眩 我不是在做梦吧 自从进化后 经验获取难度增加 以及升级经验值倍率激增 正前已经很久没有过等级人生了 这个人类 如果不用灵界突破技能 战斗力大概也就和科多兽持平吧 LV11后 正前杀一只科多兽 经验更少 只有一百点 杀这么猜的一个人类 居然能连升六级 从一次进化LV11升到LV17 分别需要1268 1554 1898 2312 2809 3407 4125经验 共计将近一万两千的经验 杀一个人类 就这么多 这也太 通告 技能真理已提升 当前等级LV9 通告 技能真理已提升 技能真理已max 通告 技能真理 解锁点悬赏任务已解锁 不光是等级提升 连技能真理也连升两级 看着技能槽里赫然写着的 真理LVMAX字样 正前有些不敢相信 杀一个人类 居然会有这么大的收益 这简直就像是在鼓励正前杀人一样 解锁点悬赏任务是什么 正前点开一看 真理的界面出现了一张羊皮纸的图样 上面如墨水渗透般 逐渐浮现出一只魔兽的画像 以及几排文字 主线任务 击毙二层boss美渡沙之首 任务奖励 50解锁点 失败惩罚 5 50解锁点 WTF 老子打打杀杀到今天九死一生 加上刚才得到的5点 一共就只拿到了35点解锁点 这一个什么任务 就有整整50点 话说 美渡沙之首 正前仔细打量了一下画像里的魔兽 这个魔兽长相极其诡异 整体看起来就像一颗悬浮在半空的少女头颅 图像边缘还细心地标注了长宽尺度 通过尺度对比 这颗人头足有50米之近 头颅双目紧闭 似有忧愁 其飘飘长发并非头发 而是无数毒蛇 所有毒蛇尾部都连接在头皮上 也就是说 这群人类 刚才就是在和这只魔兽战斗吗 正前顿时感觉几倍发凉 因为真理MAX以后 光靠画像就能检测出对象的所有数据 而这个名为美渡沙之首的魔兽 是树直近视 你 你到底是神妙怪物 就在正前惊恶于美渡沙之首的强大时 背后突然传来了猫幼的声音 回过头 伤痕累累 HP只剩个位数的猫 又不知何时已经醒了 他仅存的一只眼 正用看到怪物般的眼神 看着正前 为什么喵 你一杀那个人类 全身伤势就是痊愈了 还有你的气息 为什么会一瞬间增强那么多喵 猫幼有些匪夷所思 照理说 魔兽的成长和一般生物一样 都讲究一个循序渐进 可眼前这头又龙形魔物 仅仅是杀了一个人类 身上伤势痊愈不说 实力竟也瞬间突飞猛进 这就好像一个婴儿 Bird一下 瞬间变成了一个身高近两米 体重两百斤的大只鸡老 这绝对不正常 他从未见过这种魔兽 如果说 先前猫幼还不理解 自己为什么会败给正前 那么现在面对连升六级的正前 他已经不敢再对其发动任何挑战了 你他喵 到底是什么怪物喵 面对猫幼惊恐的质疑 正前面色如常 吊儿郎当地走向他 我问你 是想死在这 还是跟我去杀二层boss 啊 正前的话 让猫又怀疑自己耳朵 是不是出了问题 杀二层boss 每度杀之手 你疯了吧 喵 正前冷笑一声 说道 原来你知道那只魔兽的名字 废话 生活在二层的魔兽 谁不知道喵 他可是二层的boss 因为没有行动能力 所以永远助手在三层入口 等下 难道你 猫又突然想明白了什么 他大为惊恶地望向正前 与之四目相对 两久 他才确定了什么 开口问道 该不会是想杀了美渡杀之手 前往地下城三层吧 喵 正前没有回答 只是笑着用点头肯定了这个说法 你真的是疯了喵 猫又不顾烧伤大声呵斥 你现在的实力 连我都能轻松击溃喵 只要不去招惹美渡杀之手 在二层完全能横着走 为什么要去冒险喵 正前没有说话 因为猫又没有真理技能 不明白升级是什么 要给他解释很吃力 简而言之 正前的等级越高 击杀魔兽获取经验越少 连升六级后 即便没有验证 正前本身也能感觉到 杀二层魔兽得到的经验值 也变得困难了一些 加上因为每次升级需要的经验值 都是以固定倍率 加当前等级数得到的 而一次进化后 倍率为1.2倍 这就导致正前升级所需的经验 增长得异常惊人 LV11的时候是1268 现在LV17升一级 需要4125 增加了三倍之多 此消彼长 以这个趋势 相信二层很快就会 无法满足升级需要 你究竟想要干什么喵 叫正前不说话 猫又再次发问 正前凝视他 说道 你刚才提到 那帮人类是为了离开地下城 才去攻略二层boss的 对吧 此话一出 猫又瞬间明白了正前的意思 你难道 难道真的想离开地下城喵 正前会心一笑 看来 往深层探索 果然能够离开地下城 说说吧 怎么离开地下城 猫又明白了什么 急脑地反问道 你在套我花喵 是又怎样 反正你已经说了 就说说清楚呗 我为什么要帮你喵 猫又恶狠狠地质问 正前笑道 你不说也无所谓 反正我这边 也有可以侵入大脑的技能 只不过会造成极大的痛苦 而且会让你变成白痴 你不说 我就直接侵入你的脑子 提取我需要的信息 此话一出 猫又脸色顿时泛清 这类技能并不算罕见 三层开始 一些精神类魔兽都会用这种技能 毕竟地下城嘛 魔兽为了生存 演化出什么样的奇葩技能 都不值得惊讶 剑猫又犹豫 正前又说 如果你告诉我 并且愿意配合我 我不光可以放你一条生路 还能治好你 打一棒吹 给一颗糖的道理 正前还是懂的 说实话 提取记忆这个技能 确实是有的 但是需要二次解锁点 如果可以 正前不想浪费宝贵的解锁点 果然 猫又听到后耳朵动了一下 良久 他才敢有些警惕地 再次对上正前视线 你 你说的是真的喵 正前一拍胸脯 君子一言 四条疯狗难追 这个世界上 其实不止一座地下城 川东地下城 只是其中比较小的一座 传说 比太古还早的明古时期 诸神是与世间万物生活在一起的 由神明统治的这个世界 自明古时期 就一直惺惺向荣 可不知为何 大概是在太古时期后期吧 神明留下了共十座地下城 然后突然离开了这个世界 原因 目的 一概不知 而这段时间的历史 好像也被人为的抹除了 不过截止至今 神明虽然不太出现了 但与这个世界的联系从未断过 并且一直保持着对这个世界的统治力 当然 这里的世间万物并不是指人类 人类是明古之后 太古时期早期演化出来的生物 这些信息 是所有地下城的土生魔兽 自出生就自带的知识 而根据猫又所说 地下城出入的方式 其实有很多 人类最常用的是空间转移魔法 这个魔法魔兽很难习得 即便习得了 因为有一个极其苛刻的使用条件 魔兽也不可能依靠这个魔法 离开地下城 所以 对于地下城的土生魔兽 还有那些因某些原因误入地下城的魔兽而言 想离开地下城 只有一个办法 打穿地下城 地下城 其实并不是在地下 它的每一层都是独立的空间 并且每一层涌道 其实都是空间转移魔法阵 只是做成了涌道的形状 所以这些涌道 都是只进不出的 你能通过每层的涌道 进入下一层 但是无法通过这个涌道 返回上一层 故而 一旦进入一层 就不可能再返回零层 更不可能通过大门 离开地下城 而在地下城五层 存在一个最终涌道 只要击毙五层的最终Boss 就能通过最终涌道 离开地下城 前往外面世界 猫又说到这里 正前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 地下城五层的最终Boss 正前当然见过 那是正前这两辈子 最大的心理阴影 朝上位魔兽 LV355的 立伟坦 想到那近乎无可撼动的力量 以及真理检测出一串只有 的数据 正前就止不住的有些哆嗦 必须要杀了他 才能离开地下城吗 话说那种怪物 真的能被杀死吗 看你这样子 是在哪里见过立伟坦了喵 猫又有些讥讽地说道 正前点点头 你不是说 地下城每一层都是独立空间 魔兽不能乱跑吗 猫又笑道 这可和立伟坦无关喵 他可是名古时期神明的座奇 一直活到今天 是川东地下城最强生物喵 他可以自由出入地下城任何一层 没人杀得了立伟坦 也没人拦得住他喵 他在地下城 只是因为他想驻守地下城罢了 所以 你想离开地下城 说到底 只是痴人说梦妙 说到这里 猫又似乎是历劫了 瘫软在地上 大口喘息起来 因为伤重 他的HP 其实一直在 以极慢的速度流失 现在他的HP 只剩下了三点 再这样下去 他会在十分钟内断气 我 我已经把我知道的 全说了喵 你 你该信守诺言了 看着他好像随时会死的样子 挣钱想了想 你就不想出去 猫又先是愣了一下 玄机自嘲地哼了一声 想 当然想 你见过哪只猫 心甘情愿被关在笼子里喵 但是想有什么用 想就能出去吗 猫又的眼中 竟是对受生的无奈 和对自己命运的不甘 挣钱叹了口气 对他的想法 也是感同身受 地下城的魔兽 都是凶残的 但同样 也是可悲的 他们生来 就被囚禁在了笼子里 而且随时可能丧命 沦为其他魔兽的附中餐 解锁 治愈 消耗两点解锁点 技能 治愈 以解锁 解锁 凝神 消耗两点解锁点 技能 凝神 以解锁 挣钱毫不犹豫 连开两个技能 旋即 他轻轻将笼爪放在猫又额头 治愈 轻轻默念 挣钱的手掌 顿时发出翠绿色的光滑 猫又见状大惊 以为挣钱是要违背诺言杀掉他 但还没等他反抗 这股光滑中蕴含的精粹生命能量 就让他感觉一股热流注入体内 直达灵魂深处 这是 失血麻痹的身体 逐渐恢复了知觉 冰冷的指尖又有了温度 破开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折断的骨头 合拢成衣 被高度烧伤的猫又很快恢复了容貌 那是一个阴色 齐肩发少女的模样 身段娇小窈窕 五官精致 兵姬育肤 放在任何地方都能称之为美人 若不是挣钱为他使用治愈技能 恐怕这个容貌将再无重建天日的可能 治愈是技能树星图技能 和超速再生紧贴在一起 以消耗MP为代价 恢复自己或者有方伤势 恢复量是MP消耗的两倍 即一点MP 恢复两点HP 另一个技能超速再生 虽然不需要任何消耗 但其恢复需要一定的时间 同时只能恢复自己 从实战角度说 超速再生 是远不如治愈使用的 另一个技能凝神 和治愈正好相反 是消耗一点HP 恢复两点MP 凝神和治愈 这两个技能组合起来 可以形成一种涌动机组合 是最实用的技能 当然 不可能真的涌动 两个技能每次使用 都需要额外消耗5点HP 并且存在一定的硬值 若没有这些限制 郑前现在恐怕能直接用消耗战 拖死三层BOSS 猫又蹭地从地上窜了起来 他匪夷所思地打量起自己的手脚 完全想不明白 这个雏龙是怎么做到的 你 你做什么妙 治好了你的伤而已 郑前没和他啰嗦什么 转身又用反复使用凝神和治愈 恢复了消耗的MP 以及为了恢复MP而损失的HP 郑前说道 我虽然不能承诺 你能离开地下城 但至少能让你在这二层过得衣食无忧 你愿意和我一起吗 猫又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 他有些木讷地望着眼前这个 体长只有65公分 不知是黑龙还是黑狗的魔兽 良久 他才说 你的意思 是要去杀美度杀之手瞄 郑前点点头 你的实力很强 迄今为止 我二层遇上的所有魔兽里 就你最强 猫又一听 鼻子都快伸到天花板了 毛茸茸的耳朵也竖了起来 他插着腰 很是自豪地说 那是当然了 喵 只要我解除人形 用魔兽形态 那么整个二层 除了美度杀之手那个婊子以外 我就是最强了喵 那就跟我去杀美度杀之手吧 猫又弩弩嘴 我为什么要跟你冒险喵 郑前竖起一根手指 只要你杀了美度杀之手 你就是二层的老大 虽然不会让你去到外面 但至少在二层 你就能获得绝对的自由 想干嘛干嘛 谁都不敢招惹你 到时候 你就是这里的女王 你不觉得很爽吗 此话一出 猫又耳朵又动了一下 老大 女王 他低着头 嘴角捏入着这两个词 两久 他抬头红着脸道 真 真是没办法瞄 看在你救我的份上 我就帮你一回 攻略美度杀之手吧 喵 看他一副傲娇的样子 郑前笑了笑 也没说什么 跟上吧 说着 郑前转身就走 猫又健壮 连忙追了上去 对了 你到底是龙还是狗啊 喵 龙 怎么了 哦 不太像喵 难道我像狗 小黑狗 肚子大大的 头也像狗 以后就叫你狗东西吧 郑前 你不狗吗 把那个人类 活活拖到没力了才杀 还打伤我 又治好我 说 你是不是想要我 帮你生孩子喵 我他妈才一个月大 毛都没长呢 郑前捏了捏发疼的眉心 算了 叫什么都无所谓 你叫什么名字 我 猫又弩弩嘴 我没有名字 地下城的魔兽都没名字 因为没必要 郑前想了想 那成 你叫我狗东西 那我就叫你猫南北好了 啪 猫又尾巴当场就开始拍地了 猫南北是什么鬼啊喵 走吧 望着郑前一摇一摆的背影 猫南北嘟囔了一下小嘴唇 捏入了一句 人家其实是有名字的了 便一个剑步跟了上去 直接去打马喵 听动静 人类还在和美杜莎之手打 没必要硬碰硬 咱们静观其变 坐收渔翁之力 首先要纠正一个观点 也是正前来到地下城后 理解最深的现状 地下城里几乎所有魔兽 脑子里都是没有升级和技能的概念的 它们升级只是活着的附带品 技能只是活下去的手段 魔兽也不会为了升级去杀戮 因为杀戮只是为了捕食填饱肚子 经验值对魔兽来说 只是捕食时的副产品 所以 地下城的魔兽的实力 除了猫南北这种变异品种以外 大部分都只和年龄成正比 活得越久 等级就越高 能力值也就越高 其中 也包括智力 而美杜莎之手 就是这样一只怪物 智力是一个隐藏属性 它不会写在面板上 但却是影响魔兽战斗力最大的属性 作为二层boss 美杜莎之手 至少已经活了500年 它虽然 看起来像磕直径20米的人头 还具备浮空能力 但实际上它没有移动能力 只能永远待在原地 就像一座固定炮台 死守着二层通往三层的涌道 因为移动对它来说是无用的 想要攻略二层的人类 想要通往更高层的魔兽 都必须经过二层涌道 所以只要守住这里 猎物自己就会源源不断地送上门 根本不需要主动捕猎 既然不需要捕猎 为什么还要移动的能力呢 这种生存方式 倒是和海魁等珊瑚岗动物很像 为了川东王国的后人 灵界突破 回屋强壮 却遍体鳞伤的中年武僧大喝一声 全身爆发出和刚才那个青年骑士一样的惊骇红光 灰舞着手上遍布裂痕的鬼面拳套 中年武僧发出歇斯底里的咆哮 一跃扑向眼前的庞然大雾 试图用生命发动最后一击 但是很可惜 武僧距离那怪物 还有整整五米之巨便戛然而止 十几条猛猛如牧羊鞭般 咬住了它的四肢和躯干 死死地固定在半空 有几条甚至精确地贯穿了它的双肾 肺部和心脏 武僧奋力挣扎 却是动弹不得 美毒杀之手的本体 也就是那颗直径二十米的头颅 张开了嘴巴 可以看到 它的口腔并不是人类的牙齿和舌头 而是类似于七腮蛮 却比七腮蛮还要密集十倍的满嘴力齿 心脏和肺部被贯穿的武僧渐渐失去了力量 最终 被十几条蛇慢慢送进了气口中 一顿咀嚼之后吞噬殆尽 周遭剩余的十几个人类见状 顿时面露悲痛之色 有的高声呼喊武僧名字 有的低头气不成声 有的垂地奋手无声哽咽 正前河猫南北 则在不远处的角落里 看着这些人类 一个个汗不畏死的 向美渡沙之手发动猛攻 然后逐个惨死 整个空洞的地窟遍布残枝断壁 以及各种被血染红的武器装备 从数量上来看 原先至少有一只两百人的队伍 来攻略美渡沙之手 而现在 已经只剩下寥寥十余人还活着 哈哈 这些人类真笨喵 明知道打不过 还来送死喵 猫南北 像是在看相声一样 看得津津有味 正前倒是面无表情 他并不关心这些人类的死活 对他们的信念的没兴趣 正前只希望这些人类 能够更疯狂一些 多消耗一些美渡沙之手的血线 毕竟 美渡沙之手的面板 实在太过恐怖 若是直接对上他的全胜状态 正前将毫无胜算 对象 美渡沙之手LV-112类型 罕见 超中卫魔兽 HP 14951 19346MP 22854 26781AP 2916 6618力量 2199魔素 8433物防 零魔防 14691感知 809综合敏捷 零这个数据 不可谓不绝望 物防为零 意味着即便是婴儿的一击 也能对他造成伤害 综合敏捷为零 意味着他几乎只能待在原地 但这不是好事 他的HP接近2万 MP接近3万 魔防达到了恐怖的15000 这种情况下 即便他没有物防 也很难对他造成实质性的打击 而郑钱选择恶化雏龙的进化方向 固然是平衡了些属性 但本质上 郑钱依旧是一个法师 这种魔防近乎无敌的怪物 可以说是郑钱的天敌 偷袭更是不可能的 他那高达8000的感知 让任何偷袭 只能暴毙在墙堡之中 想要用等级压制 更是痴人说梦 郑钱的等级已经很高 而等级越高 经验值获取效率就越低 升级所需经验 又是成几何倍数上升的 美渡沙之手 在这里生活了400多年才 LV-112 挣钱想要超越这个等级 至少需要100年 只有现在 人类军队的人海战术虽然失败 但美渡沙之手 也受到了一定的伤害 HP和MP都损耗了三分之一 AP也大幅度消耗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美渡沙之手 恐怕都不会再像现在这般虚弱 现在 就是杀掉美渡沙之手的最好机会 一旦错过今天这个机会 等美渡沙之手恢复过来 恐怕未来几十年 郑钱都会被困在这地下城二层 而且 郑钱也并不打算让这里的人类全部死绝 这些人类活着 还有大用处 人类一方人数 已经只剩九人 他们撑不了多久 郑钱趁这段时间 大脑飞速运转 推演这一切可能的战术 美渡沙之手的感知高达八千 想偷袭是绝对不可能的 但是正面对战 即便他已经消耗严重 也绝无胜算 既然如此 就要挑他的破绽 在他忙于应付人类 即便发现偷袭 也无力应对的瞬间 一口气发动最猛烈的攻击 削掉他的血线 然后再用正面消耗战 活活耗死他 只有这样 才有胜算 升级 会心一击 通告 会心一击已升级 当前第一次升级 消耗解锁点五点 会心一击已提升至LV4 当前倍率三倍 剩余解锁点十四点 升级 会心一击 通告 会心一击已升级 当前第二次升级 消耗解锁点十点 会心一击已提升至LV5 当前倍率四倍 剩余解锁点 四点解锁 弱点击破 通告 弱点击破已解锁 消耗解锁点三点 正前将所有可用解锁点 全部投入 胜败在此一举 赢了包养嫩魔 输了下海干活 经过和青年骑士的战斗 以及至今为止的观战 正前确定了一点 这些人类各个旱不畏死 在绝境中 这些人类一定会发动 最后一波自杀式攻击 果然 就在正前思考之际 九个人类互相搀扶着站了起来 手握破破烂烂的兵器 他们彼此相互对视 仿佛在和朝夕相处的同伴诀别 紧接着 九人坚定的目光如利剑般 射向美杜莎之手 紧接着 临界突破 九人齐声爆喝 九道红光刹那间 将空旷的地窟照得掩如白昼 撕美杜莎之手 那宛如头发的几百条蟒蛇 同时发出了抖性声 也难怪 这九人是人类队伍里最年轻的 恐怕在美杜莎之手眼里 他们九个是最美味的猎物了吧 九人发出歇斯底里的咆哮 他们齐刷刷地迈开脚步 向着赢不了的敌人 发动了最后的冲击 正前见状 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猫南北 刚才已经吩咐过你 怎么做了 别拖后腿 好的喵 你也不许赖皮 干掉美杜莎之手后 我做二层羽王 你滚去三层喵 啊 我对二层这种穷乡僻壤 也不感兴趣 说完 正前便一跃 沿着阴影 开始向美杜莎之手的方向摸去 啊 年轻的骑士 被贯穿胸膛 狠狠地压在天花板上 身后的队友 踏着同胞鲜血 奋不顾身地向那不可撼动的怪物 挥出利刃 一刀斩下一条独莽的舌头 美杜莎之手的HP 瞬间少了一百多 可不消两秒 断口便长出了新的舌头 一口咬在了一名人类的脖子上 一个 两个 三个 仅存的人类接二连三地死去 根据美杜莎之手的感知 正前小心翼翼地摸到了极限距离 等待着最佳时机 四个 五个 六个 人类距离美杜莎之手越来越近 而人数也仅存三人 终于 在一名队友以身为盾的保护下 最后两名人类终于冲到了美杜莎之手的近身 并一跃而起 为了死去的同胞 为了穿冬 长矛和利剑深深地扎入了美杜莎之手的下额 就是现在 正前见状大喜过望 青绿色的血液如喷泉般涌出 美杜莎之手 发出歇斯底里的惨叫 由于物防为零的缘故 两个弱小的人类这攻击 竟直接消掉了他一千多HP 美杜莎之手暴怒着 将所有蟒头都咬向了身下的人类 喵 把地下城女王的位置 让出来喵 阴色的流光 划破黑暗 化作兽型的猫南北 综合敏捷高达六千 但在美杜莎之手八千多的感知面前 还是太过迟钝 近一半的蟒头 瞬间折转角度 攻向猫南北 就好像一开始就知道他会攻过来一样 美杜莎之手并非没有智慧 恰恰相反 他的智力不是人类这种低级生物能比的 我还以为是谁 原来是万年老二想鱼翁得利 太天真了 正好 我也想吃你很久了 这一瞬 美杜莎之手是这样想的 但是 他没想到的是 除了人类和猫南北 在场还有第三人 弱点击破 视线里 美杜莎之手身上出现了数个红色光斑 这些光斑就是其生理弱点 一旦击中 就能造成最大化伤害 会心一击星号脉冲 早已蓄力地挣钱 凝神定气 脚步踏出了神的时间 哄 地面当场反翘起一大块 碎石冲天起 挣钱整个人仿佛化作了炮弹 急迟而过的雏龙 将沿途的石柱都溶解成了岩浆 所到之处一片火海 LV5的会心一击 能将所有属性以四倍的数值 转化为技能威力 满状态的挣钱 使用会心一击脉冲 威力大的难以想象 速度更是超越了猫南北 美杜莎之手所有蟒头 都在集中应对人类和猫南北 挣钱的突然出现 完全出乎其预料 他连忙奋出四五十颗蟒头 咬向挣钱 但挣钱这突然袭击实在太快 且太过出乎意料 蟒头甚至没来得及 扎捆提升强度 挣钱便迎头撞上 高温高压 当场将这些蟒蛇撕成烂肉 挣钱的头锤 直勾勾地撞在了 美杜莎之手的后脑勺上 只听砰的一声 美杜莎之手当场发出了 仿佛千人同叫的怪异惨叫声 咔咔 挣钱明显听到了 自己颈椎和头盖骨碎裂的声音 若不是技能无敌生效 恐怕这一击 挣钱自己也得避命 美杜莎之手 纵横地下城二层五百年 何曾受过这等伤害 这一击 直接将它后脑勺 都给砸得凹陷进去 四百年未曾动过一步的庞大身体 更是被直接击飞百米之遥 狠狠地嵌入了岩壁内 顷刻间 大片岩石分崩离析 整个地下城二层 都产生了坍塌般的剧烈振战 可呀 无力地瘫倒在地 挣钱根本顾不上治疗 连忙将视线投向远方尘埃里的美杜莎之手 HP 0 19346 直到看到这一串数字 挣钱这才放下心来 虽然身负重伤 奄奄一息 但好在赢了 没想到 居然这么容易 挣钱露出一抹凄惨的微笑 旁边幸存的两个人类 呆饿地看着挣钱 他们似乎还没从刚才一瞬间的战斗中回过神来 眼中写满了疑惑和惊恶 我们被魔兽救了 他们的眼里满是对这个难以置信的现实的疑惑 罗南 我们 活下来了 二层boss 死了 年轻的人类骑士目光死死盯着挣钱 是啊 张月 好像是两个魔兽欲望相争 我们活下来了 另一个年纪稍大的国字脸骑士口吻中透着浓浓的喜悦 那 那现在怎么办 那个叫张月的年轻骑士又问 名叫罗南的骑士咽了口唾沫 将目光投向挣钱 喜悦的眼神里逐渐浮现出杀意 不管怎么样 魔兽就是魔兽 这只龙形魔兽体格小 但我能感觉到 它体内散发出的威亚 能够击杀每度杀之手的魔兽 一旦被它成长起来 也会成为我们人类的威胁 说吧 这个叫罗南的骑士 捡起地上断剑 一瘸一拐地走向挣钱 我们已经不可能活着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能够同时击杀每度杀之手 和这个龙形魔兽 是我们能为后人做的最大贡献 一旁名为张月的年轻骑士听闻 虽然有些犹豫 但还是捡起地上的武器 走向眼前这只龙形魔兽 他们说的话 正前听得一清二楚 恩将仇报 用这个词形容 这两个人类身上再合适不过 不过正前却并没有放在心上 旁边的猫南北 也并没有出手阻止这两个人类 因为这本来就在计划之内 会心一击 会清空HP MP和AP 这种状态下 正前是极度虚弱的 那么请问 补充HP MP和AP 最好的手段是什么 答案是 升级 人类又菜经验又多 用了境界突破后 这两个人类 连剑都拿不稳 这两个人类救下来 本就打算用来杀掉恢复状态的 如果他们感恩的话 正前反而会因为良知 有点不太好下手 恩将仇报 正前求之不得 然而 就在两个骑士准备动手 正前也做好了反杀的准备之际 突然 就听轰隆一声 方才被美杜莎之手砸烂的岩壁处突然爆开 正前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 一道轻盲 便擦着其脸颊飞过 下一瞬 哇 身旁 身旁 传来了那个名叫罗南的 人类的惨叫声 刺耀 老子血包 什么情况 发生了什么 一股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瞬间压在正前肩头 回过头 只见是一条腰粗的蟒蛇 一口将那个名叫罗南的人类 拦腰咬断 那条蟒蛇 还在吞咽着罗南的上半身 尚未完全断气的罗南 依旧在抽搐 眼神绝望地盯着张月 很快 他的上半身 就被完全吞进了蟒蛇口中 剩下的手臂 也还在阴急随反射 而微微抽动 这条蟒蛇 正前当然认识 是美度杀之手的头发 这么说来 正前这才意识到一件事 以美度杀之手的等级 杀了他 自己再怎么样 也应该能升一级 可是并没有 连经验值都没长一点 也就是说 死死 耳朵里又听到了蛇性的嘶鸣 长期在地下城培养出的危机意识 让正前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 扑的一声 龙爪一击 贯穿张月心窝 张月顿时惨叫一声 他怎么也没想到 看似冰死的龙形魔兽 竟还具有这么强的力量 就这样带着惊恶不解 当场暴毙 通告 等级已提升 当前等级LV18 升级瞬间恢复状态 正前马不停蹄地躲闪 连头都不敢回 便向远离美杜杀之手的方向滚去 轰轰轰轰轰 数十条蟒蛇 仿佛炮弹般 击碎了正前上一秒所在的地面 张月的尸体 甚至还没来得及倒地 就被炮弹般的蟒蛇 撞成就碎肉 狗东显 怎么回是喵 美杜杀之手 不是已经死了吗 为什么这些蛇还活着 与此同时 猫南北也发出了惊呼 只见剩余的百余条蟒蛇 几乎全部冲出尘埃 射向猫南北 那速度快的诡异 若不是猫南北解除了化形 使用的是兽态 恐怕根本躲闪不及 但即便如此 面对豪雨般扑来的蟒蛇 以及那炮弹般的速度 依旧让猫南北苦不堪言 全身多处被擦伤 好不容易躲开所有攻击 和正前会合 两人却发现 周围已经不知何时 被这数百条蟒蛇包围 正前顿时头皮一阵发麻 中套了 美杜杀之手 那个人头状的外形 根本是幌子 对象 美杜杀之手 狩猎形态 LV-112类型 罕见 超中位魔兽 HP 49781 49781MP 4321 4321AP 17549 17549力量 6199魔素 433物防 7600魔防 1043感知 15436综合敏捷 6636属性颠倒了 怎么会这样 双形态 若不是没有汗线 正前这回可能已经满头大汗了吧 刚才那一击 美杜杀之手的HP 确实已经归零了 可这个狩猎形态 又是怎么回事 狗东西 这是怎么回事喵 为什么BOSS又复活了喵 快想想办法呀 我在想 我在想啊 你别吵 就在正前惊慌失措之际 包围他和猫南北的群蛇 开始往一处汇聚 几百条大蟒相互缠绕 汇聚 进名城一捆后 聚合成了一条体长十余米的超大型蟒蛇 就像宝莱物机器人之链一样 卧槽 现实里 看着好恶心 妈的 能不能来点羊间的BOSS 斯斯斯 有两条蟒蛇组成的蛇性 发出类似于指甲瓜黑版的难听蛇名 他没有说话 这种等级的魔兽 不可能不会说话 对于必杀的猎物 没有交流的必要 正前从每一条蟒蛇的眼中 都读出了这个信息 弱点击破 如果消耗100点AP 正前试图窥探其弱点 然而结果令人绝望 整条聚合型蟒蛇都散发着红光 意味着它全身都是弱点 也意味着 不把这些蟒蛇全部杀光 则无法真正意义上的杀死美度杀之手 就在这思考的短短几秒钟之内 聚合形态的美度杀之手动了 庞大的身躯微微前倾 压倒性的杀意 让正前全身鳞片都不受控制的乍气 要来了 正前只来得及说出三个字 美度杀之手便动了 轰的一声 坚固的岩基地面爆裂 空气瞬间被灼烧 巨大的身躯带来极其夸张的风压 让正前感觉整张脸都要被压扁 50米的距离仿佛不存在般被抹除 好快 连这个念头都来不及想完 美度杀之手长大的嘴巴已经近在咫尺 闪 正前和猫南北分向两边闪开这夺命一击 然而没想到 美度杀之手一击扑空 竟又分化成数百条蟒蛇 分别咬向正前和猫南北 这特么 如此灵活的攻击手段和形态转换 让正前连惊讶都来不及 右臂便传来了一阵撕裂剧痛 右手竟被其中一条蟒蛇一口撕了下来 当场吞入肚中 正前进的心都快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面对豪雨般扑来的蛇群 他拼命闪躲 坚固无比的龙铃 竟如纸片般弱不惊风 哪怕只是擦到 身上就会多出一条祸口 太快了 根本来不及反应 只能凭感觉去躲闪 正前此刻根本顾不得消耗 不断地催动脉冲技能提取 咬着牙 忍着痛 向接二连三攻来的蟒蛇群 发动反击 正前现在算是明白了 美杜莎之手 其实并不是指它人头的那个部分 它从来不是单个魔兽 而是216条蟒腰的聚合生物 这216条蟒腰 其实生存方式就和管水母一样 以团体合作的方式 聚合成一个生物的形态 维持整个群体的生存 那个人头部分 就是这些蟒腰聚合器官 为它们提供连结 获得超速再生 营养共享 魔速抵抗等技能 正前打碎人头部分 只是剥夺了美杜莎之手的这些技能罢了 但同样 没有了这个聚合器官 这些蟒腰也失去了拖累 其攻击性和狩猎能力大幅度提高 凝神和治愈不断地使用 勉强让HP和MP维持在安全线 但蟒腰们的进攻实在太过激烈 即便正前只承受了一半数量 另外一半正在进攻猫南北 这攻势之强也让正前苦不堪言 竭尽全力的反击 以变体鳞伤为代价 却也只打中了四五条蟒腰 收获了击杀三条的凄惨战绩 反观正前自己 高强度的战斗 让AP像串西一般猛烈下降 打不赢 就算凭着技能优势 一时半会能撑住 但这样下去 一旦我的AP归零 就会因为体力不支 丧失反抗能力 话说回来 若不是午夜力量提供了 超上限三倍的AP 我恐怕早死了吧 哼 故意卖了个破绽 龙爪猛地将一条蟒腰撕成四段 第四条 挣钱艰苦地记着数 攻势却丝毫得不到缓解 根本没有喘息的机会 反观猫南北那边 他也只凭敏捷优势 杀掉了五六条蟒腰而已 最操弹的是 这些蟒腰 是被算作一个整体的 杀掉一条也就降低220左右的HP 其他MP和AP 根本不会有任何损失 密密麻麻的蟒腰 从任何可能的角度攻来 躲开差点咬开裤裆的一嘴 正前一口 将这条下流的蟒腰咬成两截 AP已经见底 不能再拖下去了 猫南北 往我这边靠 极端的求生欲 让正前不得不尝试最后的手段 猫南北一边艰难躲闪 一边喝道 你有办法喵 是死是活 都得拼一把 狩猎形态的美杜莎之手 虽然战斗能力大幅度提升 物理层面立于不败之地 但它并非没有弱点 因为没有那个人头状的连接器官 它失去了对魔素抗性和超速再生 魔素只有433 魔抗只有1043 这是唯一的破绽 正前河猫南北飞速靠近 所有蟒群紧随其后 在河猫南北相遇的瞬间 正前的龙爪伸出 一掌拍飞猫南北 面对左右夹击的200多条蟒羊 正前一个急停立于原地 弱点击破 彗星一击 星号太虚荣熙 将自己的一切都注入这一击之中 正前张嘴的这一刻 蔚蓝色的火焰 瞬间挤爆了整个洞穴的每一个角落 200多条蟒羊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就在这刺眼的强光中 退成线稿 像被无形的橡皮擦过一般 彻底淹没在这炙热的高温中 等级越高 升级越难 同样 等级提升带来的属性提升 也越强大 LV19下 正前的主要属性分别为 HP-2557MP-2879AP-267魔素 1639LV5的彗星一击 能将HP、MP和AP 以四倍数值 转化为当前攻击所需的属性 AP由于午夜力量这个技能的缘故 超过了上限三倍 故而 这一击的魔素伤害高达26587 太虚龙溪又是龙族自带的最强攻击技能 其技能陈述是造成超大范围内的群体伤害 最大捕获目标9999 伤害倍率为魔素的20倍 故而 太虚龙溪能够对零魔防的目标造成五二万魔素伤害 狩猎形态的每度杀之手 魔防为1043 魔防的计算公式十分复杂 正前大概研究过 计算公式为等于我方魔防除以 我方魔防加200除以1 最终到的伤害数据 还要再带入双方等级差成0.1%的二次减免 总之 算上两者的等级差之后 1043的魔防等于88%左右的魔素伤害减免 所以这一击足够击毙每度杀之手 但风险自然是有的 使用了会心一击 如果不能击毙对手 那么死的就是自己 是只有孤注一掷时才能使用的杀招 绝招绝招 那是自绝后路的死招 面对这么强的对手 若非自己快要败下阵来 挣钱断不可能使用这种自绝后路的招数 扑通一声 HP只剩1 其他所有属性都被清空的正前轰然倒地 一旁的猫南北已经看猛逼了 比起先前对自己喷的龙溪 这一口龙溪的威力翻了不知道多少倍 太虚龙溪无论威力多大 正前正后方15度角内永远是安全区域 猫南北就在这其中 然而15度开外 已然化作炼狱 地面全部化为岩浆 天顶上的中乳石也被烧得通红 像水果洞一般低落 高温 让一公尺开外的所有事物 看起来都在扭曲 滚烫的热浪 几乎要把人脸皮都给烧焦 好 好厉害喵 猫南北已经激动得不能自已 他连忙恢复人形 飞奔过去 就要抱住正前 狗东西没想到你这么厉害 我们赢了喵 别过来 然而猫南北还没来得及抱上正前 就被正前一声喝停 吓得他头发都炸了起来 正前非但没有一丝高兴 早已动弹不得的他艰难地藤抹着目光 扫尸大片火海 像是在警惕着什么 良久 正前喝道 还没结束 我没有升级 美渡沙之手还没死 美渡沙之手还没死 正前现在的经验值是 64357270 以美渡沙之手这种等级的怪物 没理由不升级 正前警惕四周 在哪里 刚才的太虚龙西应该消灭了所有猛妖才对 难道还有剩下的 正前疯狂地喘息着 将探视技能摧发到了极致 试图恢复已经归零的AP 只要能够恢复一点AP 就能恢复最基本的行动能力 就在这时 距离三米开外的岩浆猛地爆开 一条金色的猛妖突破岩浆 将嘴张成180度角 直勾勾咬向正前眉心 这条猛妖速度何其之快 以至于正前只能勉强看到一抹残影 HP只有1的现在 若被击中正前必死无疑 说时时乃时快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狗东西小心 猫南北大喝一声 直扑过来 只听一阵血肉割裂的撕拉声 猫南北以身体护住正前 一条钳枝当场被这金色蟒腰咬中 这金色蟒腰直径达一米 力大无穷 它身子只是用力一凝 猫南北这条钳枝 就发出了骨骼粉碎的琵琶声 被凝成了破妈布状 其本就少之又少的HP 当即跌到了个位数 嗯 给我死开 猫南北忍着剧痛 一爪挠了下去 这条金色蟒腰当场被撕成了三四截 击飞出去 正前一看 对象 美杜莎之手 核心兽 LV112类型 罕见 超中位魔兽 HP 27 1664MP 4321 4321AP 0 967魔素力量之类的六角面板 已经没有看的必要了 虽然高的离谱 但没有HP和AP的支持 再高的六角面板 都毫无意义 只是没想到 这美杜莎之手 居然真的存在核心兽 而猫南北这边 HP只剩7 没想到 最后的最后 我居然被这只看样子 不太聪明的猫给救了 为什么 救我 凝视它已经骨折的前肢 挣钱有些困惑 照理说 让核心兽杀了自己 再杀掉核心兽 才是最好的选择 猫南北苍白着脸 艰难地扯出一个笑容 咱们不是说好了喵 杀了这畜生 我做二层老大 你滚去三层 说好了要合作 我怎么能让你死喵 更何况 刚才你救了我喵 我更不能让你死了喵 猫南北天真的话 让挣钱有些好笑 再想想先前人类的忘恩负义 挣钱心想 看来以后我人类至上的思想得转变一下了 但眼下 地上 金色的核心莽腰 只剩头颅和往下三寸 可即便失去了90%的身体 他却依然没有死 他恶狠狠地瞪着正前 努力扭动身体 似乎在筹划着再一次的进攻 别费劲了 你的胃都没了 根本吃不了东西 也没有恢复的可能 已经恢复EAP的正前 有力气站起来 摇摇晃晃地走到他身前 该死的杂种 我是二层之主 你竟敢这样对我 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这是美杜莎之手 唯一一次和正前说话 之所以说是唯一一次 是因为他说完的瞬间 正前就一脚踩碎了他的头颅 然后捡起来塞嘴里 咀嚼了两口 就吞入腹中 正前已经不是 当初那条出出茅庐的幼龙了 成王败寇是自古真理 谁有功夫 跟你逼逼赖赖讲什么道理 你又不是什么谅妞 要说讲道理 也有一条道理可讲 我赢了 你输了 我要你死 所以你去死 就这么简单 通告 等级已提升 当前等级LV20 已满足进化条件 通告 主线任务已完成 武士解锁点已到账 请注意查收 等级提升 意味着美杜莎之手的死亡 一口气获得武士解锁点 正前瞬间感觉 这一仗打得直了 经过这两次战斗 正前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解锁点 是多么重要的资源 光靠升级拉六角面板 是有极限的 武士解锁点 说是一条命都不为过 瞬间放松下来 即便全属性恢复 也不能恢复的精神疲劳 从大脑涌出 一屁股摔在地上 正前只觉头晕目眩 自打进入地下城以来 这是离死神第二劲了一次 上一次 是目击了利维坦 爷 赢了喵 我是二层的老大的喵 狗东西 你好厉害 我都想给你伤孩子了喵 恢复人形的猫南北 开心的一蹦一跳 并用力抱住了正前 拼了命的拿脸蹭他 不得不说 人形的猫南北上围 真的 嗨嗨 很傲人 软绵绵的 搞得正前都有点脸红了 话说 魔兽是真的不知道 男女有别啊 又是轻又是蹭的 好了好了 松开 正前推开他 扫尸四周环境 岩浆的温度趋于稳定 洞穴的外貌虽然因溶解而改变 但整体的地形还在 因为美杜莎之手的死亡 通往三层的通道已经畅通 治愈 凝神 治愈 凝神 正前对他连续使用治愈和凝神 恢复了所有HP和MP 即便已经经历过一次 但猫南北对自己折断的手臂 能如此迅速恢复 还是感到匪夷所思 毕竟二层魔兽会魔法的本就不多 如此实用的魔法更是少之又少 正前没和他多说什么 毕竟他对自己有救命之恩 这点小事 还是应该帮的 治疗好伤势 正前来到永道 凝视深渊般的洞口 没有犹豫 他准备一跃而下 你真的要走了喵 第一步还没踏出 背后 猫南北有些不舍的开口了 正前有些疑惑 怎么 还不舍得我 猫南北白玉般的脸蛋 瞬间泛起一阵红霞 臀部延伸出的两条细长猫尾巴 也在不断的捶打着地面 谁 谁不舍得你拉喵 他薄唇紧敏 目光犹疑 正前有些疑惑 他不会喜欢我吧 连忙把这种直男思想 甩出脑壳 因为按照往常经验 男人只要有这种思想 那么女的 就肯定不喜欢这个男人 不要问正前 为什么知道 人生本就已经十分艰难 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 只不过正前漏算的一件事 是 这里是地下城 不是人类世界 你 你我搭档这么厉害 连每度杀只手都杀了喵 要是你愿意留 留下来 我们在二层就无敌了喵 说着 他顿了顿 然后像是想到了什么 红透了脸大声嚷嚷道 你 很聪明喵 我又很厉害 我 我做二层女王 你做我的军师喵 正前有些发懵 不明白这只猫 又怎么会突然提出这种设想 但转 正前怂怂间 算了吧 我还是更想去外面世界 猫南北一听 急切道 为什么喵 想出去就要打穿地下城 越往下 魔兽越厉害 每度杀只手这种魔兽 在三层也许还吃得开 到了四层 连杂兵都不算了喵 更何况 第五层除了普通魔兽 还有那个立尾坦喵 想出去是不可能的喵 也许吧 正前仰天 凝视乌黑的岩石天顶 良久 他回头泯然笑道 但我还是更喜欢蓝色的天空 和温暖的太阳 说吧 正前一步踏出 跳下了涌道 狗东西 猫南北还想追 却已是来不及 正前早就消失在了黑暗的涌道里 二层已经没有能够威胁到你的存在 有缘再见 猫南北 涌道里传来了正前最后的告别 对猫南北而言 三层涌道也许是条死路 但对正前来说 这是通往自由的必经之路 阿帖 我尼玛 早知道留在二层了 正前缩成球状 望向目前雪白一片的世界 眼中充满了绝望 一层是岩石洞窟 二层是泥泞的地洞 正前是万万没想到 这三层居然是冰天雪地的开阔世界 有天空 有白云 明明没有太阳 却有充裕的光源 一眼望去 遍地都是冰雪 气温大概在零下150度左右 接近氧的沸点 努力缩了一口鼻涕 可鼻涕早就已经冻成了冰柱 挂在脖子上 好他妈了 阿帖 正前又打了个喷嚏 肩不可摧的龙鳞上 结出了厚厚一层冰霜 话说回来 冰属性好像也是我弱点来着 不对 好像除了火和暗 所有属性都是我的弱点来着 正前看了一眼自己的HP 2046 2641 这才短短五分钟 就掉了近600HP 必须尽快进化 每次进化 都会带来大量的属性提升 这些抗性多少 能够缓解寒冷带来的伤害 正前看了一眼进化方向 但不看不要紧 一看下一条 选项一 恶化龙 恶化雏龙的标准进化方向 进一步提高生命力和敏捷度 并提高肉搏能力 但对魔素和体格的影响会更大 天赋技能 血肉腐蚀 选项二 竹龙 返回竹龙血统 拥有超过十米的大型体格 可以容纳更多魔素 天赋技能 龙皇之怒 选项三 小型龙 通用进化方向 感官动作极度灵敏 但成长空间有限 天赋技能 奔雷走破 这三条 和上次进化 没有什么区别 真正让正前惊讶的 是出现了第四条 要知道 刚击杀美杜杀之手的时候 正前可是瞄过一眼 确认过 只有这三条进化方向的 但来到了第三层后 却出现了第四条进化方向 选项四 微型冰龙 拥有极西有极血统的龙 在极端寒冷的情况下 对热源暴走强烈心意识 小概率解锁的进化方向 微型冰龙是元素龙的雏形阶段 拥有极强的魔素可塑性 相对较小的体型 也为灵活作战创造了可能 天赋技能 冰属性免疫 微型冰龙 其属性如何 暂且未知 但是阶级上却写着 极西有种 这四个大字 名字上感觉不到逼格 怎么就和竹龙是一个阶级的呢 但不管怎样 阶级前坠意味着成长上限 后坠意味着每升一级 能得到更多属性 既然能恢复极西有种 又具备冰属性免疫的天赋技能 完美契合这冰天雪地的三层 正前自然毫不犹豫地 选择了微型冰龙的进化路线 通告 进化指令已接收 转值将在十秒内完成 点下微型冰龙的进化选项 伴随着真理亲切的通告声 就和上次一样 正前感觉一股暖流 从心脏遍布全身 环境带来的寒意 转眼间烟消云散 旧的紫黑色鳞片开始脱落 新的鳞片开始生长 这奇妙的感觉 还没等正前来得及细细品味 就已结束 但重新睁眼 正前感觉 视线好像变得辽阔了很多 这并不是错觉 正前发现自己的身高 从65厘米长到了1米2 更高的身高 带来了更辽阔的视线 甚至因为身高的增长 龙感知在没有升级的情况下 感知范围提升了近一倍 更令正前惊喜的是 全身紫黑色的鳞片 已尽数褪去 取而代之的是 一身靓丽的青白色鳞片 这些鳞片像冰一样晶莹剔透 甚至可以通过鳞片看到皮肤 至于三层这零下150度的严寒 也在净化完成的瞬间荡然无存 通告 净化已完成 经验值已重置 其使1000 升级倍率提升为1.3倍 通告 净化前囤积经验已并入当前等级 等级已提升 当前等级LV12次转值 通告 净化得到20点解锁点 目前可用解锁点71 其使1000经验 倍率1.3 这个恐怖的数字让正前不禁龙居易紧 还记得 幼龙的时候 LV0升级经验是10倍率1.1 一次净化 恶化雏龙LV0升级经验是100倍率1.2 而如今 二次净化的微型冰龙居然起始就要1000经验 每集倍率高达1.3 果然和预想中的一样 这种几何倍数的增长会十分恐怖 不管怎样 经验需求是定死的 正前更关心的是净化后的数据 当前职能 微型冰龙LV1 二次转值 类型 极细有种 超上位魔兽 HP 3853 3853 MP 51365136 AP 810 810力量 1461魔素 3189物防 1986魔防 3614感知 1031综合敏捷 2106当前解锁点 71当前经验值 6611342弱点 光 金 木 水 土 风 天赋技能 龙感之LV8 真理MAX 太虚龙吸LV4 午夜力量 常识获取 冰属性免疫 星翼技能 慧星翼机 LV4 龙威LV5 瘫石 LV3 单身狗的暴怒飞踢 星翼通达 解锁技能 脉冲LV1 无敌 治愈 凝神 精神集中 弱点击破 这属性增长得有些恐怖 物理类的属性虽然没太大增长 而且因为三层光源充足 导致午夜力量失效 但魔素相关的属性都基本翻了一倍 看来我还是比较适合玩法师啊 正前不免苦笑 兜兜转转一圈 没想到还是走了法师路线 事实上 和美毒杀之手一战 正前也明白了物理攻击的手段太过单调 缺乏灵活性 相比之下 魔法攻击就显得格外灵活 适应各种战场 还更容易针对敌人弱点 所谓的一招先吃遍天 在地下城是行不通的 精一步如通摆 多样化的手段是生存必不可少的条件 但这次进化 正前最大的收获并不是属性 而是让正前有了一个猜想 星翼技能 这是一套独立于技能数行图的技能解锁体系 星翼技能通常个个都好用得很 一直以来 正前都在思考 星翼技能究竟是如何解锁的 而如今威形冰龙这个进化方向的出现 给了正前一个至关重要的线索 星翼技能 星翼星翼 莫非 喂 躲开躲开喵 就在正前还差一口气就能想通时 突然 天空中传来一个熟悉的惊呼声 啥情况 正前连忙抬头一看 然后 只见一个盾牌般的大屁股 像陨石一样在视线里无限靠近 哇 啊 因为是出突然 正前连躲闪的机会都没有 就被这大屁股对了个正正 龙鼻当场被拍成了平底锅形 伴随着正前的惨叫 茫茫无垠的血缘上 猛地炸起一道血柱 嗨嗨 什么玩意 奋力推开堵在脸上的屁股 抬头一看 只见这大屁股的主人不是别人 正是猫南北 他捂着头 两只猫耳朵搭拉着 一副很疼的样子 捏如道 疼疼疼跳下来的时候 脑门磕涌到边上了喵 你怎么下来了 正前惊呼道 瞪大了眼睛 上下扫视好几遍 这才确定 这不是幻觉 猫南北这才反应过来 连忙挪开身子 嘟囔着嘴 一脸委屈 我 我不是怕你这狗东西 再三层饿死吗 话说狗东西 你怎么长大了 颜色也变了喵 像冰做的 好好看喵 先别废话 你猜我哭当了 啊 不好意思喵 猫南北吓得连忙退开 搀扶起挣钱 怎么样 狗东西 我没压疼你吧喵 嗨嗨 挣钱轻了口弹 看向自己跌了5hp的血量 抱怨道 伤得够呛 整得不好 胸部以下都得截肢 啊 对不起喵 好了好了 先扶我起来 两人起身 正前拍了拍身上的冰花 满脸不爽地瞪了他一眼 但藏不住嘴角的一抹笑意 猫南北笑嘻嘻地抖着耳朵 凑近道 嘻嘻 狗东西 这下不怕了吧 以后我照着你喵 照我 你 正前一时间啼笑皆非 你该不会忘了三小时前被谁按在地上摩擦了吧 猫南北顿时不服气地直跺脚 两条尾巴更是拍得地上双花乱飞 那 那还不是因为我没用兽型喵 要是一开始不用人行 你 你早就成我的便便了喵 哦 是吗 正前上下眼瞼微微靠拢 猫南北被他看得都有些发虚了 你 你干嘛盯着我喵 虽说跟这只猫又一起扛过枪 一起打过仗 也算是过命的交情 但正前怎么也想不通 他为什么会跟过来 随便你吧 问也问不出 正前的就摇摇头 静止向有魔兽气息的地方走去 猫南北是一只强力魔兽 三层对他而言压力应该不会太大 而正前的当务之急 是要去验证一个猜想 心意技能是不是存在具体的解锁方法 宁静的兵员突然刮起树道剧烈的龙卷风 它们围绕着正前周遭舞动 毫无章法的轨迹 证明了这些冰龙卷并非一般的气候现象 正前搭拉着死于眼 没有摆出任何架势 甚至目光都没有打亮 只是任由这些有意识的龙卷风攻击自己 有时候有兴致了 这才会像真性的躲开两次 也没有反击的意图 龙卷风中隐藏着无数兵刃 每一眉扫过正前身体都发出叮当作响之声 不断爆开的火花 溶解着正前脚下的冰雪 却无法在他的龙鳞上留下半点刻痕 猫南北在远处观望着这场战斗 正前交代过他不准上前帮助 他还有点闹情绪 被三四道龙卷风包围的正前 就像一头迎战诸神的恶龙 场面极其壮观 如果不是这些龙卷风太弱的话 我说啊 三层的魔兽就这么多 还有更厉害的吗 没耐心的正前终于开口说话了 而这番话语明显刺激到了这四道龙卷风的真身 只见这四道龙卷风迅速拉开距离 从四个方向包围正前 旋即 飓风和冰雪开始向内收敛 这些龙卷风很快凝聚成了四头浑身雪白 体长超过三米的赤木巨狼 对象 赤木雪狼LV77类型 超中位魔兽 HP 2146 3426MP 1999 4931AP 315 438力量 1246魔素 2155物防 999魔防 1598感知 649综合敏捷 721 好弱 正前瞥了一眼 其中体型最大最年长 也是最强的 一头赤木雪狼 眼中近视失落 在正前眼里 这些雪狼的头顶 分明写着大大的菜字 通告 风属性免疫已解锁 好在真理的声音 让正前有了些许欣慰 这已经是第六批赤木雪狼了 算上这六只 一共遇上了36头 整整36头雪狼 正前才终于确定 心意技能 原来是可以主动解锁的 方法有二 一是受到巨大威胁时 强烈的求生欲 会有极小概率解锁对策型心意技能 二是不断遭受同一属性的攻击 不论是否受到伤害 都有可能解锁对策型的心意技能 正前推测 第一种是领悟 即生死关头的求生意志 使得身体发生突变 继而领悟心意技能 毕竟生物的本质是进化 而这个世界 技能就是进化 第二种则是和经验值类似 大概这世上所有技能 都存在一个隐藏的经验条 每次遭受攻击 对应的技能经验条都会增长 而之所以一些老魔兽技能匮乏 比如美度杀之手 它的技能就不多 大概是因为 必须不断遭受同一种攻击 这种技能经验条才会增长 一旦中间遭受了不同种类的攻击 经验条就会被清空 这也变相地说明了 即便等级很高 若没有充足的技能防身 依旧有可能会被弱者击溃 因为你升二十级带来的属性提升 很可能被别人一个克制你的技能 直接追平甚至反超 所以技能越多 意味着能够应对更多样化的战斗 实力自然也就越强 由此可以推测出一个结论 相比于倾向于作战方式单调的战士 做法爷的前途更加辽阔 得到了想要的答案 挣钱也就没有再和这些血狼多纠缠 脉冲 一个剑步 挣钱的身体 仿佛化作了一道青色雷霆 接连三个九十度折转 四头血狼当场被挣钱撞成了碎肉 纯白色的血液撒在血源上 很快就变成了血霜 与血地融为一体 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猫南北 吃饭了 来啦来啦喵 听到挣钱的呼唤 猫南北一个挺跃 跳了过来 抓起一条血狼腿 猫南北津津有味地啃着 一边还好奇打量 挣钱这身水晶般的龙铃 他还忍不住好奇 摸了一下挣钱的后脑勺 挣钱顿时感觉一股前所未有的舒适感 爽得浑身一哆嗦 喂别乱碰 那是我的敏感带 不是 狗东西 你的龙铃好硬喵 猫南北满脸羡慕 没有鳞片甲铐的他 很想要这种天然的防御器官 挣钱一听 也是自豪地昂首道 少见多怪了不是 我身上还有更硬的地方呢 猫南北一听 眼睛里都闪出了星星 真的吗 真的吗 让我摸摸喵 挣钱顿时老脸一红 我开车他听不懂的 嗨嗨 这个嘛 秘密 以后有机会再说 讲道理 挣钱很自卑 因为龙的那个是T字形的 粗看像裤裆里长了一把锤子 还好可以隐藏起来 在学会画形之前 挣钱可没兴趣展现这把锤子 就这样 几句打混 话题就地带过 挣钱和猫南北一屁股坐下 静静地吃起了雪狼肉 来到三层已经五天了 升级明显比前两层慢了很多 雪狼提供的经验值 已经有些满足不了LV5的挣钱了 而挣钱来到三层后 最大的感受就是 自己的实力好像有些超纲 虽说比起二层 这三层的赤木雪狼强了很多 但挣钱的属性成长速度更加恐怖 突然觉得 利维坦的355集 好像也没那么遥不可及 挣钱看了一眼猫南北 对象 便一猫又LV59 人形 类型 传说级 中尾魔兽 繁衍价值 极高HP 536 536MP 125 125AP 1709 1709力量 925魔素 58物防 964魔防 23综合敏捷 3459 他明明没有参与过任何战斗 却也提升了8级 组队的话 经验是可以共享的 即挣钱得到多少经验 猫南北也能得到多少 因为猫南北这个属性是化形后 人形下的属性 猫南北的真实属性是要解除人形的兽态 数据是人形下的两倍 但即便如此 除了综合敏捷外 其他属性根本不能看 作为帮手在身边确实不错 但你让猫南北在三层生存 不说必死 但肯定会很艰难吧 毕竟 一招先吃变天 但吃不变地下城 再看看自己 挣钱的属性 就不得不十分恐怖 MP近6000 魔素近3500 即便没有午夜力量的支撑 AP很快也能突破1000大关 虽然整体偏法失像 但物理方面 却一点不比三层魔兽逊色 想到这里 一个想法 从挣钱脑袋里 油然而生 莫非 不是我太高估地下城了 而是我的成长速度 远超地下城的魔兽 不过话说回来 挣钱又偷偷瞄了一眼猫南北 这只猫身材真好啊 前凸后翘的 嘖嘖嘖 我什么时候也能学会画形呢 挣钱这样幻想着 画形在技能树星图里有 只有一级 解锁需要200解锁点 再看看解锁点悬赏任务 主线任务 击杀地下城三层BOSS冰黄 任务奖励80解锁点 支线任务 击杀1000头赤木雪狼 任务奖励5解锁点 支线任务 击杀1500头神经病啊 除了主线任务 这些支线任务 是拿我开涮还是怎么着 动不动就上千只 你他妈当割韭菜呢 这么容易 喂 狗东西 干嘛 挣钱回过神 却发现猫南北在看自己背后 你说 那东西 我们打得过吗喵 回过头 只见猫南北看的 是地平线尽头的一个庞然大物 那是一只超大型的四族陆形白色魔兽 距离这里大概20公里 身形高的直插云霄 目测身高超过3公里 其最大的特点就是 四条腿长的 简直不成比例 少说有2公里高 其头上错综复杂的陆角 也有将近1公里高 因为距离太远 真理无法测量其数据 那万一长得像入侵地球的外星人一样 应该不会太弱吧 还是别惹麻烦 杀赤木雪狼就够了 入侵地球 什么东西喵 嗯 没什么 猫南北耳朵抖了两下 歪着脑袋 一脸疑惑 挣钱也没有管他 扔下吃剩一半的狼腿 起身拍拍屁股 准备离开 说实话 雪狼肉不好吃 不是说味道不好 而是压根没味道 像嚼冰茶子似的 挣钱早就不想吃了 挣吃的津津有味的猫 南北健壮 连忙扛着跟狼大腿追上来问道 狗东西 去哪喵 找别的猎物 挣钱一个剑步 加快步伐 向远方冰山处奔去 现在等级是LV5 升级经验2165 3123 经验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大 一只赤木雪狼只能提供200点经验 吃下去也只提供10点 为了早日打穿地下城 挣钱必须寻找更合适的猎物 那头超大型的魔兽 挣钱其实觉得也能打赢 只不过魔兽的HP和体形成正比 这么大的魔兽 HP一定非常恐怖 在地下城 绝对不能陷入持久战 否则很容易被别的魔兽渔翁得利 正好 远方可以看到一座左右绵延数千公里 不见尽头的冰山 可以看到 冰山似乎被什么距离硬生生地撕成了两半 形成了一条错综复杂的冰之峡谷 LV8龙感知除了洞察力 还会提升第六感 挣钱本能地感觉到 里面存在着许多更优质的猎物 两公里的路 对挣钱和猫南北来说 不过是一两分钟的事 这峡谷远看也就那样 近了挣钱才发现 这是真他骂的大 高达千米弯折绵延 其中错综复杂的岔路 让路感再好的人 近去不出百米就会迷失方向 大部分光源都被高耸的山体切断 隐约的光亮在纯冰的山体上 折射出美不胜收的灵光 但这点点光亮 根本不足以照亮峡谷内部 最好的证明就是踏入才一步 挣钱的AP就从890提升到了2670 午夜力量生效了 挣钱的嘴角微微勾起 看来这片战场很适合我 我他妈恨死这个破地方了 挣钱如丧烤笔的惨叫声 在峡谷里带出一浪接一浪的回音 狗东西快想想办法瞄 猫南北阴色的头发都炸了毛 吓得哭蝶喊娘 眼泪横飞 我他妈哪知道会翻车啊 早知道就不浪了 卧槽 小心 挣钱用尾巴硬生生 为猫南北挡下了原本会射穿它后脑勺的攻击 那是一只筷子粗细的冰刺 尖端尖锐的 足以贯穿钢板 本就吓到快要失禁的猫南北见状 顿时脸色一清 两条尾巴上的毛都炸了起来 哇 狗东西 你救了我的命喵 我要给你伤孩子喵 去你大爷的 你这只没用的懒猫 你真要是猫的话 给老子抓几只鸟啊 咱背后那么多呢 正前尾巴一甩 扎在尾巴上的冰刺 顿时被甩得射向身后 身后半空 顿时传来一阵凄凉的鸟蹄 不断地使用脉冲来加速逃跑 但每每回头 正前的心是挖凉挖凉的 这下真的捅到鸟窝了 正前河猫南北身后是密密麻麻 将近两千只名为冰骨鸢的魔兽 它们体型不大 体长大约二十公分 一盏也只有五十公分 和一般鸽子差不多大 外形看起来和三层大部分魔物一样 都是半透明冰状 整体看下来就跟冰雕的鸽子差不多 对象 冰骨鸢LV-72类型 中卫魔兽 反眼价值 高HP 144 144MP 4052 4052AP 10721 10721 力量 72魔素 1511物防 36魔防 432感知 166综合敏捷 1263 这他妈是什么怪胎 既能点全点AP上了 这些冰骨鸢一个两个 并不怎么厉害 事实上 挣钱单挑百八十只都没什么问题 可问题就是 他们的数量多达上千只 冰骨鸢拥有技能 隐秘 利用自己类似于冰雕的外形 可以通过蜷缩身体的方式 依附在冰壁上 伪装成冰壁的褶皱 一旦发现猎物 整个峡谷内的冰骨鸢都会群起而攻之 他们拥有技能 冰枪 用魔素凝聚出冰锥 然后向子弹般射出 这种攻击对拥有冰属性免疫的挣钱是无效的 但问题是 冰骨鸢还有一个技能 这个技能也是挣钱拥有的 那就是 脉冲 这些冰骨鸢拥有极强的耐力 AP高的惊人 使得他们可以近乎无限地连续使用脉冲 故而 他们综合敏捷虽不高 却能够轻易追上挣钱和猫南北 不光是移动 他们还能给冰枪附加脉冲技能 使得冰枪速度提高了不止20倍 而且还附加了物理贯穿伤害 所以 即便拥有冰属性免疫 这些冰枪也能给挣钱带来致命伤 话说 为什么这些鸟的繁衍价值是高啊 难道我还能跟这些鸟生孩子 没人吐槽下真理麻味 这些冰骨鸢 一只两只根本不足为惧 区区150左右的HP 可以说用手指头都能戳死 真正值得恐怖的是 他们像黄蜂一样的数量 一拥而上的攻击 使得美杜莎之首这种极群性魔兽都自愧不如 哇 狗东西 前面还有 猫南北已经不知道多少次炸毛了 本来好不容易拉开了些许距离 却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正前方又冒出来了上千只冰骨鸢 在狭窄的峡谷里 对正前和猫南北形成了前后夹击之势 四奥 被包饺子 走投无路的正前还没来得及思考 这前后三千只冰骨鸢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提名 冰骨鸢们集体调动MP和AP一轮骑射 煞时间冰枪形成的弹幕 宛如城墙般从前后两个方向压来 没有回避点 甚至连间隙都不存在 四奥 正前大声叫糟 狗东西 快想想办法喵 猫南北几乎要哭出来 这些冰骨鸢虽然没什么智商 也不存在什么核心兽 但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冰之峡谷 让他们锻炼出了超乎想象的狩猎能力 即便不会交流 他们也能相互配合 将猎物堵在峡谷里出不去 弱得直接杀掉 像正前和猫南北这种比较强的 就靠数量活活耗死 已经顾不上消耗了 解锁 扩散管制 通告 扩散管制已解锁 消耗解锁点五点 哼 脉冲正前爆喝一声 向着正前方地面一脚踏下 地面当场反撬起一大块厚达半米的地壳 挡在了正前和猫南北身前 数千发冰枪当场把这块地壳砸成了刺猬 扩散管制 可以在整体力量不变的情况下 合理地将力量以自己想要的方式扩散出去 比如这一脚 若没有扩散管制 只会把地面踩踏踏踩碎 而不是像这样撬起一大块 正面的攻击挡住了 那么背面的攻击就好办多了 太虚龙锡既能脉冲 只会对拥有一定质量的固态起效 液态和气态是无效的 那么 只要把这些冰枪融化 这些攻击就毫无意义 在扩散管制的作用下 太虚龙锡被最大限度的扩散开来 形成一面高达数百米的火墙 所有穿过火墙的冰枪 全部被蒸发成了水雾 还不够 这些水雾 遮挡了冰谷渊的视线 是个绝佳的机会 正前双目一凝 太虚龙锡 星号凤仙花 正前张口一喷 顿时射出数百发火箭 利用扩散管制 将太虚龙锡压缩分散成箭矢撞射出 这些冰谷渊的HP极低 魔防根本不够看 且火刻冰 即便将太虚龙锡的威力拆成200份 每一份都能击毙一只冰谷渊 冰谷之内 煞时间响彻各种情类的提名 由于太过集群 不用瞄准也能确保100%的命中率 甚至有些火箭还能一箭两鸟 冰谷渊群顿时损失了将近300的数量 正前也收到了真理的升级通知 成功进入LV6 但是还不够 太虚龙锡又是第三发太虚龙锡 将龙锡压缩 正前仿佛从嘴里射出了一发湛蓝色的激光炮般 静止将城墙般的冰谷渊鸟群挖出了一个大洞 又烧死了近百只冰谷渊 LV4的太虚龙锡 一发最低消耗800MP 即便升级恢复了状态 但面对如此大的数量 正前的MP和AP根本不够用 更何况 这三千多只冰谷渊明显不是冰谷内的全部 最好的证明就是 正前刚杀了四五百只 远方又有上千只的群体正扑过来 根本没完没了啊 硬拼只有死路一条 快走 拉上猫南北 正前不再计算消耗 全力使用脉冲 趁冰谷渊鸟群的空隙没有填上 火箭般冲出了包围圈 后续被战斗吸引过来的冰谷渊 还没形成集群 根本不足为惧 正前又用了两发太虚龙锡后 终于完全脱离了战场 冰谷渊的势力很差 超过四百米就看不清 五百米以外 几乎无法跟踪猎物 刚升级 就几乎淡尽粮绝的正前 这才松了一口气 但因为往回跑的缘故 出峡谷的路 已经被身后的冰谷渊堵住 为了甩掉冰谷渊 正前和猫南北 只能进一步深入峡谷 而通过龙杆之就能感觉到 这冰谷内部 还存在着更为强大的魔兽 且数量更加恐怖 难怪美渡沙之手 不敢下三层 区区冰谷外围的冰谷渊 就已经如此难缠 进入内层的话 恐怕美渡沙之手 也难以为生 最多只能在冰谷外的血缘上苟且 这地下城 从三层开始的难度 果然激增了不少 但是 近两个月的生存 已经让正前获得了常人 难以企及的心态 非但没有因为威胁而恐惧 恰恰相反 正前笑了 笑得无比灿烂 笑得旁边猫南北 差点以为他脑子有问题 难是当然的 如果不难 这地下城怎么攻略 如果不难 怎么变得比利维坦更强 如果不比利维坦更强 还怎么离开地下城 难 是好事 因为正前自打之道 离开地下城的方法后 自始至终 目标都只有一个 那就是变强 上次虽然像只蝼蚁一样 只能忍气吞声 但是下次不同 下次见面 我一定要杀那个地下城之主 离开这个鬼地方 三天后 两三百只冰骨鸢 围绕着一头冰龙不断盘旋 提名不断 虽然不会说话 但明显能够感觉出 这些提名中的愤怒 一轮齐射 数以百计的冰枪雨点半袭来 和先前不同 经过这三天的磨练和适应 如今面对冰骨鸢 正前显得游刃有余 我的猎物喵 只见狭窄的冰壁上 划过树道阴色流光 后方十余只冰骨鸢 还没来得及转身 就在空中被撕成了 万万碎冰冰 猫南北落地 舔了舔爪子上的冰渣 自负道 嘻嘻 数量不成群的话 我也能轻松干掉你们喵 另一边 百余之冰骨鸢一轮齐射 向正前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数百发冰枪形成的弹幕 让人根本无法想象 究竟要怎样才能躲过如此密集的攻击 但正前却冷眼望着这一切 目光中没有丝毫畏惧 根本没有躲避的必要 痛绝无效化 贯穿伤害抗性 这两个心意技能 就是正前如此自信的根源 曾经能造成巨大威胁的冰枪 如今射在正前身上 只会变成遍体冰渣 HP,EHP,EHP,EHP 一视线里出现了一大串相同的数据 承受了所有攻击 正前却只损失了区区341点HP 对于如今已经LV7 HP高达4669的正前来说 这点伤害简直和挠痒无异 甚至因为痛绝无效化的缘故 连挠痒都算不上 贯穿伤害抗性不是贯穿伤害无效化 但也让正前对贯穿伤害的抗性 提高了十倍不止 而痛绝无效化是正前最近获得的最好的技能 一般来说 HP可以理解成体力和行动能力 HP耗镜就会和精疲力镜一样 动弹不得 所以不单单是行动和物理技能 流血和疼痛感也会造成HP损失 甚至妨碍HP的恢复速度 有了这个技能 正前可以屏蔽疼痛 自然也不会因为疼痛导致宝贵的AP流失 这两个技能 就是这几天一直和冰谷渊缠斗学会的 加上这三天又升了一级 冰谷渊已然不足为惧 足以证明 技能比等级更重要 冰谷渊群又一次发出提名 并向正前发出了第二轮骑射 你们这批的有点过分了 我给你们看的大宝贝 正前深吸一口气 旋即一声怒吼 太虚龙溪 正前一口喷出了一道 足有二十米宽 百米长的火之箭矢 随着对扩散管制的熟练 正前已经能把太虚龙溪 塑造成各种各样的形状 冰谷渊们当即吓得鸟兽飞散 但依旧还是有近半数 被正前烤得烟消云散 剩下的五十多只冰谷渊 在半空中再次向正前发出了第三轮骑射 还有还敢射我 来来来 看看咱们谁先射到谁 这种低级生物并没有恐惧的情感 他们只知道狩猎 不会因为同类的死伤而退去 而这个习性 正好贴合了正前喜欢拳坚对手 扫屏威胁的个性 太虚龙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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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最后一只冰谷渊碎片落地 峡谷都因高温而溶解出了一个球形区域 三天前差点要我命的魔兽 没想到 因两个心意技能的领悟变得如此不堪一击 赢了喵 狗东西 快看看 我多少急了喵 猫南北一个飞扑 抱住了正前 正前上下打亮了他一眼 六十二级 猫南北顿时露出一副失落的表情 啊 怎么才生一级喵 能生就不错了 杀了八百多只 我特么经验条才涨了三分之一多点 正前已经跟猫南北说过了经验和升级的事 猫南北也终于意识到 原来狩猎不仅仅是为了生存填饱肚子 还能够变强 不过 和正前不同 猫南北不是超上位魔兽 不存在进化这种说法 所以 他的经验需求远远不如挣钱那么高 升级速度也比挣钱快得多 看着自己19235385的经验条 挣钱心里满满的无奈 二次进化后 经验值需求倍率提升到了1.3倍 LV5的时候是3123 LV6的时候是4106 现在LV7就达到了5385 这增长速度快得有点太过夸张了 5385很多吗? 不 一点不多 挣钱算过 二次进化LV19升 LV20 仅仅一级就要进17万经验 愉快的新人时光 马上就要不复存在了 不过 这冰谷渊虽然经验少 才二经验一支 但胜在数量大 而且最要命的是 通告 支线任务 狩猎三千只兵谷渊已完成 解锁点五点已到账 我特么 都杀了三千只了 而且 挣钱发现这些支线任务 还有分级的 杀了三千只兵谷渊 就解锁了二级支线 杀一万只 奖励解锁点十点 我特么 真当割韭菜呢? 一万只? 你特么怎么不说 直接给他灭绝了呢? 他们死的不累 我杀的也手酸吧 挣钱摇摇头 没有理会这种智障任务 狗东西 狗东西 这鸟不对劲喵 这时 猫南北突然跑了出去 捡了一只冰谷渊的尸体回来 挣钱歪着头 这鸟怎么了? 猫南北劲一道 狗东西 你还记得雪狼吗? 记得呀 雪狼的肉不是白色的吗? 写是透明的喵 所以看起来像冰做的 其实还是血肉 嗯? 猫南北这么一说 挣钱才意识到不对 因为这段时间 不是被追杀 就是被追杀 就算杀了冰谷渊 也没空吃 更没空打量尸体 今天还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 杀光一个集群 有闲工夫看尸体 而猫南北这么一说 挣钱彻底懵了 因为仔细看了才发现 冰谷渊其实不是生物 没有血肉 没有骨头 没有内脏 死掉的冰谷渊尸体 根本就是普普通通的冰块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冰谷渊不是生物? 就在这时 熬冰谷深处 突然传来一声 类似于哥斯拉的吼声 这受吼如此刺耳 以至于整个冰谷 都被震得剧烈打颤 正前一听 全身龙铃都炸了起来 这个声音 正前再熟悉不过 这是龙的吼声 正前也能发出类似的吼叫 只不过太难听了 脱离幼龙阶段后 从来没有吼过 这冰谷里 难道有龙的存在? 正前的心脏 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话说 这段时间为了干掉冰谷渊 我们是不是有点太深入冰谷了? 要不 耸一波 就在正前犹豫之际 轰隆 一个沉重的脚步声 踩得整个冰谷都剧烈摇晃 万年不化的峡谷 顿时被震出树道贯穿整体的巨大裂痕 轰隆 又是一步 声音比刚才更大 猫南北这下也炸了毛 再向这边靠近 正前第一时间做出了判断 两步之间声音变化很大 两个声音的距离至少隔了百米 迈出一步就有百米 也证明这声音的主人体积异常庞大 狗东西 怎么办 要不要逃? 没用的 只能打了 正前已经向着声音的方向摆开架势 对方明显是从这边过来的 正前甚至已经感觉到 远方正在急剧升高的魔素 这可不是电视剧 大型生物一定迟钝 魔兽是魔兽 动物是动物 体型庞大的魔兽 意味着等级必然很高 而等级高就意味着速度绝对不会慢 如此庞大的体积一步就有百米 意味着速度绝对比正前他们要快 逃跑是绝对没有机会的 目标? 当然是正前 那杀意弥漫着铜锈味 就算没有鼻子也能闻到 正前不知道自己哪里招惹过这只魔兽 但他要来正前绝不为战 更何况 鹿死水手还不知道呢 那是 什么怪物? 猫南北炸起的毛都缩了回去 两条尾巴都因恐惧而夹了起来 即便是经历过这么多大风大浪的正前 面对这样的庞然大雾 都不免感到了绝望的恶寒 那是身高超过1.5公里 外形酷似哥斯拉的巨龙 通体晶莹剔透 看起来像只超大型的冰雕 由于夸张的身高 以至于他的头部甚至高过了峡谷 行动间 峡谷坍塌玻璃 厚重的冰壁在他的庞大体型面前 就像奥利奥一样碰之急碎 每一步都是地动山摇 对象 尾冰霜真龙LV-121类型 罕见 超中位魔兽 HP 14632 14632MP 19634 19634AP 2641 2641 力量 4932魔素 6195物防 5553魔防 7939感知 6973棕和敏捷 2194正前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招惹过这种怪胎 但毋庸置疑的是 这只冰龙双眼正死死地俯瞰自己 这个眼神简直和当初的利维坦一样 不爽 你妈妈没教过你 别用鼻孔看人 不爽让恐惧一扫而空 取而代之的是隐隐愈怒 正前甚至忍不住向这只尾冰霜真龙伸出了国际通用的友好手势 终止 尾冰霜真龙猛的一顿 他明显具备智能 显然没想到 这个还没自己指甲盖大的小家伙 居然敢嘲讽自己 哦 又是一声龙吼 周遭数公里之内 峡谷都被震碎 没有什么架势或者相互告知名字 正前竖起终止的那一刻 战斗就已经开始了 猫南北也是老牌魔兽 嘴上认怂 实战却没有一次拖过后腿 几乎和正前同时起跳 以坠落中的无数冰块为落脚点 猫南北的速度比只用脉冲直线冲天的正前 都不遑多让 双龙的吐息 Max的真理 还会显示任何出现在视线里的招数名字 尾冰霜真龙张嘴一吼 煞时间 正前感觉正面的空气 好像都凝聚成了固体 狠狠拍在脸上 大口的冰雾迎面袭来 浓郁道几乎没有任何可见度 那冰雾范围极其广阔 让人感觉仿佛是塌下来了一整片天空 冰雾还没到 正前就感到一阵强烈的窒息感 没氧气了 这动气连氧都能冻结 精神集中仅0.01秒内 正前就看到了自己身在最前面的龙爪 结出了冰霜 同时拥有冰属性无效化和风属性无效化的我 居然无法防御这种动气 为什么 管不得这么多 这种层次的战斗 一丝犹豫都会要命 动气瞬间沿着胳膊蔓延到肩膀 右手骨骼转眼被冻结 正前双目一凝 太虚荣熙一声怒吼 青蓝色的烈火呈火球状与动气碰撞 轰隆一声 凝结了大量氧的动气被点燃 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烈火爆开数千米之巨 尾兵霜真龙都被震爆地倒退了一步 正前更是被爆炸的冲击波直接砸向了地面 去死庙 紧随其后的猫南北尖不容发地冲上第一线 尾兵霜真龙还因爆炸 没有调整好身姿 这是最好的机会 封连受态的猫南北双爪十个指甲 发出平白光辉 每只爪子一挥都能带出五道巨型封刃 十道封刃向十个方向扩散 又以尾兵霜真龙为中心汇聚 枪枪枪枪 十声金铁之声清脆嘹亮 封刃全部击中了尾兵霜真龙胸口的同一点上 然而 这些削铁如泥的锋刃 每一刀明明都足以将全力防御的正前头颅斩下 十击全部命中同一点的叠加攻击 居然没有在尾兵霜真龙的胸口留下 哪怕一丝刻痕 狗东西 这个怪胎好硬喵 根本打不动喵 猫南北还想说什么 尾兵霜真龙的龙爪便以雷霆之速拍来 吓得他只能堪堪在半空轮番躲避 很难想象 如此庞大的体积 龙爪竟能挥出让兽太猫南北都难以招架的速度 坠落中的正前 看着这一幕 心里已经有了底 猫南北的攻击没有对他造成哪怕EHP的伤害 加上刚才自己无法防御他的动气 爆炸的暴风也没对他造成任何伤害 原来如此 这头冰龙也拥有心意技能 心意技能 风属性专精 拥有这个技能的话 是可以突破风属性免疫的 除非能够领悟风属性免疫双重最强化 才能抵御专精过的风属性攻击 很强 是的 专精类技能非常强 真理有介绍 专精技能是心意技能的精髓 任何一个专精技能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可以这么说 一只魔兽能拥有专精技能 意味着这只魔兽拥有 统治一片大陆的力量 但专精类技能强大 必须建立在魔兽阶级足够的前提下 至少要准尚未魔兽的专精 才能称之为强大 低于准尚未魔兽的专精 根本不值钱 因为这种专精 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我还以为有多厉害 原来只比美度杀之手强一点点而已 脉冲 空中没有依赖物 正前却凭空一跃 逆势扑向尾兵霜真龙 尾兵霜真龙明显惊了一下 他再次对挣钱喷出了双龙的吐吸 但为时已晚 太虚龙吸 太虚龙吸 新号凤鲜花新号脉冲型 第一发太虚龙吸 利用扩散管制 乘雨伞状在身前扩散 以抵消动气 第二发太虚龙吸凤鲜花 才是真招 将一发满威力 太虚龙吸的威力分散成一千份 向其面部发动大范围轰炸 由于被第一发太虚龙吸 和自己的吐吸遮盖了视线 尾兵霜真龙刚反应过来 就看到一场火之好雨穿透水雾 迎面扑来 庞大的体型让他根本没有躲闪的空间 大量的火之箭矢在他面部爆开 熬剧烈的疼痛感 让尾兵霜真龙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咆哮 就听乒乓两声 像是有什么东西爆裂了 尾兵霜真龙的咆哮瞬间拉到了顶点 天空中坠落的猫南北见状 这才明白过来挣钱这招的意义 兴奋的他大声欢呼 不愧是我的军师 狗东西 你太聪明了喵 是的 碎裂的是尾兵霜真龙的眼球 封属性专精又如何 你不是准尚未魔兽 每次升级提升的属性不够多 不可能有足够的属性 去支撑专精技能的 所以 不是准尚未魔兽的专精 必然建立在了牺牲其他属性的基础上 既然封属性对你无效 就等于说 其他所有属性都对你有奇效 冰天雪地的三层又是冰谷的深层 恐怕这个专精是依靠龙的血统 在常年累月和三层魔兽的战斗中获得的吧 对三层魔兽而言 你这种巨龙 大概能和噩梦能挂上等号吧 但很可惜 我不是三层的魔兽 给太虚龙西凤仙花附加卖冲 这可是从冰谷渊身上学来的用法 为本来软绵无力的火焰附加穿刺伤害 根本不需要瞄准 利用凤仙花的大范围杀伤 总有两发能命中你的眼睛 而一旦命中你的眼睛 正前看到 尾冰霜真龙的AP 瞬间从全满跌到了115 2641 AP降低不光代表体力消耗 还会影响物防和魔防的效率 AP如果归零 物防和魔防都会跌到原数值的四分之一 当然 这不会显示在面板上 但经历过无数战斗的正前 却知道这个秘密 再加上 无论防御多高 身体内部防御一定不如外部 所以 正前又是一跃 趁尾冰霜真龙痛苦嘶吼的时候 直接钻进了他的嘴里 失去双眼的尾冰霜真龙 根本无从发现正前这个举动 待他的舌头感觉到正前的双脚 想要咬下去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太虚荣西星号脉冲 罩着他的咽喉 就是一口浓痰 正前将一整发太虚荣西的力量 全部汇聚成长毛状 并附加脉冲 灌进了尾冰霜真龙的喉咙 轰隆隆 烈火的长毛 直接捅进了尾冰霜真龙的喉咙 从他后脑贯穿出来 接着脖子就被溶解 整个头颅都从高空坠落 将峡谷砸塌了一大片 14632 这恐怖的五位数HP 仅一击就被清零 尾冰霜真龙到死都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会败给这么一个渺小的生物 安稳的像钉钉子一样 笔直落地 连膝盖都没有弯曲 尾冰霜真龙的身体 因死亡而碎裂爆开 化作无数冰屑 如雨点般坠落 但正前没有回头看 只是背对着尾冰霜真龙 向前笔直迈进 因为帅男人 从来不会回头看 通告 等级已提升 当前等级LV8 通告 龙杆之已提升 当前等级LV9 好厉害喵 美毒杀之手就算了 这么厉害的魔兽也杀了 咱们制霸三层 指日可待喵 毛南北还是老样子 每次打赢都杂杂乎乎的 像这辈子都没赢过一样 正前只是笑笑 自己的成长速度非常惊人 甚至连正前自己 都感觉自己成长得太过迅猛 美毒杀之手 那确实曾经是个麻烦 但在现在的正前眼里 不过只不过是 只需要用五六秒 才能干到的杂鱼罢了 正前现在是二次进化LV8 也就相当于LV48 即便算上每次进化的 二十级等级代偿 正前也才LV88而已 LV88越击杀LV121 足以证明正前的等级质量之高 同样也再次证明了 技能的多样性 对于地下城的战斗 有多么的重要 但回味刚才的战斗 正前还是有些发虚 这一次的胜利 更多靠的是智慧和经验 因为太过激进的缘故 正前等级的烈史 已经很明显了 即便属性能够跟上 但等级本身也会存在压制 正前的等级 已经有点跟不上 地下城三层的魔兽等级了 而要命的是 等级越高 升级就越艰难 必须想办法 补足这个软肋 击杀美杜杀之手后 剩下一点解锁点 然后主线任务给了50 净化给了20 LV5给了5点 支线任务给了5点 解锁扩散管制 花费了5点 正前现在拥有足足76点解锁点 已经有了一定的余裕去解锁辅助技能 打开技能竖形图 正前的目光 首先落在了一个心意已久的技能上 激化成长 该技能无法领悟升级 只能通过消耗技能解锁点升级 LV1消耗20点 效果为非战斗状态下 每分钟自动增长一点经验值 击杀获取经验值变为2倍 虽然消耗较大 但物超所值 如果把心意技能当成白嫖的话 那么技能竖形图技能就是克金 克金使人变强 这点放在任何领域都是真理 解锁 激化成长 通告 激化成长已解锁 消耗解锁点20 当前等级LV1有了这个技能 短时间内应该不需要再担心升级的问题了 狗东西 快看喵 这时 猫南北又杂杂呼呼起来 又怎么了 正在确认技能效果的正前 有点不耐烦的回头 只见猫南北指着尾冰霜真龙的尸体道 这头龙 它的身体好像那是纯冰的 纯冰的? 正前一愣 放眼望去 果然 就和冰谷渊一样 这头尾冰霜真龙的身体 完全是冰块 根本没有内脏血肉骨骼这种东西 这怎么可能? 冰谷渊也就算了 可能人家体积小 生理特殊 这尾冰霜真龙怎么也是这种情况? 等一下 正前眉头猛的一紧 喂? 冰霜真龙 还有伟的? 拥有常识获取的正前 自出生 就拥有这个世界所有常识 以及关于龙的大部分知识 但在这份龙的知识里 冰霜真龙确实存在 但从来没听说过 有什么伟冰霜真龙的 敖屋 就在这时 拐脚突然传来了狼鸣 是赤木雪狼的声音 闻声看去 拐脚处猛扑过来十几头赤木雪狼 但现在的猫南北和正前 又怎么会把这种杂碎放在眼里? 猫南北站在原地 面无表情的一挥手 十几头赤木雪狼 当场被他的锋刃切成了碎冰 等一下 碎冰? 赤木雪狼一死 正前的神色就变了 因为这些赤木雪狼 居然也是冰质的身体 死亡后化作了一地的冰血 为什么会这样? 捡起一条狼尾 轻轻一捏就被碎了 正前的心开始颤抖 峡谷外血缘上的赤木雪狼 虽然长得很像冰雕 血是半透明的 肉是白的 但那都是货真价实的生物 可峡谷里的赤木雪狼 却是纯冰的身体 还有经验也不一样 LV5的时候 杀一只是200经验 可现在LV8 有了双倍经验后 杀这里的赤木雪狼 只有50经验 区区三级的提升 不可能让经验 获取效率降低8倍之多 正前吃了一口 完全就是冰 而且没有增长任何经验 难道 正前想到了一个可怕的可能性 走吧 扔掉狼尾巴 正前带着猫南北 向着深入峡谷的方向走去 而正如正前所料 峡谷内遇上了各式各样的魔兽 它们的等级越来越高 但无一例外 所有魔兽都是冰制的身体 正前甚至还看到了一头 纯冰制的科多兽首领 试图用意念通达 和这些魔星号星号流 可却无一例外 没有一只回应 三层全部都是高等级的魔兽 灵制可能会差点 但不可能没有智慧 更不可能不会交流 最夸张的是 正前还在峡谷最深处 看到了一个人类 没错 人类 纯冰身体的人类 杀掉这个冰人后 也没有获得20倍经验 正前确定了一件事 地下城三层的生态 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这里的冰天雪地 并非自然气候 而是人为形成的 而这片峡谷里的所有魔兽 都是召唤物 召唤 是一个非常垃圾的技能 因为召唤师 只能召唤比自己等级低的召唤物 而峡谷内的魔兽召唤物 基本没有杂鱼 意味着 召唤这些冰制魔兽的强者 本身一定也强的离谱 正前之所以这么激进的 往峡谷内部闯 就是因为猜出了 这些召唤物的始作俑者是谁 三层boss 冰皇 支配整整一层的魔兽 召唤了这么多召唤物 意味着越是接近它的本体 召唤物的强度也越高 而身为王者 必然会身居世界最重要的位置 第四层入口 只要杀了冰皇 就能进入地下城四层 地下城一共有五层 进入四层 基本等同于 马上可以离开地下城了 这也是正前着急的主要原因 可能是老天有眼吧 大概一直前行了大约三天 猫南北如此强的魔兽 都已经有些支撑不住了 这三天来 几乎一直在杀召唤物 正前升到了LV-11 而猫南北升到了75级 但升级能恢复状态 却不能恢复精神上的疲惫 几乎没怎么休息过的猫南北走路 都有点摇摇晃晃了 狗 狗东西 我不行了喵 休 休息一下好不好 不行 正前没有放慢脚步 三层boss近在咫尺 休息也得杀了他以后 你要是累的话 可以先休息一下 反正周围魔兽都被杀光了 以你的速度 完全可以休息一小时后追上我 猫南北面露南色 他明显舍得 丢下正前一个人休息 只能咬着牙追上步伐 狗东西 最近你好像有点奇怪喵 为什么这么执拗 要去杀boss 因为我想更快地升级 杀了利维坦 离开这个鬼地方 正前的话很简单明了 无论再怎么变 正前始终认为自己是人类 向往平和宁静的生活 这地下城终归不是正前的归宿 平平淡淡地工作 娶妻生子 然后子孙满堂 最后寿终正寝 这才算是圆满的人生 而不是困在这个鬼地方 一天到晚 杀杀杀 眼看地下城攻略已经过半 三层boss近在眼前 正前又怎么会不急 猫南北还想说什么 可看到正前一往无前的坚定眼神 还是只能抿抿嘴 把喉咙口的话咽了下去 就在这时 峡谷前方豁然开朗 正前的脚步突然一顿 猫南北顿时一个亮枪 撞在了他的后背上 二号痛喵 狗东西 你太硬了 话说你怎么不走了喵 找到了 啊 啥 找到了 三层boss 猫南北这时才看到 正前的目光已然变得狂热 炯炯盯着前方的庞然大雾 与此同时 地下城大门口 浩浩荡荡三千人类大军 正集结于此 为首的 分别有三人 当日皇宫之上 身穿红金铠甲的方面猛南 龙将军 身穿蓝紫色长袍 手握水晶法杖的金阁法师 以及最前方 身穿白银战甲 手握翡翠常见的陌生少年 金阁法师 您刚从地下城出来 确定要重回地下城呢? 龙将军好奇地问道 旁边 满头白发的金阁法师 目光绝朔 明明刚从地狱逃出来的他 再次面对地狱 却没有半点畏惧 看地下城大门的目光 反而充满了斗志 多少年轻的好小伙 好姑娘 因老夫的过失而丧命 陛下愿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组织新一次讨伐 是陛下与诸神恩赐的赎罪机会 若这一战能战死地下城 反而正如老夫所愿 总好过寿终正寝后 无言在九泉之下 面对因老夫而丧命的那些年轻人 龙将军一听 哈哈笑道 金阁法师严重啊 您可是川东王国的首席法师 若您都阵亡 川东王国该怎么办啊 在下又有何颜面去面对陛下 更何况 龙将军顿了顿 像现在他和金阁身前的赢甲骏狼少年 投去了信赖和引以为豪的目光 继续说道 如今还有镇国战王 您的最强弟子赵傲天相助 想必这次讨伐 必能凯旋而归 龙将军过誉了 那个名为赵傲天的少年回过头 即便已经刻意压制 但还是能够感受到 他身上吟吟鼓动的战意 少年俊郎的面容 挂着一副自信且坚定的表情 他对金阁说 老师请放心 讨伐地下城是人类的夙愿 弟子这次 必将为上次葬身地下城的勇士们报仇 金阁听闻 绷紧的神情松懈了些许 他说 傲天 为师教过你 做人不能自傲 金阁法师 看你说的 年轻人气盛是好事 龙将军上前一步笑道 赵傲天可是十大战王之首 唯一一个六大属性 全部突破一千的人类 拥有二段灵界突破这种神迹 比一般的灵界突破 要强百分之五十不说 还持有真圣剑爱欧里亚 有他在 这次讨伐岂有不凯玄之理 我看打下二层 顺便把三层也打下来都不是梦 赵傲天不好意思的笑道 龙将军过欲了 但说实话 对于攻略二层boss 只要配合得当 在下还是有把握 把伤亡控制在三百人以内的 三百人以内吗 金阁的神情中 终于流露出了些微轻松 他的目光空灵 像是十分向往一样 捏如自语道 如果真能以这么小的伤亡打下二层 也许 确实能祭奠那些年轻人的在天之灵了 伴随着剧烈的轰鸣声 高达十余米的地下城大门打开了 两只微型魔眼鼠几乎同时扑了出来 赵傲天冷笑一声 伸出双手 精准地掐住了这两只魔兽的脖子 旋即轻轻一掐 便将只脖梗拧断 这般干净利落的手法 也引来身后三千将士的阵阵惊呼 众将士听着 像扔婆妈不一样 把魔眼鼠尸体甩开 赵傲天回过身拔出腰间的埃欧里亚 振臂高呼 我们的目标 只有二层BOSS美杜莎之手 迄今为止 我们川东王国数次讨伐 皆被这只可恶的魔兽打得丢盔卸甲 这是一场复仇战 这次 我们必将这只魔兽斩杀 为历史上被他杀死的 总计两万战士报仇 一层现在有利维坦在徘徊 诸位切记要以分散阵型前进 一旦发现利维坦 必须全军扩散 通报未止 万不可挑衅 更不可与之交战 直奔二层BOSS位 大概需要十五天行军 很辛苦 但我希望各位打起精神 在见到美杜莎之手前 伤亡能控制在三百人以内 以上 进攻 说吧 三千将士在赵傲天 金阁和龙将军三人的带领下 顶着灵天的士气 迈入了地下城的大门 与此同时 地下城三层 像是在等待挣钱的到来一般 峡谷内一处巨大的平原上 矗立着一座直径达一公里 完全由树枝撞冰刺构成的鸟巢 上面 匍匐着一只 身高数百米的冰凤凰 AP跌回了930 这里明亮的光线 让挣钱的午夜力量都失效了 湛蓝色的凤凰折射出炫目灵光 透过全透明的身躯可以看到 内部型同一件件艺术品的脏器 这不是召唤我 无与伦比的存在感 压得挣钱都有些喘不过气来 这就是三层BOSS喵 猫南北本就不好看的脸色变得愈发铁青 这只巨大的冰凤凰 正端坐在冰巢中央 像是近后挣钱二人的到来 剃刀般锋利的目光 也从挣钱踏入这里之前 就已经盯来 对象 冰皇LV176类型 罕见 准尚未魔兽 繁衍价值 极高HP 24349 24349MP 31469 31469AP 7913 7913 力量 109魔素 13649物防 1066魔防 8883感知 12194综合敏捷 5213 这还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怪物 正前还是第一次看到 六角面板有四个五位数的魔兽 很难想象 这还只是三层BOSS 四层BOSS会强到什么程度 五层最终BOSS力为坦的真实数据又是怎样 但经历了这么多次生死 正前早已今时不同往日 面板确实很高 但还远没达到令人绝望的程度 空有面板 没有任何意义 技能和技能的运用 还有战术和洞察力 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区区二到三倍的面板差距 技能还是有机会拉平的 既然有机会 正前就会尝试 为何 打扰妾身清闲 才踏出一步 没想到冰皇却主动开口了 正前一顿 有些疑惑 你的鸟巢下面 就是通往四层的树坑吧 既然对方愿意交流 正前也不吝些许口舌 我们要去四层 如果你愿意让开 我们没必要拼个你死我活 冰皇挪动水晶般的毛子 凝视身下 良久 他说道 妾身只想伴子于此 直至永恒之尽头 而等为何要打扰妾身清静 正前看了一眼他身下 虽然被冰巢挡住了视线 但LV9的龙感知 已经可以让视线成曲线蔓延 看到障碍物后面的东西 正前看到 冰皇身下 是一具尸骨 那也是冰皇的尸骨 但尺寸更小 体长只有十多米 骨架晶莹剔透如水晶 姿势像极了在妈妈怀里 憨憨入睡 这是 你的孩子 正前问道 冰皇没有回答 只是溺爱地看着身下孩子的尸骨 宛若他还活着 正前并没有什么耐心 也对他的境遇不感兴趣 摆开架势 做好战斗准备 一边猫南北见状 有些不太情愿和冰皇战斗 并不是同情他或对他的遭遇好奇 而是单纯觉得没有胜算 这可是绝大部分属性都达到五位数的魔兽 脑子有坑的人才会想跟这种怪物打吧 然而 正前却不管这些 都走到这一步了 四层的路 就在他的冰巢之下 离打穿地下城 只有一步之遥 哪有这时退缩的道理 正前 急了 我不管你和你孩子发生过什么 我只想去第四层 正前阴着脸 呃声道 这是最后一次警告 把路让开 杀意沸腾 正前少有的 从一开始就全力以赴 冰皇抬起头 很奇怪 他的目光 非但没有对正前身上 试杀气息的忌惮 反而遍布欣慰 是的 那是欣慰的温柔目光 原来如此 儿等也想做切身爱子的玩伴吗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最后一丝耐心耗尽 正前不再废话 一步踏出 利用脉冲的冲击力 化作一枚青色炮弹 向冰皇发起了猛攻 单身狗的暴怒 飞踢星号脉冲 起步当然要用性价比最高的招数 半空中腾挪身体 正前的宛如甩出铁链般 狠命踢出一击 冰皇像是痴呆了一般 不躲不闪 甚至没有任何防御 禁止遭受了这一猛击 砰 气浪刮的地面都碎裂 正前的眼里 只看到冰皇头上 HP条不动分毫的惊骇场景 1066的物防 可以抵消98%的物理伤害 用脉冲强化过的单身狗的暴怒飞踢 拥有足足4万多的物理伤害 而且还附带贯穿攻击 可以实现一定程度上的破甲效果 可冰皇的HP 甚至连一点都没掉 物理攻击免疫 贯穿伤害免疫 原来如此 LV176的魔兽 拥有这种技能 也无可厚非 猫南北 来了喵 抛开疲惫 已经LV75的猫南北 冲出了不逊于正前使用脉冲的速度 百花蜂帘 两条前肢连番挥舞 竟带出重重残影 远看就像猫南北长了几十条前肢一样 短短一秒的连击 挥出了将近千发蜂帘 和一般的蜂帘不同 一般的蜂帘是物理攻击 百花蜂帘则不同 是蜂属性的魔素攻击 然而 结果还是一样 雨点般密集的蜂帘倾泻下来 就真的和雨点一样打在冰黄身上 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哇 好硬妙 猫南北的惊呼 让正前暗暗咫舌 连蜂属性免疫都有 既然这样 正前心一横 掉极魔素 太虚龙溪 星号脉冲 轰 炙热的烈火 将冰黄整个身体覆盖 这滚烫的温度 足以将地面都烤成岩浆 正前分明看到 冰黄不动如山的HP 终于出现了明显的下跌 HP 19646 24349 全力一击 轰去了其将近5000的HP 能行 正前欣喜若狂 冰黄作为三层BOSS 确实拥有很多属性专精和免疫 一般攻击对它根本不起作用 但很显然 冰火不相容 即便拥有接近9000的魔防 太虚龙溪还是能对它造成明显伤害 想来 它不光没有火属性免疫 而且 火属性还是它的弱点 能对它造成4倍伤害 能赢 以它的HP 只要进行牵扯战 用凝神和治愈保持状态 再命中它4到5发太虚龙溪 我就能赢 猫南北 明白了 喵 猫南北达得欢欣雀跃 它也不是傻子 而是身经百战的地下城魔兽 加上一起战斗这么久 正前的想法 它了若直掌 太虚龙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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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整十分钟的牵扯战 正前一连命中了三发太虚龙溪 冰黄的HP 已经被削减到了4219 可是正前的心情 却从一开始的自信 慢慢变得焦虑 不对劲 很不对劲 这冰黄从战斗开始至今 别说反击 甚至坐在原地 连洞都未曾动过一下 就像的木庄一样 任你如何攻击 都微额不动 为什么 敏锐的战斗直觉 让正前产生了犹豫 然而很快 这份疑惑就有了答案 就在正前准备使用最后一发太虚龙溪之际 周围十几道峡谷缝隙里 突然冒出来了许多魔兽 赤木雪狼 冰谷冤 纯种科多兽 甚至连迷你版 身高只有五十米的尾冰霜真龙都有 猫难呗 小心 难道是本体没有攻击力 专靠召唤物来反击的类型 正前的警惕心升到了顶点 不过 这种数量还不足以构成威胁 二次进化后 正前的成长速度非常惊人 属性是一级一个变化 LV十一的正前 自然不会把这些冰雕放在眼里 这种砸碎来 多少都是送经验 正前大喝一声 向前猛冲 聚集魔素 准备一击 将这些冒牌货全部蒸发 冰皇的HP已经见底 无法再承受 哪怕一击太虚龙溪 只要一击 只需要再一击 就能将三层boss斩于马下 没有人 也不可能有人会在这个时候选择退步 除非这个人能够站在上帝视角看清一切 而很显然 正前并没有上帝视角 所以 叮 冰皇睁开了眼睛 成为妾身爱子的玩伴吧 一直不动如山的冰皇 此刻突然动了 哗啦一声 他猛地张开双翼 一盏达两公里的翅膀折射出七彩的光泽 像一面五颜六色的冰质屏障一般 遮天蔽日 只见周围涌来的冰质魔兽 身体竟如融化了一般 寸寸瓦解 旋即化作冰水 涌入冰皇体内 冰皇本将见底的HP 竟在一瞬恢复到了全满 十 这一瞬 正前的心凝固了 真的是一瞬间 先前的努力竟全部白费 连试图阻止的空隙都不存 冰皇就已经恢复到全胜状态 不死 正前突然想到了这个名词 仔细想想 世间留有火凤祥瑞的传说 说是火凤会吸收世间的憎恶和怨恨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引火自焚 将憎恶和怨恨一起带离这个世界 只留下美好和友善 用自己的死 成就他人 在于灰烬中涅槃 而这冰皇 则恰恰相反 将自己的负面情绪 强加给他人 用他人的存在 来成就自己 正如他已吸收这些冰质魔兽一样 正前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听呼啦一声 聚烈的风鸣像要把人脸皮撕下 冰皇猛扇翅膀刮起难以想象的飓风 寒在嘴里的太虚龙溪也顾不得蓄力 直接喷了出去 但是 以前无往不利的龙溪迎面撞在他刮起的飓风上 却连抵消都做不到 太虚龙溪才刚一出口 就会夹杂着难以想象的低温的风浪吹灭 这风浪的温度低的可怕 根本不是尾兵双真龙的龙溪所能比拟 手脚的感觉迅速麻痹 正前亲眼看到 太虚龙溪丝毫没有抵御这股寒流 自己的手脚 正从末端开始被兵截 这是双属性的魔素攻击 双属性是封和兵两种属性的结合 这点正前当然清楚 所以才会震惊 我近4700的魔防 加上封兵双属性免疫 和太虚龙溪的抵消 居然依旧无法抵挡这股寒流 意识开始变得模糊 正前分明看到 冰黄的六角面板里 有一个数据突然被拉长 仔细看去 魔素 27500冰黄的魔素 居然翻了一倍 吸收自己的召唤物 不光能恢复状态 还能提升六角面板吗? 但弄清楚这些已经太晚了 只是一个呼吸的时间 正前的躯干就已经被冻住 意识正在飞快地脱离身体 迷流间正前只听到一个声音 狗东西 快跑 你算错了 我们不是他的对手庙 再之后 正前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再次恢复意识 已经过去不知多久 青蓝的天空 飘着零星几朵白云 视线很模糊 很狭窄 什么都看不清 全身都在痛 像是洞窗一样的撕裂痛 治愈使用了一次治愈 可能因为MP不够了吧 治愈的并不彻底 但疼痛感却缓解了很多 视线也恢复正常 睁开眼 正前第一眼看到的 就是自己的两条腿 腿 再往下看 只见一个紫灰色 类似于二百岁老头的脑袋 正扛着自己的两条腿 皱巴巴的脸 还冲自己笑眯眯地说 你醒了 正前 哈哈哈哈哈哈 雪原上 响彻了正前的惨叫 一分钟后 卧槽 老子还以为真糙要没了 趴在雪原上 心有余悸的正前 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回过头 仰天望去 那高达三公里的庞大身躯 依旧让正前不敢相信 这个魔兽 对自己居然没有敌意 这只魔兽 就是当初猫南北提议正前去挑战一下 被正前以体型太大 生怕陷入持久战而否决的那只路行超大魔兽 要知道 魔兽吃得多未必会长得很大 但是长得很大的魔兽一定吃得很多 这只魔兽 居然没趁正前昏迷时 把正前吃掉 非但如此 他还用庞大的体型盖住了正前 等了一天一夜 直到正前苏醒 好人 地下城还有好人 这有点刷新正前的三观 猫南北 他不同 他不是好人 他只是被驯化了而已 至于刚才那个 像200岁老头一样的人头 就是这只魔兽的头 上次因为远 正前以为 这是一只腿 特别长的路行魔兽 实则不然 那个看起来是路头的器官 其实是他的屁股 是的 他屁股上长脚 而且非常大 而正前以为是屁股的地方 其实才是头 只不过 他身高三公里 头却和人类头颅差不多大小 且其脖梗可以延伸到夸张的长度 直接从他两公里高的身躯延伸到地面 和正前对话 而且看那样子 他的脖梗 好像能无限延伸 现在 他正用色眯眯的眼神盯着正前看 说实话 就这样被人处着个无颗头盯着看 心里有点毛毛的 那啥 是你 救了我 正前试探性地问道 魔兽的突瓢脑袋 一副很惊讶的样子 哦 能交流 你也会意念通达 啊 嗯 正前有些尴尬地点头 话说 我刚才不是说过话吗 突瓢脑袋一歪 裴笑道 呃 不好意思 活太久了 记性有点差 说着 他顿了顿 继续说 不过救你的 不是我 是你的朋友 朋友 正前一正 突瓢脑袋点头 那只猫幼啊 怎么 你忘了 猫幼 猫南北 正前顿时惊恶当场 脑袋里 那块缺失的记忆碎片 像在祖宅墙角里发现的祖母遗物一般被重拾起来 狗东西 快跑 你算错了 我们不是他的对手庙 嗯 正前的头一阵发痛 他瞬间全想起来了 当时 冰黄的寒气已经将自己全身冻结 就在即将被完全冻结之前 猫南北挺身而出 冲到了自己身边 用尽所有力量和AP 将自己抛出了冰黄的巢穴 正前还依稀记得 最后的最后 沐浴在满天的飞霜中 猫南北对自己的回眸一笑 狗东西 要来救我哟 要不然 我就不给你生孩子了喵 回想起一切的正前 心向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捏住 是我 害了他 冲击性的现实和无力感 瞬间如潮水般席卷过来 将正前吞没 让正前窒息 是我太过急功近利 没有查清楚 BOSS的情况 就急着去杀 二层的顺风顺水 加上属性的飞速提升 让正前一时间迷失了方向 甚至忘了地下城生存最重要的一条规则 永远不要小看任何对手 如果 能够稍微谨慎一点点 今天的事就不会发生 如果不是猫南北 正前恐怕今天 就已经死在了冰黄手里 那只猫 把你扔到了冰谷外围的顶端 我正好路过 说实话 三层已经很少出现像你这个级别的魔兽了 所以就顺手 把你捡了回来 老魔兽抬起头 望向远方的冰谷 浑浊的目光中 竟是对漫长岁月的感慨 以前 我在参加冰谷大战的时候 也有过这样的朋友啊 说着 他低头凝视挣钱 问道 你看起来好像不难过 那只猫又不是你的朋友吗 是我的朋友 一只笨猫 老魔兽有些疑惑 他可是舍命救了你 你怎么看起来没啥反应 那我应该怎么样 哭吗 拍拍屁股 挣钱站起身 向冰谷走去 老魔兽见状 抬腿一脚踩在了正前前方 支撑起他三公里高身体的脚 就像一面城墙般拦在正前面前 为什么拦我 正前头也不回 口吻十分冰冷 老魔兽淡淡道 因为我看到一只年轻的魔兽要去送死 拦住你是长辈的责任 猫南北死了 因我而死 为他报仇是我的责任 正前的话语铿锵有力 口气中充满了决绝 老魔兽没有说话 他目光微微下挪 只见正前两只笼爪狠狠握拳 青蓝色的血液都从指缝里流淌出来 原来也不是没有动摇 老魔兽会心一笑 像是想起了什么好事 良久 他才开口道 如果我说你的那个朋友没死呢 没死 正前像是抓住救命稻草一般猛的回头 看到老魔兽正笑眯眯的看着自己 不像是在骗人 老前辈 你说猫南北没死 是什么意思啊 老魔兽点头 浑浊的双眼也变得绝朔 冰皇的傀儡仿真度极高 是因为他的召唤术 是一种名为骨肉神剔的特殊召唤术 明古时期至今拥有过这个召唤术的存在 不超过十个 是世上最罕见的技能之一 一般来说 召唤物的实力是要比原版弱的 但是这个召唤术可以召唤和原版一样 甚至更强的召唤物 因为它的原理并不是普通召唤的 复刻 而是掠夺 将生物困住并杀死 但是保留灵魂 剔除意识 再用冰重塑身体 所有属性 包括魔素 都由冰皇提供 所以说是召唤物 其实是被做成了傀儡 这也是杀掉它的召唤物 依旧有经验值的原因 你在冰谷里遇到的魔兽 无一例外 全是冰皇的召唤物 如今的三层 早已在冰皇的掌控之下了 除了一些杂鱼外 只要有一点点实力的 都被冰皇做成了召唤物 这冲击性的事实 让挣钱感觉难以置信 你的意思是 三层大部分魔兽 都被冰皇灭绝了 老魔兽点头 包括气候 两万年前 这里可是一片草原呢 整个三层的气候 都是冰皇改造出来的 那这和猫南北还活着 有什么关系 老魔兽道 骨肉神剔虽然强力 可以掠夺他人的全部 但缺点是 生效速度极慢 需要用冰属性 从细胞层面 慢慢替换掉被害者的身体 这样才能保留住完整的灵魂 以那只猫又的素养 这个过程大概需要两周时间吧 只要你两周之内杀了冰皇 那只猫又就能用治愈魔法就回来 两周? 奶妈的死 对挣钱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如果猫南北也死了 挣钱恐怕会愧疚一辈子吧 如今 这个消息 无疑给挣钱打了一剂强心针 无神的眼睛逐渐恢复了高光 还有机会 如果说 骇猫南北被抓是我太莽撞 那么就出他 就是我的责任 挣钱本质上还是人类 而人和兽最大的区别就是 兽会知难而退 而人会痛定思痛 挣钱对老魔兽深深地鞠躬 谢谢你 老前辈 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 老魔兽爽朗地笑了笑 没什么 我也是活太久了 在三层难得看到一条烛龙娃娃 所以顺手救救你 打发一下无聊罢了 烛龙? 挣钱一惊 自己现在应该是微型冰龙才对 烛龙的血统早就因两次进化 而被隐藏了起来 身上也没有留下任何烛龙的特征 这个老魔兽是怎么看穿的 等一下 挣钱突然感觉到不对 老 老前辈 你说三层除了杂鱼 所有魔兽都被冰黄做成了傀儡 那么你 这么庞大的体型 怎么看都不是杂鱼吧? 人家好歹对自己也有救命之恩 这么没礼貌的话 挣钱可问不出口 老魔兽爵兽的双眸里 划过一抹坏笑 你不是也有稀有技能 真理吗? 这可是个挂逼技能 从明古时期除了你 我只见过一个人 呃不是 只有一个神拥有过 我为什么是例外 你用真理看看不就知道了? 他连真理都知道 正前此刻的震惊已经无以言表 那 那晚被失礼了 定下心神 正前抬起头 对这只庞大的奇怪魔兽 使用了真理 对象 巴比伦LV413类型 超神兽HP MP AP 力量 魔素 物防 魔防 感知 综合敏捷 当看清奇数据的瞬间 正前便觉眼前一黑 两腿一软 一屁股瘫坐在地上 明明身处零下150度的低温环境 正前全身却因恐惧而浸透汗水 巴比伦 LV413 超神兽 这只长相奇葩的皱巴巴魔兽 难道比利维坦还强? 你 你究竟是谁? 正前的声音都止不住颤抖 巴比伦却是笑而不语 他仰望湛蓝的天空 像是想起了什么美好的事般 敏唇而笑 良久 他念如道 曾占百万魔神 弹指间分昼夜成婚 而今截然一世 圆满清静 甘怨无闻 我与利维坦本是同辈 我的等级确实比他高了那么一点点 只不过我失去了神性 不能永保青春 身体正在逐步衰老 实战能力 我可能不如他 你高出他六十级 还打不过他 你占的那些魔兽 哪只不比你等级高? 还不是都被你宰了? 坐在血缘上 挣钱耐心地和巴比伦交谈 这是一只活了不知多少年的生物 还参加过 名为鸣鼓之战的神明战争 似乎 就是在那一战结束后 神明开始修建的地下城 川东地下城完工后 他就投身到了地下城之中 原本 川东地下城是被设计成双boss结构的 即巴比伦与利维坦同为最终boss 狠狠地坑一把即将打穿地下城的勇士 但由于巴比伦对于战斗和人士早已感到厌倦 于是来到了环境最好的三层 甘愿沦为背景版 后来 人类主宰了这个世界 虽然没人知道 为什么弱小的人类 能够成为世界的主人 但也亏人类弱小 这漫长的岁月里 别说打穿地下城 连打到过三层的人类都寥寥无几 更别提有什么人能威胁到巴比伦了 听他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正前也算明白了这个名叫巴比伦的魔兽的身份 没想到 我才攻略到一半 两个最终boss都见过了 正前无奈苦笑 也不知这算幸运还是不幸 但至少 和利维坦不同 巴比伦是可以沟通 且没有恶意的 说白了 就是人家 只想过朴实无华且枯燥的生活 前辈 你说有史以来除了我 只有一个神拥有过真理 就是那个名古大战时期的神吗 正前对这个很好奇 真理这个技能是正前的核心 也是他能在地下城活到今天的最大保证 除了自己 居然还有人拥有这个技能 说实话 正前是有些不爽的 然而 这点小情绪又怎么逃得过巴比伦的眼睛 怎么 是不是以前觉得自己独一无二 正前一正 连忙否定 呃不 没有 我只是 没必要否认 巴比伦打断道 但也没必要去嫉妒 我还可以告诉你 那个神至今还活着 也可以告诉你 他很小心眼 更可以告诉你 就算你打穿了地下城 如果被这个神察觉到 那么他一定会绞尽脑汁杀了你 为什么 正前不解 巴比伦笑道 将心比心 你拥有了这世上最强的技能 并且是独一无二的 你会愿意 这世上突然出现第二个拥有这个技能的人来威胁你吗 正前低下头 巴比伦说的一点不错 轮到自己身上 正前也会考虑把第二个拥有真理的人杀掉 维持自己的独特性 人之常情并非只有正面的 也有这种丑陋的 想到这里 正前突然扑斥笑出了声 你笑什么 巴比伦疑惑道 没什么 笑我自己起人忧天 连兵皇都还没办法对付 就已经开始考虑打穿地下城后的问题了 巴比伦愣了一下 旋即会心一笑 没有说话 似乎是认同正前的说法 前辈 梁九 正前开口了 他低着头 双手拇指一直在打着转 十分焦虑 我真的能打赢兵皇 就出猫南北吗 巴比伦并没有第一时间回答 他和利维坦之所以当初会被放在一起 作为川东地下城的最终boss 其实原因无他 因为利维坦是利者 而巴比伦是智者 他思考了一会 反问正前 这里是地下城 迄今为止 你杀掉的魔兽 有哪只等级不比你高 巴比伦柔和的目光 让正前浑身猛的一颤 这不光是善意 更是一个智者 将千言万语浓缩后的阐述 正前瞬间明白了 他这话中包含的韵味 巴比伦再怎么不问世事 终究是地下城的boss 而冰皇也是boss 巴比伦就正前 可以看作是对地下城魔兽的稀才 可作为最终boss 巴比伦绝对不可能 教正前击杀其他boss的方法 这是作为最终boss的底线 正前要杀兵皇旧朋友 必须靠自己 等级并非实力 属性面板也并非一切 这些终究只是参考 迄今为止 正前不止一次杀掉过面板 高于自己的魔兽 巴比伦补充道 强大并非神话 每一个神话的诞生 都是因为有人书写了无数个奇迹 这句话让正前低着头沉思良久 谢谢前辈 我误了 起身 正前不再说话 转身向着冰谷的方向走去 这一次 巴比伦没有阻拦他 因为两句话 巴比伦已经把未来的路指明 多出哪怕一个字都是废话 因为这一次 正前已经抛开仇恨和个人情感 有了真正意义上强者的气息 望着正前的背影 巴比伦不禁欣慰一笑 看来 这么多年过去 终于又有一个神话要诞生了呢 是神明 还是魔神 突然 有点想见证一下了 但愿我能活到那一天吧 两周 不 十天 两周太极限了 猫南北可能会撑不住 时间只有十天 去除自己昏迷的时间 一共还剩九天 只比一周多一点 而这段时间绝非是无用的 仔细想想 我每次以弱圣强 靠的是什么 是无敌的属性 还是特殊的技能 都不是 而是仔细观察过所有对手的弱点 将自己的强项发挥到极致 等级和属性 固然影响了强弱 但并非绝对 正前很强 LV十一二次进化的属性 数值基本已经碾压了整个三层九成以上的魔兽 但和冰皇比起来 正前的属性还不够看 当然 这并不是问题 强者不光要能靠属性碾压对手 还要拥有以弱胜强的能力 又不是当初对科多兽首领那种十倍属性差 而且对手还摇了二十几个小弟帮忙 那才是真的毫无招架之力 只要以己之长 刻比之短 区区三倍不到的属性差 根本不足为据 解锁 计划成长 LV2 通告 计划成长已升级 消耗解锁点40 当前等级LV2 加上LV十一给的5点解锁点 正前目前拥有81解锁点 在重新进入兵股之前 正前选择花费40解锁点 将计划成长提升到了LV2 LV2效果 为非战斗状态下 每分钟自动增长2点经验值 击杀获取经验值变为4倍 似是解锁点的庞大消耗 让这个技能的效果翻了一倍 这和正前接下来要做的事 息息相关 站在冰谷谷口 捡起一块足有十多公斤 人头那么大的冰球 正前颠了一下 感觉重量合适 旋即运足力气 狠狠的像冰谷内部猛的一致 1900的力量属性 配合技能脉冲全力一致 威力难以想象 竟将这块冰球扔出了炮弹般的威能 以至于冰球前端 都出现了突破音速时特有的音爆 啪啪啪 接二连三的音爆刮出重重激波 声音刺耳的 足够震碎玻璃 最后轰隆一声 砸在了千米开外的冰壁上 剧烈的声响 明显激怒了附着在冰壁上的冰谷渊们 只见入口附近的冰壁 开始剧烈扭曲 就好像冰壁长出了羽毛一样 伸出成千上万的翅膀 紧接着发出凌乱到让人头痛的扑腾声 冰谷入口附近潜伏的两三千只冰谷渊全部飞了出来 望着这铺天盖地的数量 正前歪嘴一笑 冰皇可以通过自己制作的冰傀儡 恢复状态 这是他强大的能力之一 靠着这个能力 只要冰谷内还有冰傀儡 冰皇就可以说是不死的 而冰谷内所有魔兽都被冰皇做成了冰傀儡 既然如此剥夺他这个能力的同时 还能壮大我自己 何乐而不为呢 来吧 口中隐约飘出龙溪的湛蓝色火焰 正前摆开架时 冲满天的冰谷渊们勾了勾龙纸 九天之内 灭绝冰谷 你们就是第一屁 通告 纯种磕多兽已灭绝 灭绝奖励二世解锁点已入账 哈 哈 随着最后一头纯种磕多兽傀儡的倒下 正前身子一软 瘫倒在地 像是窒息般贪婪地呼吸着冰冷空气 哪怕只是停上一瞬 身体就会因缺氧而休克 六天 这已经是第十一种被正前灭绝的冰谷魔兽傀儡 六天 正前不知多少次冰临极限 HP 126621MP 319 8997AP 6 1070 和使用彗星一击后 清空数据不同 实战中不断受到伤害 导致数据清空 会造成剧烈的痛苦 即便痛绝无效化 免除了疼痛 但精神上的疲劳 和肉体无数次遭受打击的倦意 依旧是常人无法承受的 通告 等级已提升 当前等级LV16 伴随着等级提升回满状态的效果到来 这份痛苦才逐渐缓解 正前已经明白过来 为什么真理会提供那些 杀几千只 获得只有一点点解锁点的支线任务 真理的任务 自始至终 反映的都是自己最渴望的目标 并将这个目标拆分成无数个 可以达成的小目标 并在完成时给予一定的激励 主线任务 就是小目标 而支线任务 就是完成这些小目标的次要条件 这 就是悬赏任务的本质 这些看似荒唐的支线任务 其实都是为了更好的完成主线任务 但不得不说 这六天太过艰难了 俗话说 乱拳打死老师傅 又有俗话说 拳打精通 不如香巴老鸟枪乱捅 即便拥有碾压性的属性 面对压倒性的数量 依旧不可能赢得那么轻松 正前甚至已经不记得自己 这是第几次濒临死亡了 LV16 升级所需经验 9 58725 照理说 正前现在的等级应该去四层 经验获取效率才是最高的 二次进化的中后期 经验的需求量增长的异常恐怖 16级在1.3倍的倍率下 几乎每升一级需求量都会增长2万 18级开始增长量更是会变成3万 6天来 即便每天都是数万的杀戮 依靠着激化成长的四倍击杀经验 和每分钟两点的经验自动增长 也只是勉强升了5级而已 但是大量支线任务的完成 也给了正前丰厚的回报 当前职能 微型冰龙LV16 二次转值 类型 极细有种 超上位魔兽 HP6757 6757MP 9294 9294AP 3270 1090力量 2063魔素 4813物防 2664魔防 4986感知 1283宗和敏捷 2858 当前解锁点 416当前经验值 958725弱点 光 金 木 天赋技能 龙感知MAX 真理MAX 太虚龙吸LV5 午夜力量 常识获取 兵属性免疫 心意技能 慧心意击LV3 龙威LV3 摊使LV4 痛绝无效化 物理伤害免疫最强化 心意通达 风属性免疫最强化 单身狗的暴怒飞踢 飞雪走破 壁垒 解锁技能 脉冲LV1 无敌LV1 治愈LV1 计划成长LV2 凝神 精神集中 弱点击破LV1 扩散管制 多达416的解锁点 成为了正前 与冰皇一战的最大资本 不光如此 贪食升级到了LV4 使得正前能吃下 无限多的食物 并且可以 不被三级困扰 太虚龙吸 升级到了LV5 使得威力又有了质的提升 连龙感知都提升到了MAX 艰难的战斗 让正前获得了 殴打伤害无效化 斩击伤害无效化 和贯穿伤害 无效化三个技能 这三个技能 最终整合成了物理伤害免疫最强化 甚至可以无效化物理伤害专精 连风属性免疫都进化为了风属性免疫最强化 可以无效风属性专精的技能 同时 平凡的躲闪 让正前得到了飞雪走破这一新异技能 综合敏捷永久性提升500点 无不兼容技能 平凡的受伤 让正前获得了壁垒这一新异技能 HP永久提升1000点 无不兼容技能 现在 冰谷内的物种 只剩下了尾冰霜真龙和亚种昆金 以现在的等级 即便杀光这最后两个物种 也不可能再生哪怕一级 但 必须要做 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 正前朝远方十余头尾冰霜真龙的方向走去 灭绝最后两种魔兽 不光能够彻底剥夺冰黄的不死性 最重要的是 可以获得累计90点解锁点 想要确保必胜 有两个技能是必须要解锁的 辱之意念 何其坚韧 即便身于妾身魔法十日 肉身竟依旧未有丝毫磨灭 伸出长长的脖子 冰黄仔细打量起一块冰弹中的人影 这其中 正是猫南北 他的脸上还挂着当初扔出正前时的那抹微笑 冰黄很不理解 这冰蛋已经被附加了骨肉神剔 被包裹其中的生物 会被维持住生命的情况下 从细胞层面逐步被魔素兵替换掉整个身体 十天? 照理说 这种只有75级的魔兽 应该被溶解到内脏层面了才对 可冰蛋里的猫南北 除了大约两成皮肤被腐蚀露出少量血肉外 整个身体几乎没有被替换的现象 这是前所未有的 冰黄能够感觉到冰蛋里的这只猫幼 即便陷入了昏迷 可意识的最深层 依旧保留着一份强大的情愫 这份情愫 使得其身体的活性不会被冰封 骨肉神剔的效果 才会如此缓慢 但意志在坚定 也终究有瓦解的一天 更何况 对自己的同伴如此不离不弃 你将是妾身爱子最好的玩伴 冰黄的眼中浮现出的不是交集 而是宠溺 尽情挣扎吧 你的同伴不会来的 那头小龙见识过妾身的力量后 又侥幸活了下来 是不敢再来打扰妾身清静的 这就是生物的本能啊 看在把你带给妾身的份上 妾身也不会去追击它 像是听到了冰黄的话 冰蛋中 猫南北的双目隐约划过一抹悲凉 像是母亲看着准备送给儿子的生日礼物一般 冰黄用爪子轻轻抚过冰蛋表面 慢慢来吧 不着急 最好的礼物 是需要时间孵化的 切身会等你 用不着等了 我马上就送你去见你儿子 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突然打破了冰巢的宁静 冰黄全身猛的一阵 抬起头 向那声音看去 一米出头的身高 地下城这个到处都是身高百米的魔兽的地方 显得如此渺小 疲惫的步伐 在冰面上 踏出一个又一个沉重的脚步上 那双目像是泡过血一样的赤红 那獠牙遍布战斗所赐予的伤痕 往日整齐有序的龙灵 如今像是秀了一样 斑驳不堪 LV5的龙威 让这个渺小身形周围的空间 都在按照心脏的频率 隐隐鼓动 怎么? 见识过切身的力量 为何你还敢来? 冰皇难以置信地望着这个出现在视野里的龙形魔兽 不是别人 正是九天前被猫南北强行丢出战场的郑钱 仅仅九天 郑钱身上的杀气就翻了十倍不止 停下脚步 迎风触力 郑钱用冷峻的目光傲然仰视冰皇 淡淡道 你妈妈没教过你童养习是违法的吗? 那是我的马子 还给我 为何? 你会 郑钱早就觉得这冰皇脑子有问题 但没想到 他原来还有点理智 再次见到郑钱 冰皇的神情明显没了上次那般轻视 而是货真价实地在看待一个威胁 九天前 第一次见到郑钱时 冰皇也很惊讶 三层为何除了那该死的巴比伦以外 还存有这么强力的魔兽 难道是二层那个美度杀之手被人干掉了? 从二层下来呢? 但强力又如何? 冲其量也只是比一般杂鱼稍微强一点 在冰皇眼里 无论是郑钱还是猫南北 都不是什么值得认真对待的对手 冲其量只是时隔数百年 又一次冒出来的新玩具罢了 但是短短九天时间 郑钱的身上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地下城的魔兽各个具备敏锐至极的洞察力 冰皇作为三层boss更是如此 他很明显感觉到 如今的郑钱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已经从一个比杂鱼略强的高级杂鱼 进化到了足以威胁到自己的存在 你 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你 你那个古色古香的装逼语法 怎么没了? 郑钱并没有停下脚步 像是散步一般轻松地朝冰皇步步逼近 算了 不重要 猫南北不知道还能撑多久 我没兴趣和你废话 一步踏下 冰面坍塌 正前整个人化作一道逆势流星 直冲冰皇面部 单身狗的暴怒飞踢 双倍的物理伤害 毫不留情地踢在了冰皇面部 碰撞甚至刮出了一道弧形激波 将地面都如炸刀般撕碎 从震惊中回过神的冰皇 瞬间暴怒 物理攻击对妾身是无效的 上次吃的苦头 你忘了吗? 为何? 这头小龙会回来? 不! 这不重要! 冰皇双目一凝 张嘴就是一口寒冰吐吸 这是伪冰双真龙的双龙吐吸 冰皇居然也会 而且附加了双属性专精双重强化 即便是超越双属性免疫的双属性免疫最强化 也无法抵御冰皇的双龙吐吸 但是 不见了 吐吸刚一出口 冰皇就惊愕地发现 方才还贴脸的正前 竟如瞬间移动般消失在了原地 在上面 风婆娘 正前的声音从正上方传来 冰皇连忙抬头 只见不知何时 正前已经跳到的近一公里的高空 口中的太虚龙吐吸奉鲜火 更是如一场火之豪雨般 轻盘下 冰皇并不是 对火属性攻击 没有防御手段 上一次硬吃正前四发太虚龙吐 只是因为 他仗着自己的不死性 把正前和猫南北全力战斗的样子 当成了一场跳凉小丑的表演 压根没把正前放在眼里罢了 但是这一次不一样 上千年未曾波动过的第六感 第一次告诉冰皇 这一次的太虚龙吐不同 和九天前的完全不同 以前的太虚龙吐是湛蓝色的 但如今 正前的太虚龙吐发出的 竟是橘红色的光辉 如果还像上次一样 敢不防御印接下来 就算不死 自己也会丧失所有战力 冰霜要塞千分之一秒的神速间 冰皇调集了难以想象的魔素 在正上方张开了一层厚达数米的冰枝屏障 成百上千发太虚龙吐轰炸在屏障上 每一发都会挖出一个数米深的巨坑 虽然屏障被轰得遍布裂痕 但姑且 还是防下了这一击 但是 有个卵用 半空中的正前再次猛吸一口气 周围的空气仿佛都被吸入了肺中 要来了 冰皇瞬间感觉到头顶传来一股山脉般沉重的威压 这是 第六感告诉冰皇 正前的下一击绝不简单 是足以秒杀自己的超强力攻击 冰霜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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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开五层 冰皇的上方已然形成了坚不可摧的要塞 但正前双目一凝 根本没有改变攻击角度的打算 从正面击溃你 是我对自己 对猫南北最好的交代 上次贸然挑战 你确实是我急功近利 但你也一样 你最大的过失就是上次没把我放在眼里 让我活了下来 超长的MP条瞬间清空一大半 正前的肺液此刻已然扩张到了极限 人都会犯错 犯错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不知反省 正前反省了 但是冰皇没有 没有反省 就没有进步 而在地下城这种瞬息万变的地方 不管你有多强 没有进步 就等于淘汰 所以 太须天空穿 从口中喷出长发数百米的火之巨石 将整个天空都烧成了一片火红色 第一片半损的屏障甚至还没接触到 就被瞬间蒸发 紧接着是第二第三第四层 照理说 太须荣西是无法贯穿冰霜壁垒的才对 冰霜壁垒是高阶防御魔法 自带除光以外的全属性免疫 却被这道火矢如宣纸般被贯穿 直至第五层才勉强勉强停下脚步 这是什么攻击 冰皇大惊失色 那并非正前招牌的太须荣西 威力完全不在一个次元上 这九天为了杀你而准备的招数 正前大喝一声 像那火之巨石 再次灌入了大量魔素 轰的一声 最后一层冰霜壁垒 瞬间被贯穿 火石当场从背部捅进了冰皇的身体 魔防高达一万的冰皇 宛如热刀捅黄油般被一击贯穿 身下的冰巢也被一击贯穿 地面更是被捅出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溶洞 哈哈哈 冰谷内 瞬间响彻了冰皇七力至极的惨叫 砰的一声 像跟钉子一样狠狠落地 冰面都被踩得碎裂 正前淡默地看着冰皇原地打滚 HP 13199 24349AP 3766 7913紧一击 就消掉了冰皇一半的HP和一半的AP 若不是五层冰霜壁垒 削弱大部分威力 这一击足以击毙冰皇 你 你怎么会 我怎么会变得这么强 正前丝毫没有放松戒备 面对痛苦打滚的冰皇 反而摆开了全力以赴的架势 一个技能的威力强弱 并不单纯只是消耗和魔素 关键在于倍率 同样这么多魔素 消耗这么多MP 优质的技能拥有更高的倍率 能够造成更多的伤害 而太虚龙溪是竹龙的龙溪 放眼全世界都是极其优质的技能 在LV5的情况下 拥有25倍的超高倍率 而刚才那一击 并非太虚龙溪 利用扩散管制 凝聚威力那么简单 是正前花了整整300解锁点解锁的 进阶天赋技能 太虚龙溪的上位技能 太虚天空川 LV5的太虚天空川 拥有几乎冠绝天下的125倍伤害倍率 同时 技能本身自带火属性专精三重最强化 是神明都不可能拥有的 龙族最强绝技 竹龙能成为龙中之龙的精髓 区区全属性免疫的冰霜壁垒 又怎么可能挡得住太虚天空川 甚至连扩散管制都没用 就轻易击穿了冰皇的防御 终于露出这个表情了 正前的眼中 杀意没有丝毫消退 反而更加盛气临天 冰皇痛苦地在地上哀嚎着 他难以置信地望向正前 不 就算技能再好 你的力量也远不如我 为什么会 你这种级别的魔兽 鉴定技能应该会有吧 自己看看就是了 正前淡淡地说道 技能 鉴定 是一种常见技能 其效果相当于真理的简化版 不具备真理的其他能力 但可以和真理一样 观察他人的等级和属性 开战前用一次鉴定 判断敌我差距 几乎是所有战斗的常识 因为九天前看到过正前的属性 所以这一次冰皇并没有看 而今天 再次看到正前的属性 冰皇的瞳孔收缩了 不不不 这不可能 你的属性怎么会 冰皇看到了这辈子 都难以置信地一串数据 当前职能 微型冰龙LV16 二次转值 类型 及稀有种 超上位魔兽 HP 10136 10136MP 6731 13941AP 1187 1635力量 3095魔素 7225防 3996魔防 7479感知 1925综合敏捷 4287技能 血脉优化 可以将拥有者的生理结构 调整到最优解 效果 全属性永久提升50% 所有增益效果 包括以后升级提升的属性 都包含在内 同时 面对等级高于自己的敌人时 提供拥有者等级代偿 以抵消等级压制 最高可以提供40级的等级代偿 技能树形图里 和太虚天空川一起 同属于最高阶技能组的技能 消耗 200解锁点 这可是堪比一次进化的属性提升 40级的等级代偿 更是让冰黄的等级压制 变得可以忽略不计 最后 是超速再生 这个挣钱之前不屑解锁的鸡类技能 如今也有了用武之地 消耗 5点解锁点 只要超过10秒 没有消耗或遭到攻击 第11秒开始 每秒自动回复5%的HP MP和AP 直至回满 整整505解锁点 几乎投入了全部身家 让挣钱 有了和冰黄一战的底气 我不说第三遍 把我的麻子还给我 你也想破坏我儿所爱的这份宁静吗? 冰黄大喝一声 猛地张开双翼 剧烈的风鸣将整个裂骨都撑开 来吧 我的傀儡们 成为我的力量 面对如今变化翻天覆地的挣钱 冰黄要认真了 利用冰谷内的傀儡恢复状态 提升属性 再利用人数优势压倒对手 这就是冰黄在这地下城三层立于不败之地的原因 但很可惜 正前并没有阻止他 甚至只是站在原地默默地看着他 整整十秒 没有一只冰傀儡进入到冰巢附近 很奇怪吗? 正前歪着头细血地说道 冰黄这才意识到大事不妙 你? 你说呢? 正前笑道 骨肉神剔确实是很强的技能 但和普通召唤术不同 骨肉神剔创造出的冰傀儡 是拥有货真价实的生命的 故操控这些冰傀儡 需要消耗巨大的精神力 即便能大量操控 也只能下达一些简单的指令 更多的 要依靠傀儡们自己的判断 也就别提感知傀儡们有没有遭到攻击了 要感知这些冰傀儡 需要极强感知力 这冰谷内少说有三十万只冰傀儡 若真想感知 你的感知属性必须要超过三百万 而很显然 连利维坦都不可能拥有这么高的感知 所以 你不可能察觉到 我杀了这些冰傀儡 挣钱的话 让冰黄窒息 他万万没想到 这只小龙居然看穿了骨肉神剔最大的缺点 对于感知属性的要求过高 一旦制造的数量太大 使用者就无法感知傀儡的状态 而且 他居然真做的这么绝 利用这唯一的缺陷 把整个冰谷几十万只冰傀儡魔兽 全杀光了 讲道理 这九天不知道有几次 我都差点死了 挣钱指着身上数百道伤疤 升级合技能 虽然能恢复状态 但只有净化 才能抹去伤疤 这些伤疤 都是最近九天 无数次与死神较量时落下的 是挣钱搏命的象征 你的冰傀儡确实很强 杀他们的经验比原版少 实力又比原版强 靠着骨肉神梯这个技能 你确实有资格称霸三层 但你太执迷于过去了 我曾有过和你相似的经历 也有亲人死在我面前 巴比伦跟我说过你的故事 你的孩子 确实是个悲剧 但我之所以能赢你 是因为我的目光 永远只放在前面 亲人的血肉铸救了我 而你是被亲人所束缚 巴比伦 听到这个名字 冰黄身体猛的一颤 他不可置信地看向正前 京剧的目光逐渐变得暴躁 那个老不死的 冰黄一扇翅膀 带起难以想象的飓风 但这种程度的风浪 对于已经拥有风属性免疫最强化的正前来说 不过是如沐春风罢了 他的全身魔素像双翼汇聚 冰质般的双翼 发出耀眼的七彩光辉 你们都要死 这个世界都要冻结在这一刻 正前见状 也是面色一正 他知道 下一击必是冰黄的全力 而正前 必要以最强的一击回应 随着翅膀的光辉绽放到极限 冰黄动了 天地风诀 猛的一挥翅膀 难以想象的魔素从中喷涌而出 这股寒流已然接近绝对灵度 所到之处 万物凍结 连空气都被凝固成了固体 而此刻 早已回利用超速再生回满状态的正前 也使出了人生中最强的一击 彗星一击 星号太虚 天空穿 哄 宛如喷出一颗恒星一般 难以想象的高温 将本该冻结的世界溶解 一边是整个空间在冻结 一边是万年不化的冰川在消融 寒气与烈火碰撞 爆发出难以想象的刺目灰光 正前和冰黄都如线稿般 在这宛如神话开天辟地的第一抹光辉之中褪色 曾几何时地下城建立之初一片混沌 冥古时期被抓来的魔兽们为了瓜分仅仅五层的地盘展开了残酷的杀戮 血与火几乎染遍整个地下城 在这万万年的斗争之中有一只凤凰诞生了 它以一己之力平息了一整层的斗争 在这只有五层的地下城中开辟了一片只属于和平的区域 这里曾经鸟语花香 温暖遍布着整个大地 凤凰利用自己涅槃的能力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吸收世间的仇恨 投火自焚 再浴火重生 将仇恨带离这一方净土 有一天 凤凰生了一个孩子 孩子履行着母亲的职责 一起管理着这地下城三层的世外桃源 连最终boss之一的巴比伦 都来到了三层 享受着静谧的生活 然而凤凰母子不知道的是 仇恨与贪婪是不可能被完全磨灭的 当你试图抹去仇恨的时候 你就成了这个世界仇恨的对象 地下城之主 力为坦 不允许地下城的魔兽这般安逸 魔兽就要有魔兽的样子 在杀戮中不断进行进化和淘汰的轮回 他来到了三层 杀死了凤凰的孩子 并用自己的技能 暴君夺走了所有三层魔兽的智慧 让他们彻底失去神智 沦为只知道杀戮的机器 凤凰还记得 孩子临终前对自己说过的话 若这份和平能永远维持下去 该多好 若我们能斩断这地下城的诅咒 该多好 巴比伦 你身为和利维坦一样的地下城之主 为何任由利维坦毁掉三层我苦苦经营的一切 凤凰当年这般质问 而巴比伦的回答只有一句 我尽力了 巴比伦曾和我说过你的故事 面对奄奄一息的冰皇 正前暴怒的目光逐渐溶解 露出了隐藏在最深处的怜悯 HP024349身为强者 即便是HP归零 只要身体完整也能存活几分钟 他的身体已经开始分崩离析 迷留之际他将目光凝聚在正前身上 我只是想像以前一样 大家都能和平共处 大家都能陪在我和我的孩子身边 这世上再也没有杀戮 可你做的却比杀戮更加残忍 我不想让这个世界如利维坦所愿 我只想守护三层的和平 斩断魔兽生于地下城的诅咒 可你做的却是利维坦最想要的 你自己就成了利维坦想要的魔兽 冰皇闭上了眼 他还没死 只是不想在最后一刻再吐露自己的心声 败者 没资格谈论梦想和愿望 望着冰皇 正前陷入了沉思 直到最后 冰皇断气 正前都没有再说过一个字 我替你斩断这份诅咒 这句话 正前说不出口 因为根本不现实 地下城就是地下城 即便将来真能杀了利维坦 自己离开地下城 地下城也会诞生另一个魔兽取而代之 更何况 正前也从不认为自己是什么好人 对不起 我做不到你这般伟大 太大的梦想 只会是个泡影 我所希望的 只是不想再有身边人离我而去 直到最后 正前还是开口说出了自己的真心话 不知是不是错觉 当这句话开口的瞬间 已经断气的冰皇脸上 那抹不甘 好像烟消云散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丝欣慰之色 哗啦一声 冰皇的尸体化作了一地的碎冰 通告 等级已提升 当前等级LV17 通告 主线任务已完成 80节锁点奖励已到账 真理的通知 此刻显得无足轻重 正前注意到 脚下冰面的裂痕深处 有一朵红酒色的三瓣花 小小的 只有黄豆那么大 却在严寒中 倔强地生长着 随着冰皇的死去 冰川也开始坍塌 气温也有了明显的回升 三层的低温是靠着冰皇的存在而维持的 冰皇一死 温度就会回升 可能若干年后 这片被冰封的世界上会长出新的绿叶吧 但 这都是后话了 挪动视野 正前看到不远处角落里 冰封着猫南北的冰蛋 气息虽然很虚弱 但还能坚持很久 确认了猫南北还活着 正前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终于 结束了 三层攻略 成功 正当正前准备过去 替猫南北解开冰蛋的时候 突然 视线余光里拐到一眼 冰皇尸体的碎冰中 好像有什么东西 正前定睛一看 只见碎冰中央 大概是胸口的位置 有一颗晶莹剔透 散发着蓝光的雪球 那是什么东西 正前有些好奇 走上前捡起来一看 发现入手温润如玉 大概鸡蛋大小 这是 哦 这不是神盒吗 就在正前疑惑之际 巴比伦的声音 突然从身边响起 正前顿时吓得一屁股 坐在地上 回头一看 只见这只身高三公里的巨兽 居然不知何时出现在了自己身后 巴比伦笑道 小东西 你赚到了 这可是一百五世纪以上的魔兽死亡时 才有千分之一的概率掉落的宝贝 低于一百五世纪的魔兽 虽然也有可能掉落 但是概率小于一一分之一 不是 你的出场方式很刁钻啊 你他妈什么时候过来的 巴比伦笑道 空间魔法咯 很稀奇吗 神盒 正前好奇地打量手里这颗光球 龙杆之的最后两集 分别提升的是 时空间杆之力和宝藏杆之力 正前的直觉感到 这颗名为神盒的光球 是难得一见的宝物 不 甚至称之为珍宝也不为过 这东西有什么用 正前好奇 向巴比伦请教 巴比伦看向已是一地碎兵的兵皇 当年 并不是我不帮你们母子 而是我 确实不是利维坦的对手啊 对不起 我当时真的经历了 他用细不可闻的声音 轻轻孽如 但凭着龙杆之超规格的感知力 正前还是听得一清二楚 正前没有说什么 这是属于别人的恩怨 与他无关 他不插嘴 也插不上嘴 更没资格插嘴 巴比伦回头 看向正前手中的神盒 幽幽说道 一百五十几以上的魔兽死亡 会有千分之一的概率 掉落神盒 神盒似乎是只有死亡时才会出现 魔兽活着时 体内是没有神盒的 神盒有各种各样的用途 人类那边 每一颗神盒都价值连成 是铸造圣剑的核心材料 神明那边 神盒也可以用于 提升它们几乎无底洞一般的经验值 而我们魔兽 最直接的用法就是吃掉 挣钱一挣 吃掉 这玩意能吃 用牙咬了咬 硬邦邦的 这玩意吃下去能变强 巴比伦点头道 神盒品质主要看颜色 赤橙黄绿青蓝紫 这是赤色最佳 紫色最差 这颗是青色魔盒 算是品质不错的了 吃下去能够获得全属性一百五十点的加成 才全属性一百五十 正前有些嫌弃 就算有血脉优化 吃下去的属性会变成二百二十五 对于现在的挣钱来说 也未免太少了点 甚至可以说 区区二百二十五点属性 除了AP 挣钱都看不上 巴比伦却笑了笑 属性只是锦上添花 神盒吞下后 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可以获得该魔兽的一个技能 挣钱一挣 白挑一个技能 当然 不可能是骨骼神梯这种稀有技能 稀有技能 稀有技能是不会出现在神盒里的 就好像你死了 你要是掉了神盒 那么这个神盒的技能绝对不可能是真理 或者太虚荣兮 这样也很不错了 挣钱有些期待 须知解锁点异常昂贵 用于解锁技能甚至容不得半点失误 而心意技能虽说可以硬刷 但刷取需要大量的时间和反复的尝试 挣钱九死一生整整九天 也没解锁多少心意技能 可想心意技能并不是你想解锁就能解锁 而在地下城 更多的技能意味着你能应对更多的环境 直接白嫖一个技能 不管是什么 都是对战力的大幅度提升 挣钱看了一眼地上的冰黄尸体 你的理念 我不能继承 也不想继承 但至少 我会尝试替你复仇 话说 巴比伦前辈 你不要吗? 挣钱还是懂规矩的 知道事先征询一下 就像你刚进监狱 每顿饭的红烧肉要孝敬前辈一样 这种好东西 当然要先问一下更强者 这不是尊敬 而是求生的基本 然而 巴比伦却是眯着两只眼 像两个等于号一样 用你他妈在逗我的眼神盯着挣钱看了好一会 挣钱误了 你他妈当我413级生狗肚子里的 巴比伦的眼神明显在这么说 也是 这么强的魔兽 怎么可能会看上区区一个青色神盒 想到这里 挣钱一口将神盒吞入腹中 神盒入腹的刹那 就化作一道热流 传遍挣钱全身 力量 得到了提升 虽然微乎其微 但确实提升了 真理也很快传来了信息 通告 神盒已吸收 新技能 天地风绝已解锁 已并入解锁技能行列 相关技能足以添加 天地风绝 就是冰皇最后释放的大招 是一个非常强力的技能 若不是挣钱将太虚龙西 升级成了太虚天空川 与这招对A 胜负还真不好说 虽说冰皇占据了面板优势 但整体来说 作为攻击性技能 这天地风绝的倍率 绝对不会差 这正好对应 挣钱目前最大的短板 拥有很强的魔素体质 却缺少多样化的攻击手段 虽说太虚天空川子 带了火属性专精三重最强化 但也不能排除 有火属性的怪物技能点 全点火属性免疫啊 毕竟 见识过冰谷冤这种技能全点AP的怪胎以后 挣钱再也不会吝啬用最畸形的思想 去考虑任何可能出现的敌人 天地风绝 正好是和太虚龙西相反的属性 又是强力的冰属性攻击魔法 仅这个技能 就能和现有的技能组合出无数种衍生技能 使得挣钱能适应的战场数量翻了好几倍 果然是个好东西 挣钱伸出双手 左手凝出一团烈火 右手凝出一个冰球 对于冰火两种属性的操纵自由度可见一般 没想到 杀高级的魔兽居然还会掉这种好东西 挣钱欣喜若狂 短暂地学习了一下新技能的使用方式后 挣钱也没多停顿 前往封印了猫南北的冰弹处 一击将冰弹击碎 见猫南北800多的HP还剩一半多 挣钱这才放下心来 对他使用了治愈 黑暗的视野破开一个椭圆 猫南北睁开眼的第一个画面 就是挣钱伤痕累累的笑容 还想睡多久 太阳都晒屁股了 像个上班因睡猛边迟到的敞炉 猫南北望着挣钱好一会才反应过来 哇 狗东西 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喵 猫南北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将挣钱狠狠抱住 嗯埋进去了 埋进去了 快放开 身高只有一米多的挣钱 像整个脑袋都要融化进猫南北的胸里一样 直到阴窒息掉了5000多HP 猫南北这才舍得松开寂静昏迷的挣钱 狗 狗东西 对不起 我太激动了喵 你 你没事吧喵 挣钱翻着白眼 口吐白沫 迷糊地说了一句 我好像看到我爷爷在和对岸冲我招手 叫我过去 在那之后 挣钱向猫南北解释了一下 这段时间发生的事 并介绍了一下巴比伦 期间 猫南北被最终BOSS的字眼 吓晕了足足六次 四层开始 许多杂鱼魔兽都超过了150级 届时你有可能会获得其他神盒 虽然品质未必有太好 但你的力量应该会突飞猛进吧 我知道你的最终目标是谁 但我劝你 最好别那么做 这世上并不是只有你一头魔兽 拥有越级战的能力 临行前 站在四层的洞口 巴比伦突然开口说话 其言下之意不言而喻 正前的成长体系非常特殊 这是真理技能持有者的共性 其他魔兽都是从一级慢慢往上升 等级能够一直升下去 至今都不知道最高等级是多少 而正前则是二十级一阶段 每阶段进化一次就重置等级 升级对经验的需求远超其他魔兽 但同样 正前每升一级提升的属性也远超正常魔兽 所以 正前能很轻松地单挑等级远超自己的对手 但是 越级战并非正前的专利 地下城越往下越凶险 从四层开始 大多数的魔兽灵智都已十分健全 智力远超凡人 即便是最底层的杂鱼 都要比每度杀之手还强数倍 冰皇在四层充其量 也只是个稍微厉害一点点的角色罢了 因为具备超强的智慧 所以这些魔兽的实力和质量 都不是三层以前的魔兽能比 可能四层开始 一百级的魔兽 会拥有三层之前一百二十级魔兽的战斗力 甚至更多 四层 会非常凶险 发生任何事都不奇怪 其言下之意 就是劝挣钱不要去四层 挣钱想了想 转身向巴比伦深深地鞠了一躬 多谢前辈 可我不会放弃的 如果我能活下来 有机会 我会回来找你 这些教会 可能是挣钱闯地下城至今 最宝贵的财富 但放弃是不可能的 自由 才是挣钱追求的目标 故而 只要挣钱还活着 就不会放弃攻略地下城 而毛南北 也没有放弃的意思 只要挣钱去哪里 他就会跟去哪里 且因为他还在和挣钱组队 挣钱九天来杀的所有经验值和兵皇 都计算在内 在他脱离兵弹后 他的等级就涨到了96 只要跟挣钱配合 也确实有能力闯一闯四层 见这两只年轻的魔兽 没有回头的意思 巴比伦也没有强求 只是默默地看着挣钱和猫南北 跳下四层的涌道 两久 他才回头望着 像身后静谧的三层 脸上露出一抹淡淡的微笑 虽然现在安静了点 但想来不出百年 这里也会重新焕发生机吧 再回想很久以前的日子 巴比伦暗叹 利维叹 你还要在一层待多久 你的对手 马上就要出现了 只不过 巴比伦突然想到了什么 有些奇怪的 回头看向挣钱和猫南北 跳下去的四层涌道 话说十天时间 那只猫又连HP都没被清空 他的抗性好像没那么高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还未落地 挣钱已经迎面感觉到一股净风 像是一下泡进了温泉里一样 浓稠的空气都开始往汗线里钻 这个感觉是 魔素 狗东西 四层空气里的魔素含量好高啊 人形的猫南北 全身都泛起了鸡皮疙瘩 坠落的强劲风浪都吹不干他身上的冷汗 啊 脚下的黑暗已经出现了一抹白光 说明出口就在眼前 挣钱神情已经无比凝重 这么高的魔素量 说明四层不光魔兽数量庞大 而且个体质量也极高 越往下掉接近地面 挣钱越能感觉 这股魔素的浓度是多么的惊人 连空气都变得厚重 像是整个人都泡在了有微腐蚀性的弱酸液里 这种环境 像人类这种弱小的生物 哪怕站着不动 也会持续不断地扣减HP吧 更别提四层之后 还有五层 真不知道 人类进入地下城的目的是什么 明明它们这么弱小的生物 连走一遍四层的路都做不到 思绪间 脚下的白光逐渐扩张 最后眼前猛的一亮 轰的一声 来到四层的正前 第一眼看到的 就是一团射到平流层的岩浆 那岩浆颜色极其诡异 呈现出惊人的彩虹色 正前仔细一看 大吃一惊 岩浆里融合了大量魔素 才会呈现出这般诡异的颜色 天空像是永远被极光覆盖 五彩斑斓 大地呈现出一片星红 像是被血泡红的一样 空气中的魔素已经高到正前这般水平的强者 都会隐约感到有些窒息 从千米高空持续坠落 正前不禁和猫南北紧紧握住了手 我们 来到了属于强者的世界 狗东西 下面有怪物喵 猫南北惊呼道 正前面色一凝 昂 我看到了 距离地面不到百米 只见下方着陆点 有大约六七条体长达十米的巨型蜈蚣 这些蜈蚣都长着三张人脸 面目可憎 口中源源不断地流出 挥发着紫黑色烟雾的剧毒粘液 且身上颜色五彩斑斓 按照赤橙黄绿青蓝子的颜色顺序 一节一个颜色依次排列 对象 七彩毒无蛇LV134类型 准尚未魔兽HP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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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P 92949294AP 32701090力量 2063魔素 4813物防 2664魔防 4986感知 6283棕和敏捷 2358 这些无蛇明显发现了 空中坠落的正前和猫南北 一个个仰天长啸 三颗脑袋都伸出长长的舌头 就等猎物落地的瞬间大口朵移 正前大喝一声 猫南北 知道了喵 百花蜂帘 数以百计的蜂帘被挥出 正前使用了精神集中 看清每一发蜂帘的诡计 张嘴就吐出一口冰霜 天地风决心号凤仙花 依靠扩散管制的精准操控 正前将每一发蜂帘都附着了天地风绝的寒气 最近的三头无蛇当场被切成数段 并被洞气洞成了冰雕 正前和猫南北落地 当即将这三头无蛇踩得粉碎 通告 获得5949经验 通告 获得5941经验 通告 获得6007经验 真理经验通告三连发 正前不禁大叫 卧槽经验好高 得到将近18000的经验 正前的经验值已经达到了75336 99378 眼看升级在望 如此高的经验获取效率 本还担心多久才能净化的正前 心头大喜过望 恐怕在四层又能迎来一波等级爆发 现在等级LV17 三次进化尽在咫尺 一扫先前的忧虑 刚落地的正前就像一枚弹簧般原地起跳 猛扑向另外四头无蛇 化作我的经验吧 正前大喝一声 太虚荣西照脸喷来 然而万万没想到 这四头无蛇身上的爆发出惊人的炫光 旋即身形一闪 竟消失在了原地 这是 正前一惊 扫尸化为一片熔年的大地 哪里还有无蛇的身影 还没等它反应过来 敏锐的第六感从身后爆发 正前猛地一回头 只见半空中四头无蛇已从四个不同的方向猛扑过来 空间魔法 正前大惊 LV131 在四层虽算不上杂鱼 但也绝对强不到哪去 这种小角色都会空间魔法 看来四层的魔兽实力跨度 确实要比三层强上不少 想到这里 正前的嘴角微微勾起 正好 我也想学这招 但技能竖行图 要花五十节锁点 太贵了 你们体内有神盒的话 让我尝尝可好 通告 等级已提升 当前等级LV18 随着最后一头无蛇的化作碎肉 正前终于迎来了梦寐以求的升级通知 好难 七头无蛇四万二经验看似很多 实则在近十万的经验需求面前 依旧显得杯水车薪 而且这些无蛇远比想象的要难缠 它们拥有很强的感知力 又有空间魔法 想要打中它们 远比想象中的要困难 而且 仔细想想 计划成长LV2 可以带来四倍经验收益 抛去这个技能 这些无蛇的经验 其实只有1500亿条 而正前现在的经验是 1101 129250 LV18 加上十九升二十 需要十六万八千零八十五经验 看似还差二级 实则需要超过三十一万经验 才能三次进化 这令人绝望的数字 让正前不禁感叹 路漫漫其修远兮 无将上下而求索 想着 正前把爪子往旁边猫南北的胸口伸去 哇 狗东西 你干嘛耍流氓喵 正前的咸龙手被红透脸的猫南北一爪子挠断了 嗯 不痛 痛绝无效化 赛高 超速再生的作用下 断掉的胳膊很快再生出来 属性也恢复全满 不管怎么样 经验还得刷 更何况 四层魔兽都拥有正前最关心的技能 空间魔法 如果能掉个神盒 这个神盒又正好是空间魔法 想必是极好的 利用空间魔法能跳过力尾坦 直接离开地下城 别发二了 要是真做得到 四层魔兽早跑光了 正前用脚趾头想都知道 空间魔法一定是有使用条件限制的 要不然地下城岂不成了形同虚设 至于是什么使用条件 只有得到了才知道 虽然空间魔法可以用解锁点直接解锁 但那需要整整武士解锁点 太尼玛贵了 如果可以 正前更希望从心意技能上直接领悟 或者直接抱一颗空间魔法的神盒出来 白嫖 它不香吗? 想到这里 正前带着猫幼 开始探索周围的地形 四层的地理结构很特殊 同样具备天空 但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地 准确来说 有大地 只不过没有地面 所有地面都是彩虹色的岩浆 温度高达数万度 且充盈着难以想象的魔素 无数山脉坐落于岩浆之中 山脉与山脉之间 不知是怎样的地质演变 形成了成千上万条十字桥梁 远看 就像这些山脉 就像是刚拉开的芝士披萨一样 错综复杂的桥梁四通八达 密布堪比诸网 这一路探索下来 正前发现 四层的魔兽数量绝非前三层能比 没走几步 就会遇上一只魔兽 落地短短半小时 正前至少已经杀了二十只 原本遥不可及的LV19 很快就变得近在咫尺 但是 敖屋随着半空中的暴丧女妖 被封连蓝腰斩成两截 猫男被两腿一软 跪在了地上 她的额头 遍布细密的汗珠 像是窒息一样 不断地大口喘着粗气 可无论怎么呼吸 疲劳都得不到缓解 你怎么样 正前连忙上前搀扶 仔细一看 AP 642721AP耗镜 再看她的MP 短短的 仅有220上线的MP条 早已耗尽 正前再看自己的数据 MP 7979 14833AP 678 1695 消耗异常惊人 这里的战斗虽然很频繁 但正前也算老手 怎么打 消耗多少 这些心里都是有数的 但在四层可不一样 四层战斗的消耗 远比正常情况下 要多出好几倍 魔素抽取 正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四层很不对劲 仅仅是站着 MP就会持续往下掉 整个空间 无时无刻 不再抽取这里 每一只生物的魔素 这是空间自带的属性 那片岩浆海里 蕴含如此大量的魔素 恐怕就是这个原因 究竟要抽多少只魔兽 抽多久 才能凝聚出让 一个世界的岩浆海 都变质成彩虹色的魔素 正前因为比较强 所以恢复速度比损失速度还快一点 加上有超速再生 能够抵抗住魔素抽取 但是猫南北不同 魔素是它的弱项 而HP和MP的损失 无论基于什么原因 都会附带AP损失 所以 猫南北不光MP被抽干 连带着AP都已见底 我 我没事喵 猫南北嘴唇发白 全身轻颤 一点都不像没事的样子 正前看着 心里不禁焦虑起来 再这样下去 他会撑不住的 不 不光是他 凝神和治愈 虽然能恢复MP和HP 但无法恢复AP 照这么个抽法 连自己也撑不到三次进化 怎么办 就在正前一筹莫展之际 突然 撑不住的话 就做我的食粮吧 哼 晴朗的天空 突然被黑暗覆盖 一只体型无比硕大的蜘蛛 猛地坠落在两人面前 正前抬头一看 瞳孔瞬间收缩了 那是一只体长超过一公里的 超大型蜘蛛 球形下腹的直径超过八百米 其修长的八条腿 每一条都有三公里直长 对象 崔尼迪LV233类型 尚未魔兽HP 113131 113131MP 5464 5464AP 21319 21319 力量 9万5446魔素 3万14025房 11万2664魔房 4万5603感知 2万1619综合敏捷 5万2358 正前心脏猛然收缩 10万数据 这是正前第一次见到10万面板的魔兽 几乎同时 真理瞬间传来通告 警告 该生物为四层BOSS 警告 敌我双方差距太大 请尽快脱离战斗 警告 而且还是第四层BOSS 等一下 二三层BOSS都因为自身原因 固定待在一个地方 但仔细想想 好像从来没有规定说BOSS必须待在原地等待挑战者的吧 我刚到四层 属性被清得差不多的时候 正好遇上了BOSS 这是奶门子的狗屎运 真理的警告都来不及说完 这只巨大的猪形魔兽 崔尼迪就动了 巨大的蜘蛛腿甩出了惊人速度 就像一道黑色巨雷迎面劈来 好快 惊人的速度带起强劲风压 吹得正前面皮鼓动 比我的脉冲还快 猫南北还动不了 糟了 躲不开 十万的物攻面板 单靠物理攻击免疫 根本扛不住 这一击 命中必死无疑 眼看着蜘蛛腿迎面来 仅一个照面 正前就陷入了绝境 地下城二层 行军速度比预期的要顺利很多啊 没想到金阁先生和战王阁下已经到了 率领部下来到二层BOSS点 手握战斧的龙将军 见赵傲天和金阁早早等在了那里 这才放下心来 命令身后的部队停下脚步 不 我和金阁老师也才刚到 见识龙将军 赵傲天也放松下来 收回了手中的圣剑爱欧里亚 三方部队回合 近三千人的大军集结于美杜沙之手的巢穴门口 赵傲天依旧是那副自信满满的样子 龙将军也不慢 我和老师刚到 你也到了 看来沿路还算顺利 龙将军爽朗地笑道 没有 算慢的了 沿途除了一层利尾毯 都没见几个魔兽 现在才到 是我领导无方 此话一出 旁边金阁年迈的表情不经易将 他开口道 龙将军也没遇上太多魔兽吗 龙将军一愣 不明白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好奇道 是啊 金阁先生 有什么问题吗 金阁脸上的阴霾更加浓郁 一层就算了 有利尾毯在 魔兽少点也正常 二层也是如此 这次进军 地下城的魔兽数量明显比上一次要少很多 老附带的队伍 只折损了两个小队 小赵只损失了一个小队 说来惭愧 我损失了三个小队 龙将军插嘴道 金阁面色一凝 合计只损失了六个小队 一百八十人左右 若是以往 怎么样也要损失二三十个小队 才能抵达这里 这不是好事吗 龙将军哈哈笑道 说明老天爷站在我们这边 让我们得以保存战力 迎击每度杀之手 相比龙将军的大大咧咧 金阁的脸色 却苦闷许多 地下城自明古时代后期被神明创造出来 一直至今已有百万年的时光 其内部生态早已固化 若无外力影响 基本不可能有太大的变化 力为坦在一层 导致一层魔兽数量锐减 也许可以理解 但连二层魔兽的数量 都比以往减少了一半多 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希望 只是老天保佑 碰巧让我们兵分三路 都没遇上什么魔兽吧 金阁是这么想的 多想无意 老师 这时 早已按捺不住的赵奥天 拔出腰间的圣剑艾欧里亚 面向BOSS洞口 我们的目标 只有击杀每度杀之手攻略二层 无论如何 只要能杀每度杀之手就够了 所有人 跟我冲 等一下 小赵 我们应该 金阁还想阻拦 却已经来不及了 赵奥天一声令下 三千人马如潮水般 从各个洞口涌入洞窟 走吧 金阁先生 都到这一步了 多想也没用 再说了 您的徒弟 可是天下无敌的战王 赵奥天最强的人类 有他在 您还担心什么呢 您说是不是 龙将军上前拍了拍金阁的肩 说完 也跟着大部队冲了进去 望着这熊啾啾气昂昂的部队 金阁几十年人生培育出来的第六感 依旧无法安抚下来 为什么总感觉 今天踏入这个洞穴 所有人都会死 金阁不明白 但是仔细想想 他又释然了 也罢 都已经到了这一步 没有退缩的道理 只要能杀了美杜莎之手 这一场地下成功略战 就是大获全胜 迄今为止 全世界任何一个王国 都没有抵达过三层 如果我们川东能够抵达三层 也许就能 更何况 我本就是将死之人 如有万一 只要保住小赵 这个人类最强 那么一切都好说 想到这里 带着忐忑的心情 金阁也跨步 迈入了美杜莎之手的洞窟 然而 石 眼前的景象 让包括金阁在内的每个人都愣住了 原本应该是青灰色黏土的洞穴 如今一片焦黑 地面呈现出黏土烧容后 又凝固的陶瓷状 以至于石狮虫 都无法钻出这里的地面 分拾这里的尸体 这里的战斗明显已经发生了很久 少说已有半个月以上 最好的证明 就是地上的各种人类尸体 都已经白骨化了 可即便如此 这里的温度依旧很高 堪比蒸笼 究竟要怎样的高温 才能把这个洞窟烤化 并且维持半个月 还散不进高温 这是 用圣剑挑起一具蟒尸 仔细打量一番后 赵天脸上一如既往的自信凝固了 旁边金阁和龙将军上前一步 顿时愣在了原地 这不是构成美度杀之手头发的蟒腰吗 金阁一眼就认出了 这具枯骨的身份 蛇骨被烤到全焦 用手轻轻一捏 就成了黑灰 这里还有很多 龙将军放眼望去 看到洞窟里零零星星 还有上百条类似的胶骨 再看洞窟尽头 通往三层的涌道 就这样暴露在那里 在场所有人都想到了一个可怕的可能性 莫非 二层诞生了更强的魔兽 把美度杀之手杀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 金阁和龙将军的心瞬间凉了大半截 然而 就在众人还没搞清楚状况之际 突然 天顶附近的空间一阵扭曲 哗啦一声 空间猛然撕开一个窝口 喷出大量魔素 人类一行人还没反应过来 只见两头魔兽从空间裂口中坠落 重重地落在地上 一头是类似于人类少女的模样 长着一头鹰色长发 一头则是冰龙的模样 只不过尺寸太过迷你 身高只有一米二出头 那个人类少女型的魔兽 好像昏迷了 被龙形魔兽扛在肩上 而那个龙形魔兽也浑身是血 明显身负重伤 但那头龙形魔兽出现的一瞬间 几乎所有人的肩上 都感觉好像压上了一座大山 这是 金阁顿时下的连退术步 曾经面对的美度杀之首都 未曾有过这般窒息的感觉 像是被人扼住咽喉 像是被人捏住心脏 像是被人挖出五脏六腑 这是什么怪物 金阁苍老的身躯剧烈颤抖起来 明明对方身形那么渺小 可那压倒性的存在感 让这个穷尽一生都在地下城 战斗的老法师都感觉胆寒 喂喂 那是东西很不妙啊 金阁法师 躲在我身后 虽然我的坦度 未必能护你周全 但您千万不要往前 即便是眉心眉肺的龙将军 此刻也感觉到了 这头小小的龙形魔兽体内 蕴含着怎样的力量 美度杀之首 跟眼前这玩意比起来 完全就是杂鱼一样的存在 二层出现了这么强的魔兽吗 为什么上次没有遇上 与此同时 郑前也抬起了头 发现这里是二层 郑前终于松了口气 逃出来了 武士杰索点没白花 再定睛一看 郑前顿时愣住了 只见自己刚落地 就被密密麻麻人类包围 并被惨无人道地围观了 人类? 郑前满头地问号 二层什么时候来这么多人类了? 也许以往 郑前会和他们聊天打屁吧? 但问题是 现在的郑前 正目火中烧 看你马 想死吗? 满肚子火气的郑前怒吼一声 整个二层都被震得剧烈震战了起来 郑前真的很郁闷 本以为上来就碰到四层BOSS 已经是倒了血霉了 但万万没想到 这只BOSS 还正好是天克自己 崔尼迪其实根本不是什么蜘蛛魔兽 而是三位一体的三只魔兽 难怪 176级的冰皇都还没全属性破万 怎么到了233级的崔尼迪身上 就爆出了好几个十万的属性 那个惊人的属性 其实是三只魔兽的叠加 这个蜘蛛型魔兽 头部其实是一只会飞的球形魔兽 蜘蛛型的身体可以分成两半 分成两只类似于EY里第九使徒与天使一样的四族魔兽 三只魔兽共享一个意识 可以想象成一个人同时拥有三个身体 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 他三个身体和在一起的时候 属性才会高得离谱 当然 这个BOSS真正离谱的地方 不是他三个身体和在一起时的变态面板 而是三个身体分开后 近乎无解的默契配合 头部虽然物抗为零 但却拥有近乎无解的魔抗 高到正前 就算用彗星一击的太虚天空川 都无法突破其防御 不是因为他魔素高 而是因为 他的头部具备全属性免疫三重最强化 而前半身虽然魔抗为零 但具备近乎无敌的物理防御力 正前的物攻也不用多说了 虽然不弱 但也就欺负欺负三层的杂鱼 那点物攻四层根本不够看 更别提对BOSS了 而后半身则几乎没有双抗 但却拥有变态的双弓 无论是物攻还是魔攻 伤害高到正前根本无法防御 只能躲闪 碰之即死 触之即残 原本 以四层魔兽的上限 单一魔兽是断不可能做到双防双弓的极致 但凭着一兽拥有三个身体 崔尼迪将全面发展这四个字贯彻到了极致 抓他三个身体的空隙是根本不可能的 由于是一个魔兽三个身体 所以他三个身体的配合 比之任何团队都要默契 默契到天衣无缝 加上正前当时状态非常差 可以说 是被他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尼玛 还有三开这种操作的吗? 一个人开三个号群殴我一个? 开挂也不能不讲基本法呀 然后 正前被崔尼迪打了个满地找牙 眼看着要被他打爆了 情急之中 正前也顾不得什么白嫖了 只能用解锁点解锁了空间魔法 空间转移 正是因为花了这五十点 正前才得以保命 也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空间魔法无法离开地下城 空间转移的使用 有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你必须对目的地的位置和坐标 有一个精确的认知和概念 简而言之 你不可能用空间转移 去你没去过的地方 所以 正前不可能利用空间转移 离开地下城 因为从出生开始 正前就待在婴儿房的婴儿床上 正前又不知道 这个婴儿房在什么地方 自然无法传送过去 在那之后 正前就被爹妈送到了地下城门口 而爹妈来地下城门口 用的也是空间魔法 所以正前没见过沿途的风景 至于传送到地下城门口 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正前只知道地下城门口 却不知道 这个大门 位于人类世界的什么地方 故而 就算有了空间转移 正前也无法离开地下城 这就好像 四层所有魔兽都会空间转移 但是却无法去一到三层 因为他们从来没去过 而正前不同 正前是从零层开始 一路打到四层的 所以 为了空间转移后 正前可以随意在零到四层间传送 当时快被崔尼迪打爆的正前 因为HP MP和AP全部见底 就算能从崔尼迪手上逃脱 也无法应对四层其他的魔兽 所以 为了逃命 正前迫于无奈 只能往回退 三层太冷了 在战斗中 猫南北被崔尼迪擦到 受了重伤 而且 崔尼迪的攻击是附带 诅咒 剧毒和流血等 十多种debuff的 正前靠着双抗可以抵抗 但猫南北的双抗太低 战斗中被擦到下 受到了 剧毒 诅咒 流血 和 开放性伤口 的四层debuff 三层的环境很可能会要了他的命 一层又有力尾坦在 所以二层 就成了正前最好的选择 而这四个debuff 正是正前恼火的根源 剧毒 持续损失HP上限 流血 持续损失HP 诅咒 持续损失MP和AP 这三个还好 AP归零不会死 HP和MP的损失 正前可以用治愈和凝神抵消掉 最要命的是 开放性伤口 让其他debuff难以清除 就意味着 其他三个debuff很难被清除掉 会一直持续到猫南北死掉为止 正前本打算到了二层 专心对猫南北 持续使用治愈和凝神 只要不停地用 用上一千次一万次 迟早能够清除这些debuff 可没想到 刚一落地 就遭到了这群人类 惨无人道的围观 而且看那样子 还想趁你病要你命 见识过人类得心的正前 顿时被一通火上浇油 我马子快死了 你们还他妈哪壶不开提哪壶 看你马 想死啊 正前抱贺一声 整个二层都被吼得震战连连 人类们更是被吓得不断后退 与此同时 所有人稳住 正当部队 快要被这突然出现的魔兽 吓到崩盘之际 照天拔出了圣剑艾奥里亚 只见水晶般的剑身 爆发出惊骇的光辉 技能 雄星 凡被这光辉照到的士兵 全都感觉心中涌现出了无限的勇气 本将溃散的士气 一瞬间就重回了顶峰 正前看到 士兵们开始分战两边 中央 一个穿着华丽青铠甲的年轻人类 手握着一把更加华丽的长剑 漫步上前 你就是二层的新boss吗? 摆开架时 年轻的人类少年脸上 浮现出一个自信道 让正前作呕的微笑 看起来还没长大的样子 趁你还年幼 我今天就以人类之名 要将你这个威胁 扼杀在摇篮里 你白痴啊 正前压根就没回话 而是用这个眼神 狠狠地瞪了这个脑瘫一眼 心里暗暗盘算 要不直接用脉冲 撞出一条血路得了 正前用真理扫了一眼少年背后的士兵们 一连串的三位数和两位数属性 简直没眼看 一个脉冲下去 直接拿头撞都能从头撞到尾 弄死一大片 在正前眼里 如今的人类 弱得简直可以用可怜来形容啊 再看中央这个最屌的那个少年 对象 圣骑式LV56类型 超精锐种 极限人类 HP2543 2543MP 1945-1945 AP 461461 力量 2061魔素 1009物防 1495魔防 1218感知 1001综合敏捷 1000也就这个人的属性 稍微能看些 但也就那样 单挑 比二层的杂鱼叠血魔珠 稍微强一点罢了 话说人类为什么老是派些杂鱼来地下城 就不能派些什么四大金刚几大战神之类的 名头很屌 实力也屌的大人物过来吗 杀这种人 总有种视强凌弱的倍得胆啊 正当挣钱看他们可怜 想着有没有什么办法不杀人 直接离开的时候 那个少年脸色一变 像是看穿了什么 他用长剑指向挣钱肩膀上的猫南北 大喝道 全员注意 这只魔兽可能要逃跑 如果他逃跑 由我来正面牵制他 其他所有人专心攻击他肩上的雌性魔兽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拦住 但配得上这种强力魔兽的雌性一定也不会弱 无论如何 最少也要干掉那只雌性魔兽钉 脑海里出现了琴弦崩断的幻听 少年的话像是一桶汽油 浇进了本就满身怒火的正前胸腔 你还想动我的马子 一瞬间 整个二层的空气都仿佛被凝固 正前的双眼爆发出了凶恶的红光 好 很好 我不跑 想打是吧 来啊 正前真的怒了 猫南北的情况很紧急 但也没那么紧急 好歹也是LV96的魔兽 而且不知为什么 猫南北吃的任何debuff 效果都弱于其他魔兽 所以 身中四个debuff的猫南北 就算放着不管 一两个小时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正好 我也一肚子火气没出现 受死 魔兽 赵天双目一凝 一步踏前 身后士兵更是紧随而上 闪耀着璀璨盛光的圣剑爱欧里亚 像是一道青色雷霆般劈来 会往哪边躲 与此同时 赵天已经开始演算起 这个小魔兽一切可能的反应 左右上下前后 躲避 格挡 反击 所有可能都算好了 然而 枪 明亮的火花 让人联想到炼钢厂的熔铁 在昏暗的地下城格外刺眼 虎口阵阵发麻的感觉 让赵傲天难以置信 身为最强的人类 用最强的圣剑 斩在毫不设防的魔兽身体上 虎口居然会发麻 拥有斩神之名的圣剑 斩在正前身上 除了爆开一朵火花 竟连一丝刻痕都没有 如果这是噩梦的话 那也未免太恐怖了一点 杀 附近的士兵更是一拥而上 组成围杀阵型 上百根长矛毫不留情地捅向正前 然而 还是一样的没有防御 正前像跟木桩一样 站在原地承受攻击 所有捅在他身上的长矛 尽数断成了碎铁 神 这一刻 赵傲天脸上的自信微笑崩盘了 他分明看到 这个体型小巧的魔兽 魔动视野 用看待蝗虫般的眼神看向自己 HP 凌望着眼前跳过的字节 正前的眼中充满冷漠 良久 他说了一句 赵傲天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话 惨 连给我剪指甲都不够 刷一声 赵傲天隐约看到 这条小型龙的胳膊动了一下 下一秒 耳畔就传来了成百的哀嚎 封刃 严格意义上来说 封刃不是技能 封连才是 封刃只不过是有爪子的魔兽速度和力量快到一定程度 快速用力挥动爪子带出的高压空气而已 只要是个有爪子的魔兽都会用 与其说是技能 不如说封刃只是一种技巧 而就是这种连技能都算不上的攻击 却一击收走了近两百将士的生命 从正前开始到洞窟岩壁 整整一公里 一直线上所有士兵都被一道垂直的空气闸刀切成两半 无论是用盾牌还是用魔法 任何防御在这道气量面前都形同虚设 煞世间鲜血喷的遍地都是 有些只被切掉手脚的幸运 更是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 这 这个威力 这一刻 赵傲天终于明白了何为恐惧 完全不同 这个魔兽完全不是美杜莎之手所能抵你的 不 美杜莎之手在他面前恐怕连杂鱼都算不上 啊 赵傲天的自信瞬间被击溃 他发了疯一般 冲正前发动了疯狂的连斩 圣剑如雨点般倾泻在正前身上 然而别说击穿 甚至连在正前的龙铃上留下一点刻痕都做不到 你昨晚吃饭了吗 正前突然开口道 啊 赵傲天一愣 不明白这个魔兽 为什么突然会这么问 然而当看清正前的表情时 赵傲天窒息了 正前 正冲他满怀杀意的恶笑 你最好没吃 不然你就要吐出来了 下一瞬 仿佛瞬间一动般欺制赵傲天身前 赵傲天分明看到 这只小小的魔兽冲自己胸口铠甲最厚重的部分伸出了类似人类的爪子 用拇指扣住中指 正前像跟孩童弹脑瓜崩般轻巧的 在赵傲天胸甲上轻轻弹了一下 到啊 赵傲天的惨叫响彻整个洞窟 看似轻描淡写的一潭 竟将他身上的晶晶铠甲积得粉碎 赵傲天感觉 好像被城墙上的护城炮 零距离贴在胸口打了一炮 整个人被一击轰出数十米远 口鼻喷出的鲜血更是在天空中划过一道美丽弧线 即便用技能雄心强行提振了士气 但士兵们看到心目中的最强战王 如一块破抹布般从头顶飞过的画面时 再强的士气也被粉碎了 战王? 人群中 那个体格最壮 身穿红色重铠的中年人类一个飞跃 接住了赵傲天 战王? 正前眉头一蹴 有些好奇这个称谓 多谢龙将军出手相助 勉强落地的赵傲天已经两腿打仗 但凭着一份傲骨 硬是让自己双手握剑 稳住了战姿 战王 你怎么样? 没事吧? 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急迫地说 断 断了四根肋骨 不碍事 龙将军一听 顿时面色一舔 战王 这只魔兽体格小巧 但战力绝非等闲 我和金阁法师助你 金阁也拖着年迈的步伐 急忙来到赵傲天另一边 傲天 看来这个魔兽的物理防御力异常惊人 但物极必反 物抗这么高 魔抗一定高不到哪里去 相信老夫的魔法定能对他造成伤害 说的也是 既然如此 我也将圣剑切换成魔素攻击 赵傲天手中圣剑一阵 剑身翠绿色的光辉瞬间转换成亮子色 哦? 正前见状 不禁吹了个口哨 这人类水平不行 技能都挺花里胡哨的 我快撑不住了 必须用绝招一击定胜负 金阁老师 龙将军助我 明白 老头和弘甲中年男一口同声大喝道 只见那少年大喝一声 二段临界突破 正前只觉一股进风迎面压来 老头和弘甲男人也同时向正前发动了猛攻 但正前看到 他们身后 这个名叫赵傲天的少年眼中已浮现出告别人似的决绝 他手中的大剑爆发出了惊人紫色光辉 战王九剑第八剑 圣财 这一击 我将赌上我的一切 不知为何 看着他这般薄命的姿态 正前隐约对他有些 嗤之以鼻 连最基本的沟通与理解都没有 一个劲地沉醉在伟大的幻想里 自我高潮 这也配探荣誉 开玩笑 也要有个限度 赵傲天 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 从小锦衣玉食的他 却并没有像一般的顽固子弟那般纵情玩乐 夜夜生歌 恰恰相反 作为赵家的长房长孙 赵傲天就像他的名字一样 有着属于自己的骄傲 他从小就有一个伟大的理想 让川东王国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打穿地下城的国家 只要打穿地下城 获得地下城的秘宝 川东王国就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百姓再也不会挨饿 国家再也不会受制于人 为此 他拼了命的努力 终于在16岁那年成为了十大战王之一 又在19岁那年在战王中登顶 获得最强人类之名 纵横一生二十年 未尝一败 赵傲天从未见过自己无法击溃的对手 东东 心脏的脉动如此沉重 这一刻 斗志和理想会成一道双重螺旋 灌入赵傲天体内 他的战役沸腾到了极致 我是人类战王 是人类的第一道战线 是人类的希望 你要由我来打倒 身形侧开 以分毫之叉躲避金阁的魔力剑 又一位鸡坛开龙将军的战俘 正前听到赵傲天沸腾的咆哮 只见赵傲天全身爆发出惊人的紫光 一个交手就受了轻伤的金阁和龙将军 更是不可思议的瞪大了眼 何等庞大的魔素 不愧是战王 我这辈子没见过有人拥有这么强的魔素 一旁金阁更是露出满满的自豪之色 不愧是我的弟子 你已经是当之无愧的人类最强 你爷爷是泉下有之 定会以你为豪 整个洞窟都被魔素染成紫色 正前漫不经心看着紫光中央的少年 心里其实也有些许惊讶 灵界突破这个技能 正前见过 好像每个人类都会 就是以消耗生命力为代价 短时间内大幅度提高战斗力 大概能提升二十级左右 只不过 这个少年的灵界突破 好像不太一样 比一般的灵界突破 提升的更多 这个属性 至少相当于一次性升了三十级 不过真正让正前惊讶的是 这个少年用了另一个技能 会心一击 这个技能的威力有多强 正前当然知道 就是依靠这个技能 正前才能无数次的倚弱胜强 是当之无愧的强力技能 竭尽全力的少年 这一击的魔素伤害 已经高达二十万之巨 没想到 我居然也有要承受会心一击的一天 正前不经心底自嘲起来 受死吧 魔兽 魔素汇聚到极限的刹那 赵傲天动了 一步踏下 赵傲天整个人化作了一道紫色会心 赵傲天将自己的一切 都汇入了这一击之中 当他的紫色光辉闪耀的时候 所有在场的人类 都用迎接胜利的目光凝视着他 然而 枪滋滋 剑任摩擦无法割开的硬物 刮出大片火花 锐利的剑尖 只不于正前面前三寸处 再也无法寸进 十 如果说这是噩梦的话 赵傲天真的想佩服一下自己的想象力 用上会心一击 赌上了自己一切的必杀一击 居然 居然被这头龙形魔我 徒手抓住了 赵傲天的眸子收缩到了极致 没错 徒手 削铁如泥的圣剑 被这头龙形魔兽徒手抓着 而且不是捏住剑身 是像抓木棒一样 完全没有规避剑刃的一把握住 锋利的剑刃附加了魔素伤害 却根本无法隔开他手心的皮肤 不可能 这只魔兽不是物理防御专精吗? 我用的是圣剑的魔素形态 为什么会? 难以想象的握力被施加在圣剑爱欧里亚上 赵傲天试图挣脱 却发现手中的圣剑像是被巨石拴住了一样 无论是向前推还是向后拉 都不动分毫 现场 所有士兵都愣住了 战王赵傲天 最强的人类 是可以和无敌划上等号的存在 而如今 这个无敌的存在 居然 身为赵傲天的老师 金格已经下的假牙都掉了出来 赵傲天物理和魔素全面发展 但并不代表他弱 恰恰相反 赵傲天的魔素在爱欧里亚的加持下 甚至要超过金格 整个洞窟如同死了一样的宁静 我刚才听他们说 你是人类最强 是我听错了 还是人类最强真只有这种水平 正前轻轻询问 然而过分冲击的现实 已经让赵傲天精的说不出话来 见他不说话 正前也没兴趣多啰嗦 算了 我还要救我朋友 不陪你们玩了 我本无意与你们纠缠 是你们自己寻死 怪不得我 说吧 正前眼中凶光乍现 握住圣剑的五根龙爪 用力一捏 铿枪 号称川东镇国之宝的圣剑艾欧里亚 当场如饼干般被捏成了碎渣 正在拔剑的赵傲天当场因惯醒连退束部 他颤抖地看着手中断剑 这一刻 无敌的人类最强战王 恐惧了 身体止不住地颤抖 冷汗不受控制地从每个毛孔里渗出 心脏疯狂地暴走 过量的血液冲入头颅 带来天旋地转的眩晕 如果这是噩梦的话 求求你快点醒过来吧 赵傲天此刻是这样想的 还不等他反应过来 甩掉手上的残渣 正前一个箭步上去 手中立爪毫不留情地回想 战王小心 千军一发之际 龙将军挺身而出 一个冲撞顶开赵傲天 并冲正前架起固定在肩膀上的折叠盾 刷 韩芒闪过 龙将军的圣盾 雅典娜连带着他全身的重甲 当场被正前的龙肘 切成了碎片 正前这一爪子并没有太用力 因为人类太弱小 正前不想无故消耗体力 所以 这一爪并没有太用力 充其量只是挠的程度 凭着重甲和圣盾的惊人防御力 龙将军并没有被当场分尸 但铠甲全碎的他 从头到脚也多出了五道深可见骨的伤口 龙将军的惨叫响彻整个洞口 鲜血喷的天顶到处都是 龙将军 回过神的赵傲天悲痛欲绝 龙将军却是死死地看着他 拼命喝倒 金阁先生 快带湛王离开 湛王 你是人类和川东王国的希望 绝不能死在这儿 不行 要走一起走 赵傲天哪管那么多 上前一把拉住龙将军 几乎同时 两人身后的空间一阵扭曲 竟被撕开一个祸口 正前当即认出来 那是空间魔法 空间转移 使用这个魔法的 毫无疑问 就是后方 那个叫金阁的老头 想走 正前大喝一声 一个剑步准备冲上去 谁知才刚踏出一步 数以百计的长矛 就刺了过来 保护龙将军 保护湛王 周围的士兵也不知道是吃错了什么药 竟突然爆起 一个个汗不为死的扑向正前 这些士兵像发了风一样 全然不顾自身安危 集体使用了灵界突破 虽然他们个体实力都很弱 但一个杀了来两个 两个杀了来三个 个个都用自己肉体为盾 竟真把正前拖住了两步 就是这两步路的时间 撕开的空间包裹住了赵傲天和龙将军 随着空间一阵扭曲 两人便消失在了原地 一旁 使用魔法的金格明显MP和AP消耗过度 半跪在了地上大口喘息 正前见状 顿时怒从心头起 你们烦死了 太虚龙溪 呼 一口金红色的烈火 瞬间将这战地数十公顷的洞窟填满 伴随着七粒地惨叫 近三千士兵在这耀眼的光辉中化作了灰烬 通告 等级已提升 当前等级LV20 以满足净化条件 明媚的阳光 清新的空气 麻雀在空中欢快地飞过 耳畔传来的街道上 人群的嘈杂 躺在白玉铺成的地面 那熟悉的质感 让赵傲天连看都不用看 就知道 这里是川东王国皇宫的第六砍台 我 活下来了 举起手 看着手中只剩剑柄的圣剑 赵傲天知道 刚才的一切都不是做梦 嗨嗨 旁边咳血的声音 将赵傲天拉回了现实 像被戳了肚皮的虾米一样 弹起身 顺着声音看去 如目的 是被写尽透的龙将军 湛王 您怎么在这 附近巡逻的卫兵 正好路过 赵傲天炸毛般地冲他喊道 这种事都不重要 快叫治愈法师对过来 快 看着陆续赶来的士兵和治愈法师 为龙将军止血包扎 旋即将其抬走 赵傲天的眼眶湿润了 恐惧和后怕 愤怒和不甘 复杂的情绪此刻在心里炸开 赵傲天狠狠地攥紧拳头 本就裂痕遍布的金属护臂都被撑碎 他的眼中燃起了仇恨的烈火 三千将士全灭 金戈老师为了保住我而被困地下城 连龙将军都 都是因为那只龙形魔手 待我养好伤势 再行锻炼 下次见面 我定要讨伐你 另一边 容颜逐渐冷却 退下火属性防御盾 MP耗尽的金戈 难以相信地望着眼前光景 整个洞窟都化作了一片火海 可溶解的 不可溶解的 都在难以想象的高温中被岩浆吞噬 哪里还有那三千士兵的身影 有的 只是遍布岩浆上的厚厚一层灰烬 死了 全死了 仅仅是一击 三千士兵就被全灭 就剩你了 阴冷的话语 猛地将金戈拉回现实 那头龙形魔兽 正踏着岩浆 全然不怕炙热地 向自己步步走来 金戈这才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这只魔兽 和美杜莎之手 完全不在一个次元上 美杜莎之手再强 三千士兵加上战王赵傲天 还有龙将军和自己 只要配合默契 也是能够稳赢的 但是这头魔兽不一样 自始至终 他都没有受过哪怕一丝伤害 即便是刚才那一发龙吸 也明显不是他的权力 如果刚才那种龙吸 他使出权力的话 金戈不敢想 只是在懊悔 我们究竟惹上了什么怪物 很明显 这只魔兽一开始 是不准备和我们战斗的 是我们这边太过急功近利 才会彻底激怒他 眼看着正前越来越近 深知自己命该与此的金戈 心中不禁涌现出了最后一抹情愫 对人类的热爱 无论如何 至少要弄清楚 这个魔兽的底细 这只魔兽和一般魔兽不同 他具备极度完整的灵质 这说明他是可以交流的 如果可能的话 消除他对人类的敌意 让后人至少下一次讨伐的时候 他不会主动攻击人类 一层的立围坦 姑且还能通过散开队伍 绕开他攻击范围的方式 绕行进入二层 道歉赔罪什么的都可以 如果不能消除他对人类的敌意 那到时候 人类可能连二层的门都进不了 川东王国就要从此告别 讨伐地下城的行动 而这 就意味着灭国 不 也许 金格突然想到了一个破局的可能性 不管怎么样 至少要先确认 这只魔兽对人类的态度 等 等一下 就在正前准备动手的时候 这个人类老头突然伸手 用告饶般的语气说道 为何要与人类为敌 正前一愣 停下了脚步 看着这个老者战役全尸的样子 正前觉得他有点可怜 可在想想他问的问题 正前只觉得可笑 用拇指指了指身后昏迷的猫南北 正前愈怒道 我本不想和你们多啰嗦 但你们犯件先攻击我 还想杀我的朋友 现在你问我 为什么要与人类为敌 你说我为什么与人类为敌 金格心头咯噔一下 果然是因为这个 他不禁心里大喊 徒儿 你真是下了一战招坏棋啊 也就是说 你本来 本来并不打算攻击我们 我又不认识你们 你们不惹我 我脑子有必要杀你们 不 不是为了食物吗 吃我们人类 金格的话 让正前差点没忍住笑出来 是谁给你们人类的自信 觉得自己很好吃的 不是为了食物 好吃 这只魔兽 已经开始考虑好不好吃了 而不是像一般地下城魔兽那样 吃了这顿没下顿 没有半点挑食的余地 而且 不像一般魔兽 即便能够交流 说话逻辑也很混乱 言语间甚至除了自己的口腹 什么都不管 他的逻辑非常清晰 与人类正常逻辑无异 证明其灵智与人类相当 甚至超越人类 金格心底的震撼 无以言表 不会有错 这是一只有史以来处立为坦外 人类遇上过的级别最高的魔兽 超上位魔兽 传说种 不 神话种都有可能 这种魔兽 如果与人类为敌 恐怕 想到这里 七十年的法师阅历 以及五十年讨伐地下城的经验 让金格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既然可以激怒他 也可以拉拢他 我无法回复MP 剩下的MP也无力再使用空间转移 被困地下城已无生还可能 既然如此 与其发动不可能胜利的攻击 不如置之死地而后生 至少那样 还有一丝生机 甚至还能为后人 创造出一个攻略地下城的机会 如 如果 我治好你的朋友呢 经过深思熟虑 做好复死准备的金格 鼓足勇气开口道 这话 让正前精神为之一振 金格敏锐地捕捉到了正前细微的表情变化 有些 金格说道 我 我本是王国首席法师 擅长治愈系魔法 你的朋友 像是受了非常重的持续性负面魔法 这正是我所擅长的 如果可以的话 让我替你的朋友治疗吧 金格的话 让正前犯起了疑心病 为什么要帮我 你可别说因为你是好人 我可是刚杀了你们三千人 我劝你最好老实说 我朋友的伤确实很麻烦 但还不至于让我无计可施 确实 金格的话 让正前有些心动 猫南北的四道 debuff 正前也能减 对他无限施加治愈 只要施加的够多 debuff 早晚能解开 但这要大量的时间 少说要守在他身边一个月 或者花石解锁点 解锁一个净化魔法 一样可以治好 但如果这个人类 可以帮忙治好猫南北 倒是帮了正前一个大忙 前提是 他的理由能让正前幸福 而金格更是惊愕于挣钱的回答 不信 直接杀了自己 或者信了 不管三七二十一 强迫自己去治疗他的朋友 这种可能性金格都有想过 如果真是这样 金格肯定会搏命 宁死不让这个魔兽占便宜 但没想到 这个魔兽居然如此理性 不会有错 他的灵智已经超过了一般人类 金格知道 面对灵智这么高的魔兽 撒谎是自寻死路 他谨慎地组织了一下措辞 说道 我希望 您不要对人类怀有敌意 您的强大我已经充分了解 请您 看在我治疗你朋友的份上 原谅我们先前的不敬 若我们有后人再来地下城 还请您 不要主动攻击我们的后人 挣钱脑袋一歪 你要能治好我朋友 我放你一条生路也未尝不可 你不是 有空间转移魔法吗 到时候 你自己跟人类说 别来招惹我就行 而且 我是被四层boss打上来的 下次来我估计已经回四层了 你们也见不到我 此话一出 金格瞬间震惊的如兽雷击 你 你是四层的魔兽 打完四层boss我就下五层了 五 五层 金格的世界观瞬间被击碎 连二层boss都无法攻略到我们 居然刚才向一只四层魔兽发起了挑战 而且还是一直能挑战四层boss的魔兽 这意味着他至少也拥有挑战四层boss的实力 我们刚才究竟做了一个什么死 金格觉得 三千将士 死得太冤枉了 如果一开始就选择退避的话 这只魔兽根本不会对人类发动攻击 甚至还能拖他杀了美杜莎之手的符 进入三层 进行初期探索 话说回来 你的MP是怎么回事 正前看了一眼他的属性 发现这个老人的MP 一直维持在120-1994水平 照理说 再怎么样 聊了这么久 MP也该恢复自然一两点了 金格一听 顿时面露苦涩 事到如今 我反正是个将死之人 这里也没人 我也没必要再掩着藏着了 金格撩开衣服露出了他的胸膛 正前一惊 只见他胸口的皮肤泛着恶心的紫色 肌肉怪异的扭曲成了一副人脸 真理瞬间给出了鉴定结果 Debuff 灵魂蚕食 效果 阻挠自然恢复 及中低级魔法恢复 并在60天内 逐步抽取生命力 提供给施加者 受影响者死亡后 尸体会变成可远程操控的傀儡 是利维坦给我下的诅咒 当时我在一层遇到他 不知道为什么 他没有杀我 而是给我下了这个诅咒 又是利维坦 先是杀了冰皇的儿子 然后又跑去一层 现在又对一个人类下这种奇怪的诅咒 这家伙想干什么 上次遇上人类队伍 我记得是在一个月前 也就是说 这老头只剩下一个月的命 你这次跟着那些人类来地下城 就是知道自己要死了 想最后奉献一次 死在地下城吗 金格的眉头微微一动 旋即沉下了头 没有作答 但是态度已经告诉了挣钱答案 不像刚才那个什么赵傲天 这种人 倒是值得尊重的 想了想 挣钱有了决定 你真的能治好我朋友 挣钱最后一遍确认道 金格点点头 我的MP 已经不够再用一次空间转移了 但还能用一次进化 你看起来好像很不甘心 不是已经决定赴死了吗 为什么会有这种表情 金格苦笑道 我穷尽一生 只带领人类来到了二层 我不敢啊 不敢人类寿命短暂 我不敢啊 我不能在此生终结之前 看到人类攻略地下城 是吗 挣钱听了 权衡一下利弊 我刚杀了三千个人 人类的经验高得吓人 一旦我进化 我的等级会升很高吧 这么说来 进化后攻略四层应该不是问题 四层以后就是最中层五层 打穿地下城只是时间问题了 而现在已知 这个世界的主导种族是人类 那么我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 打穿地下城后 在人类世界生活的问题 想到这里 挣钱说道 这样吧 你要能治好我的朋友 我就把你带在身边 在你死之前 你都可以跟着我 我不能保证攻略地下城 但带你看看 五层应该还是没问题的 十 金格浑浊的眼中 瞬间爆发出了光明 进化随着天青色的光芒 挥洒在猫南北身上 猫南北脸上痛苦的表情 也逐渐放松下来 金格没有骗人 他的进化魔法水平并不高 但好在崔尼迪的debuff也并不高级 可以很轻松地解除 他并没有醒过来 但他的HP已经开始自然恢复 醒来也只是时间问题 用完进化 金格脸色苍白的一屁股坐在地上 俨然连站起来的力气都不剩 挣钱看了他一眼 他的MP只剩二十 连张开一张像样的低级魔素盾都不够 而且因为身中灵魂蚕食 就算对他用凝神也无法恢复他 哪怕一点MP MP耗镜意味着AP也无法恢复 他现在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 挣钱看他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不禁想到 自己有朝一日也要面对力为坦 如果自己也中了这个诅咒怎么办 升级? 凝神? 思来想去 挣钱做出了决定 通告 消耗四点解锁点 技能凝神以升级为高级凝神 凝神和智域不同 他们是没有LV多少的 升级后会直接进化为更上位的技能 许多技能其实都是这样 比如弱点击破 可以升级为壁垒击破 脉冲可以升级为质子突破 顺便一提 正前看了一眼技能数行图 发现技能脉冲原来有钳制技能 而这个钳制技能居然是 灵界突破 灵界突破共有三段 是三个阶段的技能 达到三段灵界突破后再进化 就会进化为脉冲 但是 技能数行图无法解锁灵界突破这个技能 只能直接解锁脉冲 原因 也写得很明白 该钳制技能组太拉击 无法定价 故技能数行图未收录 当然 太虚龙兮 天地风诀 这类顶级攻击技能都比较特殊 这类技能在技能数行图里 被归入了种族奥义类 这类技能 既有LV等级 又有上位技能 正前伸手 对已如枯木的金格使用了高级灵神 伴随着强烈的亮子色光辉 金格的MP瞬间回满 本来还在计算着自己所剩不多十日的金格 瞬间感觉体内充满了活力 这 这是 他惊奇地感受着体内圆圆不断涌入的力量 瞬间意识到 这是恢复类魔法 高级魔力补充 不 不对 我请二十位法师联合施加的超级恢复魔法 凝神 都无法恢复我的状态 难 难道说 金格难以相信地抬头看向正前 难道说是传说中只有神明才能使用的魔法 高级凝神 那可是整个王国所有魔法师合力都无法施展的魔法 这个魔兽 只是一台守旧 有劲了 起来吧 你 你刚才用的 难道是 高级凝神 金格甚至忘了自己状态已经恢复 呆若目击地盯着正前 正前眉头一挑 是啊 怎么了 金格瞬间感觉一阵天旋地转 诅咒让金格无法恢复自身状态 凝神也无法恢复他的MP 但高级凝神可以 当然 这并不能驱散他的灵魂蚕食 只能说他以后的恢复都得依赖正前帮忙 4点升级凝神 总比花10点解锁个积类的进化要好 debuff技能本来就不怎么实用 所以 地下城的魔兽会的debuff都不多 而且大多可以依靠治愈和凝神来处理 加之正前本身魔抗 就高的吓人 除了利维坦 其他魔兽想对他下debuff 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可以 正前不希望浪费那10解锁点去解锁一个没什么卵用的进化 但解锁高级凝神却非常值得 等级高了以后 凝神和治愈的效果越来越捉惊见肘 确实是需要解锁更高级的技能了 而且 解锁高级凝神还能让金格不得不依靠自己才能活下去 不视为一石二鸟的选择 你就 不怕我恢复了mp 用空间转移逃走 要逃随意 你逃有用吗 本来就活不长了 逃出去也一样 难道你就不想在死之前跟着我 一堵地下城更深层的样子 金格心里咯噔一下 这个魔兽 刚才说带我的时候 就盘算好了 何等惊人的灵智 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就把我的想法吃得这么透 你 你究竟是何方神圣 整整三分钟 金格都没有回过神来 今天一天的遭遇 简直比他70年人生总和的还要精彩 挣钱扭了扭脖子 说 这个不重要 麻烦把我朋友搬远点 我要进化了 进 进化 金格不减 快点 挣钱催促道 金格这才不得不动手 搬走昏迷中的猫南北 这已经是第几次颠覆世界观了 魔兽的进化 不是需要漫长的岁月积累 最终破茧成蝶的吗 哪一次进化 不是需要几十上百年的时光 说进化就进化 进化是这么容易的事吗 挣钱哪里会管他的想法 看到金格把猫南北搬到角落 挣钱这才放下心来 人类的经验本来就高 即便如今等级已经很高 凭着人类自带二十倍经验 和计划成长的四倍经验 杀一个人依旧有一千经验值 一次杀了三千人 挣钱体内的能量已经快炸了 这种感觉就像便秘半个月突然得了腹泻一样 挣钱能忍到现在都是有着大毅力的表现 在金格金厄的目光中 挣钱闭上眼打开了进化选项 和上次一样 还是四个选项 选项一 冰霜真龙 微型冰龙的成年体态 冰属性专精的真龙 魔素极为强大 但会失去殴打伤害无效化 天赋技能 冰属性专精 选项二 真竹龙 返回竹龙血统 拥有超过百米的巨型体格 魔素运用和技能冠绝天下 是龙中之龙 天赋技能 化形 太虚天空穿 选项三 黄金真龙 极强的体格 为其提供了物理攻击 近乎不可能贯穿的身体 牺牲一定量的魔素 换取最强的物理之躯 天赋技能 物理攻击免疫最强化 太虚之矛 选项四 元素真龙 五大属性 是其最忠诚的仆从 拥有对魔素的极强抗性 以及最具泛用性的全属性精通 天赋技能 全属性免疫 全属性精通 五大属性攻击魔法 首先 排除竹龙 竹龙是一个后期 才能发力的进化方向 其全面发展的属性 可以应对任何可能的战斗 几乎不留破绽 但在前中期 竹龙的全面发展 意味着全面平庸 在地下城 这种平庸的属性 没有太大意义 然后是黄金龙 也是要被排除的 越打到后面 正前越发明白一个道理 物理是打不过魔法的 物理再强 一个物理攻击免疫 就全部目打 反观魔素 你免疫了兵我可以用火 你免疫谁我可以用土 剩下的 只有冰霜真龙 和元素真龙两个选项 冰霜真龙 可不是伪冰霜真龙这种砸碎 其天赋自带冰属性专精 可以突破冰属性免疫的防御 而且 魔素也是所有选项中最高的 而另一边 元素真龙则是魔素全属性开花 它的魔素量虽然不如冰霜真龙 而且没有专精 但是拥有无可匹敌的泛用性 精通五大属性 意味着正前的弱点里 除了光以外 几乎可以全部移除 同时 自带的天赋技能全属性免疫 非常强力 技能是可以合并的 全属性免疫 必须要收集到五大属性免疫后 才能合并解锁 是个极罕见的技能 正前思来想去 确实 冰霜真龙的专精十分强力 但和伟冰霜真龙交过手后 正前还是觉得 这个选项的软肋太过明显 反观元素真龙 强大的泛用性 可以在战斗中为敌人带来很大的困扰 最后 正前做出了决定 点下了元素真龙的进化选项 目前需要的 还是追求泛用性 竹龙太过平庸 而元素真龙在针对性和泛用性上 取得了完美的平衡 并且还保留就比较小的体型 和上次一样 像是从骨髓开始的褪皮 这股奇妙的舒适感 让正前每一次都欲罢不能 鳞片脱落 身体每一个细胞仿佛都被注入了新的活力 每一次进化 都能带来脱胎换骨的成长 而这一次 正前感觉自己终于迈入了强者的阶梯 通告 通告 进化已完成 经验值已重置 起始1万 升级倍率提升为1.4倍 通告 进化前囤积经验已并入当前等级 等级已提升 当前等级LV14三次转值 通告 进化得到20点解锁点 升级获得10点解锁点 目前可用解锁点57 正前睁开眼 轰 整个洞窟都被巨大的威压震到开裂 这 这是 金阁连忙张开物理防护盾 护盾瞬间被震得遍布裂痕 仅仅是睁个眼 就有这般威能 不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金阁看到 正前只是闭上眼战了一会 身体结构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身高从1米2长到了2米 青蓝色的水晶鳞片全部脱落 长出了全新的银色鳞片 头上长出了短短的 有些可爱的双脚 像狗一样的面部结构 也变得像猫一样扁平 但是依旧保留了龙的外形 同时 哗啦一声 正前背后 张开了两对 仿佛是用六角星银色金属片拼接成的巨大翅膀 极限一展达到了5米 仅仅是外貌变化 也就算了 这个气场是怎么回事 金阁分明感觉到 这只龙形魔兽这一变化之后 体内溢出的魔素瞬间翻了数倍 整个地下城都在颤抖 它的身体周围甚至常年散发着朦胧的银色光韵 这是魔素达到一定量才会有的现象 如果说 先前这只魔兽 只是让人感到恐惧 觉得无法战胜的话 那么进化后 这只龙形魔兽 就是能让人连挑战一下试试看的心思都不敢有的无敌存在 神 金阁甚至有了一个荒谬的感觉 我 是不是见证了一个神明的诞生 金阁的想法 正前是没注意到的 正前只关心目前自己的状态 没想到 因为杀了3000人 一下从二次进化LV19升到了三次进化的LV14 人类的经验值出乎意料的高 3000人 平均下来 每人大概是1000经验不到点 合计近300万经验 这是有史以来 挣钱获得过的最多的一次经验 本以为 靠着这笔经验 可以直接跳过三次进化 进入四次进化的 但挣钱还是太天真了 经验计算公式是 上一级经验 型号倍率 加总等级数 小数点四捨五入 三次进化倍率1.4 第一级要1万经验 可想 经验需求会翻得有多快 挣钱瞄了一眼当前经验 感觉有些窒息 当前经验 96435 1128948次奥 一级就要100多万 你逗我呢吧 但是 进化加上整整15级的提升 当挣钱看自己的属性时 又感觉是那么的令人舒爽 当前职能 元素真龙LV14 三次转值 类型 集系有种 超上位魔兽 HP 21546 21546MP 49931 49931AP 18720 6240力量 12063魔素 34813物防 12664魔防 44986感知 9864综合敏捷 13946 当前解锁点 57当前经验值 96435 1128948弱点 光 除杆之外 六角面板全部破万 除光属性外 已经不存在别的弱点属性 再往下的技能 已经没必要看了 元素真龙精通所有元素 所以增加了全属性的高阶攻击魔法 同时 新增防御技能 全属性免疫 一般的魔素攻击 几乎不可能对正前造成任何伤害 而且 背后翅膀一挥 带起强劲旋风 正前竟飘了起来 因为长出了翅膀 所以还额外获得了天赋技能 飞行 进化 香 三位一体 催泥迪十万属性 很高吗 它那几个十万属性是虚的 是三个身体合并后 数据相加的属性 实际上 单一身体的属性 甚至还没现在的正前高 以前 属性不如人的时候 都能靠战术 技能和智慧 打赢对手 如今 正前第一次 连属性都碾压了boss 没想到 人类给我送了一次人头 居然有这等收益 正前心里 不禁对人类产生了感激 谢谢人类给我刷的三千个人头 老铁666 多谢 正前不禁攥紧拳头 强横的力量 让其拳头周围的空间 都随之隐隐扭曲 他的眼中 洋溢起了前所未有的斗志 他的脸上 挂起了无比标准的歪嘴 战神笑 有了这个属性 似曾以不足为惧 接下来 就是地下城最中层五层 终于 到了要挑战立威坦的时候了 哇 狗东西去哪了喵 哇 你这个干巴巴的臭老头是谁 你把我的狗东西藏哪了喵 这时 猫南北醒了 正前一顿 连忙捏了捏眉心 啊 还是这么杂杂呼呼的 好吵 通告 心意技能音波抗性已解锁 哇 狗东西 你变得比我还高了 你终于不是矮子的喵 正前 为什么我突然这么想揍 这只蠢猫 正前做了三个深呼吸 这才平复下来 冷静点 好不容易泡到的马子 不能这么丢了 以后有机会上本磊的时候 朝他脸上滋一泡就是了 你 见正前走近 金格已经吓得面如白纸 抖似筛糠 他这一生 都未曾见过这一般强大的魔兽 即便他没有鉴定技能 但只靠那股气场就能感觉到 那仿佛下位生物面对天敌般的恐惧 正前瞥了他一眼 说道 怎么了 一副弄丢了孙子给你买的足利见老人鞋的表情 没 没什么 金格目光犹疑 不敢去看正前 哪怕知道他不会杀自己 看着正前 也会从DNA深处 犯起难以遏制的恐惧 哇 狗东西 你变得好漂亮喵 让我摸摸 已经完全恢复健康的猫南北 跑到正前背后 用爪子挠他的翅膀 这纯龙铃的翅膀 正面光滑 背面粗糙 猫南北在上面挠得咔嚓作响 脸上也露出了享受的潮红 这不是猫抓板阿外 正前一甩翅膀 直接把猫南北甩飞 猫南北在半空中身子一扭 安稳落地 旋即凭着他高达一万七的综合敏捷反扑过来 抱着正前的翅膀就是一顿猛猫 正前花了近半个小时 才把他的AP魔光消停下来 在那之后 正前对猫南北讲了一下四层的战斗 猫南北也回想起来 愧疚的低下头 猫耳都垂出了飞机耳 两条尾巴不自觉地甩开甩去 嘟囔嘴道 对不起 狗东西 给你拖后腿了 正前摆摆手 没事 你是中卫魔兽 升级提升属性没我多 跟不上也是正常的 你现在不也升级了吗 猫南北一愣 也终于意识到 自己刚才的速度 比往常要快很多 因为组队的缘故 杀三千人的正前 得到了三百万经验 猫南北自然地得到了等量的经验值 猫南北一口气升到了LV146 综合敏捷在人形都有接近八千 瘦态下甚至直逼一万七 这里要纠正一个误区 综合敏捷不是越高 速度就越快的 体型也是一个重要指标 所以 正前进化一直挑体型比较小的 比如利维坦这种体型的魔兽 身高几百米 综合敏捷达到两千 也许也只能勉强挪挪步子 而正前之前幼龙时 综合敏捷一百多 动作就快得像子弹 体型越大 体重越大 想要进行快速移动 需要的基础综合敏捷就越高 猫南北现在体型比正前小了百分之三十左右 同时综合敏捷又比正前高了四千点 论速度 猫南北在实战中可能要比正前快出三倍以上 猫南北猛逼了 我他喵怎么打个瞌睡 就变这样牛逼了 哇 太好了 狗东西 我下次不会拖后腿了呢 猫南北一开心 抱着正前就往他狗脸上猛亲 正前搭拉着死鱼眼 一脸不爽 你亲归亲 能不能别用兽性亲我 妈的 一脸口水 恶心死了 但提到这里 正前不禁突然想到一件事 目光折转 望向金格 金格也是一愣 连忙扭过头 不敢直视正前 畏畏缩缩的 像个老安纯 正前暗叹 自己漏算了一点 带着别人 别人也会得到经验值 人类那么弱 那个什么狗屁战王最强 人类也才五十多级 这老头才LV44 等级越低 升级越快 带着他 那他岂不是也能拿到经验值 打完立委坦 这老家伙 怎么都能升到一百吧 哈哈 这老家伙 要是能活着走出地下城 人类战略的天花板 不都要被他干碎了 正前觉得这也许很有意思 而且 这个老头要是活着出去 有什么事 正好可以让他做出头鸟 在那之后 正前跟金格讨教了一下 关于外面人类世界的事 目前人类一共有十个王国 每个王国都有一座地下城 目前 川东王国的进度 是所有王国里最快的 处于第二层BOSS攻略最终阶段 据说地下城是三百年前 从地下冒出来的 在此之前 地下城的入口 一直隐藏在地下 无人知晓 而在地下城出现之前 人类一直处于战乱 人类是一种很奇怪的生物 说他们笨吧 他们有着和实力不相符的灵智 说他们聪明 他们又一天到晚 只知道考虑 怎样更高效地杀死同类 没有公敌的时候 人类整天就知道内斗 地下城的出现 让人类有了公敌 于是 人类战争也慢慢转变成了国力竞赛 而听金格说到 人类整体的战斗历史 正前十分失望 那个叫赵傲天的 果然是目前全世界最强的人类 没有之一 最强 也就是水平 在继续了解了一些人类的现状后 正前没兴趣 再听他说下去了 反正罗里巴索说了一大堆 正前字里行间里 只听到四个字 人类狠菜 三层也许太夸张 但四层随便一只杂鱼跑人剑 都能把人类搅得天翻地覆 这只魔兽又在打什么注意 看到这只魔兽一脸坏笑 金格不禁吞了口唾沫 我该不会 和恶魔进行了一场交易吧 在那之后 由于金格没有去过四层 为了带上他 正前只能再用不行 通过三层前往四层 期间 又问候了一下巴比伦 金格被吓得饿一声 当场背过气去 好不容易等他醒了 又看到巴比伦 又饿一下背了过去 反反复复十几次 金格这才接受了巴比伦的存在 谁知巴比伦把他的逼脸 背一下凑近金格 上下打量了一番后 说 老菜皮 有嚼劲 我最喜欢吃了 然后 一把年纪的金格被吓得当场小便失禁 昏迷了一天一夜 惹得巴比伦哈哈大笑 等待金格苏醒的时间 是正前难得的休息时光 正前和巴比伦聊了很多 巴比伦说 作为原罪中boss 他不能透露 任何关于如何击败利维坦的信息 这是当年 神明把他丢到地下城后 刻进他灵魂的 一种名为因果律的诅咒 但当他用鉴定技能 看过元素真龙正前后 这只历经沧桑的魔兽眼中 也不禁划过一抹惊讶 之后 他只说了一句话 在似曾多练练 做足准备之前 不要下五层 我只能说这么多 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和正前说过什么 但看那样子 他好像 有种期待在里面 正虽然听得不明所以 但既然是巴比伦的提醒 正前自然是铭记在心 金格醒后 简单地介绍了几句 正前就带着他和猫南北 进入了四层 来送死啊 可能是命运的巧合吧 正前这次落地 居然比上次还巧 正好落在了催泥迪面前百米之举 而正前这次 脸上挂着自信的笑容 这 这就是四层的boss 被巴比伦吓晕十几次 金格的脑子 好像都有点嗅痘了 身为人类 第一次面对四层boss 金格脸上没有一点恐惧 反而有些狂热和欣喜 他苍老的身子不住颤抖 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这个庞然大物 果然很厉害 只是看着他 老夫的骨髓 好像都要沸腾了 没 没想到我在有生之年 居然能亲眼目睹 四层boss的尊容 这话 说得催尼迪好像很受用 他凑近金格 打亮了一眼 歪着头道 老菜皮 你很懂吗 看在你这么实惠的份上 本会让你死的轻松一点 说吧 崔尼迪又将目光转向一旁 吊耳铛站着在正前身上 上次让你跑了 这次没那么好运了 咦 你的样子怎么变了 算了 不重要 虽然不知道你是什么物种 为什么体内会有这么强的生命精华 但只要吃了你 我就可以向利维坦发起挑战 成为新的地下城之主 如果你能乖乖受死 看在你听话的份上 我也许可以让你死的 啰嗦 刷 像是赶走苍蝇般的一台手 只见到月牙型的白芒 从正前找钱射出 崔尼迪的动作和话语 戛然而止 反派死于话多 这个道理看来你不懂 再说 你真以为自己多厉害 只见崔尼迪的身上 出现了一道细不可闻的丝线 正前一甩 甩去手上残留的魔素 崔尼迪的身体 慢慢沿着这条线 分成了两半 橘黄色的鲜血喷涌而出 像是瀑布一样 沿着浮桥两边落入岩浆 这一刻 猫南北和金阁都惊呆了 两人的下巴 要是没骨头撑着 怕不是这回都要在地上砸个大坑 而正前却不以为意 崔尼迪的面板 确实很恐怖 十万属性 说它是怪物中的怪物 也不为过 但那是假的 它拥有三个身体 所以 那恐怖的属性 其实是它三个身体会在一起时 三份属性相加的结果 属性看着虽高 但遭受攻击时 各个身体受到的伤害 其实还是按照自身真实属性单独计算的 而如果单拿一个身体出来 其属性和正前不相上下 一直以来都在已若胜强的正前 面对三个属性和自己差不多的魔兽 又岂有不秒杀之力 通告 等级已提升 当前等级LV15 通告 达到等级15 等级奖励5解锁点已入账 通告 完成主线任务 150解锁点已入账 当前解锁点177 嗯 这崔尼迪看不出来 经验还挺高 计划成长的加持下 居然有120万经验 而此刻 目睹了这一切的金格 终于意识到了正前的强大 微型兵龙的正前 已经拥有了灭国的实力 如果只是这样 金格还会想 要不要偷袭他 哪怕是同归于禁也好 哪怕正前已经答应过 不主动袭击人类 但他终归是个潜在的核弹 但是 这个想法暴毙在了强宝之中 如今进化成了元素真龙 正前的力量 已经远远超越了人类想象 看着正前 金格病态般地笑了 他已经连对正前 以死相伯的想法都不敢有 已经 什么都不用想了 人类什么的 在这种存在面前 就是狗屁 啊我什么都做不到 既然做不到的话 就忠于自己的欲望吧 正前的背影 如今对金格而言 就是压倒性的绝望 而在压倒性的绝望面前 人会丢失尊严 荣誉和信念在内的一切 金格的信仰被正前的力量粉碎了 如今的他 只剩下了自己的欲望 而他的欲望就是 我想看 我想看 想看看 这世上最强的力量究竟有多强 想看看 这世上究竟还有什么强大的存在 想看看 力量的极致在哪里 想看看这世界隐藏的一切 求知欲 就是魔法师最大的欲望 回头 用余光瞥了一眼半颠狂的金格 正前一眼就看透了他的心思 包括他先前想要找机会偷袭 哪怕同归于尽的想法 正前其实也看出来了 只是没有说 而如今他的状态 也在正前的预料之中 人类是一种很神奇的生物 它们的灵智 远远超过了它们的力量 但再怎么超越 说到底 终究不是尚未生物 人类的灵智 也就这个水平罢了 金格是目前唯一一个 和正前有过交流的人 尝试获取 只能获取一些基础知识 这个世界的人类 其人文 文化 势力分布 宗教等等等等 对正前而言都是未知 离开地下城后 在人类世界生存 是必然结果 为此 一个带路党 是必不可少的 金格就是最佳人选 人类的固执 正前是见识过的 更何况 金格显然是人类中的高层 而想要这种人 对自己服服帖帖 必须先击碎他的世界观 走吧 正前回头对他说了一句 旋即便向前方走去 猫南北竖着两条尾巴快速跟上 留下金格在原地愣了很久 这才快步追了上去 在那之后 正前在地下城四层待了足足半个月 巴比伦说过 要在四层多练练再下五层 但正前不下五层 主要是因为 找不到五层的入口 地下城一层比一层广阔 四层的世界远比前三层加起来 还要大十倍 以前只要找到boss就能找到入口 但四层却行不通 花了整整半个月的时间 正前却遇上了一个靠实力无法解决的大难题 找不到通往五层的入口 哗啦一声 随着一头九尺剑齿虎的毙命 正前的等级达到了LV17 通告 支线任务 狩猎一千只九尺剑齿虎已完成 解锁点十点已到账 这半个月的收益确实不错 正前看了一眼 四层的支线任务奖励非常丰厚 十点起步 一些比较强的魔兽 甚至只要杀一百只就有二十点 当然 对能一招秒boss的正前来说 已经不存在什么对手强不强的问题了 别人阻弹我单刷 别人单刷我秒杀 这句话用来形容正前现在实力毫不为过 虽然等级很难升 只升了二级 但半个月下来 正前攒了许多解锁点 期间 用八十解锁点升级了计划成长LV3后 依旧还剩702点 这可比升级实惠多了 不光如此 猫南北和金阁因为跟着正前 得到了大量的经验 因为阶级比较低等级也低 他们的升级可比正前快多了 猫南北升到了LV156 金阁更夸张 原本只有LV44的他 竟已经升到了LV81 哈哈 我居然能够变得这么强 金阁看起来很是兴奋 已经比小赵还强了 我无敌了 我是人类最强魔法师 明明他因为身重诅咒 就算升级也无法恢复HP和MP 都得依赖正前 就在这时 可能是因为金阁太刀逼了 吵着人睡觉 哗啦一声 土石炸裂 一只无蛇从地里钻了出来 正前还通过意念通达 听到无蛇说 你妈的 老子人你很久了 刀逼刀有完没完 老子在睡美容觉呢 正前和猫南北正要动手 金阁却是一个剑步冲到最前面 充电宝 呸 正前大人请退下 这种杂鱼交给我来 喂 你刚才叫我什么 你是想叫我充电宝的吧 临时改口的吧 绝对是想叫我充电宝吧 我说你最近是不是有点飘啊 只见金阁大喝一声 全身魔速释放 再充电宝 呸 正前大人的带领下 我的力量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极限 见识一下吧 川东王国的最强禁术 再充电宝 呸 正前大人的带领下 我终于可以单人使用了 喂 你够了呀 杀掉吧 等出了地下城 就把这个 糟老头宰了吧 维典星号崩龙啸 金阁大喝一声 冲吴蛇猛一推手 掌心竟喷出青蓝色的烈火 隐隐间 还能听到龙鸣之声 正前见状 不禁吹了个口哨 维典是人类的专用魔法 只有人类能用 正前用不了 既能竖行图 也无法解锁 这个技能可以模仿任何技能 虽然只是模仿 但最大可以还原原版70%的威力 是个极其实用的技能 正前一直想说 我酸了 没想到 这老头居然已经能够用尾典 模仿出下位龙崩龙的龙溪了 然后 砰的一声 声势浩大的一击龙溪 打得吴蛇脑袋往后仰了一下 HP一正前 等于下化线等于猫南北 等于下化线等于吴蛇 等于下化线等于金格 欧下化线 欧吴蛇 瞪着金格好一会 说 小老头你没吃饭啊 人类的成长率比较低 升级提升的属性比较少 如果换成猫南北LV81 就算打不过吴蛇也不至于这么丢人 金格顿时面如青椒 汗如雨下 就在吴蛇 抬起细长的蜈蚣腿 准备一脚戳爆他狗头的时候 喵 只听猫南北一声力喝 快到不可见的银色光芒 划过树道圆弧 七彩无蛇当场被分成了十几节 扑通一声 金格瘫软跪在地上 正前在他欲哭无泪的脸上 左看右看 分明只看到三个大字 我好菜 唉 所以说 做人不能装逼 不然会被打脸的 正前没有理他 和猫南北一起 继续探索四层 看着自己解锁点越攒越多 正前有点急了 五层的入口到底在哪里 什么在四层多练一会 说的好像五层入口很容易找到一样 要不是不好意思 正前早就去三层骂巴比伦 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 然而 就在正前一筹莫展之际 突然 像是一道电流通过大脑 把阻塞的脑浆灌穿了一样 五层入口很容易找 正前想到了一个可能性 走到浮桥边缘 望向下方 蔓延遍布四层全世界的彩虹色岩浆 难道 碰 岩浆从火山口喷出千米之高 像这种火山口 四层遍地都是 其喷出的岩浆威力 可以轻松超越火属性专精 达到火属性最强化的水平 即便是正前被正面喷到 也会感觉些微炙热 当然 受伤是不可能的 毕竟火属性是正前本命属性 正前可是拥有火属性免疫三重最强化防护的 但正因为这些火山的威力惊人 同时岩浆温度极高 还含有大量腐蚀性魔素 所以 正前有了这么一个猜想 该不会 五层的入口 就是四层的岩浆海吧 确实 地下城的设计初衷 还有这魔兽不断互相残杀的环境 就是为了不让人击穿地下城 打到四层的强者 想要进五层是时间问题 所以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入口隐藏起来 用这种岩浆来隐藏入口 就是最好的办法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也许指的就是这种吧 而且 正前现在LV17 想要升级就需要3098167经验 比LV14时翻了接近三倍 杀一只无蛇 在八倍经验加持下 也只有1200经验 比一开始少了整整12倍 继续待在四层 只是单纯地在浪费时间 想到这里 正前不再犹豫 他转过身 对还在一脸猛逼的猫南北 和金格伸出了手 火龙神的庇护 咦? 狗东西? 为什么给我加buff喵? 猫南北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金格也是一脸困惑 正前上前 拍了拍两人肩膀 梁九道 准备好 要跳了 金格一愣 心里瞬间爆开强烈的不祥预感 哎 跳 跳什么 正前冲他露出一个爽朗的笑容 跳岩浆啊 说吧 轻轻一推 便将两人推下就扶桥 哇 狗东西 你谋杀轻其妙 充电宝大人 我对你是忠心的呀 怕什么 火龙神庇护可以提供火属性免疫最强化的庇护 这半个月 你们又不是没见过 正前叹了口气 摇摇头 旋即 张开翅膀拔地而起 然后一个俯冲 抓着两人 就一头扎进了岩浆 与此同时 阴气弥漫的一层 毫不遮掩的一处平地上 正在打等的利维坦 突然感觉到了什么 低下头 他看向自己的脚下 像是能够透视一般看着什么遥远的东西 他的上下眼瞼 微微靠拢 良久 他像是做出了什么决定 重新站起身 伴随着空间的剧烈扭曲撕裂 利维坦利用空间魔法 离开了一层 岩浆滚烫的触感 并没有维持多久 光明瞬间变得黑暗 炙热转眼变得冰冷 本该在岩浆里的三人 突然感觉身子一冷 回过神 发现自己不知何时 居然已经出现在了一个垂直涌道里 在座自由落体 这是传送涌道 我们不是掉进岩浆了吗 为什么会在这里面啊 猫南北不由惊呼 金阁则是像看到了什么金氏瑰宝一般 双眼发亮 原来如此 为了对即将打穿地下城的人造成阻碍 故意把涌道做得特别大 并隐藏在岩浆下面 四层岩浆蕴含大量魔素 可以阻断一切感知 一般人也不会考虑去跳岩浆 正所谓大隐隐于是 设计地下城的人钻了一个思维死角 没想到 我有生之年 能逛一逛四层就算了 还能一读五层的光景 真是此生无憾 此生无憾 哈哈哈哈哈哈 而正前却没有他们俩这般没心没肺 Max的龙感知拥有极强的第六感 自从进入永道 这份第六感就不断再向正前发出警报 危险 前面非常危险 有了三层的精力 正前已经稳重了很多 但问题是 永道是指出不进的 正前有感觉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别无选择 只能闭着眼往前冲 数秒后 空间豁然开朗 一人两兽带着不同的心情平稳落地 五层的空气很阴冷 温度不低 十来度 但却让在三层都感觉不到寒意的正前 不经意哆嗦 这彻骨的阴气像是置身于坟场之中 抬起头 随着瞳孔聚焦 当地下城五层的光景引入眼帘之际 正前震惊了 没有光源 和第一层的地洞有些类似 到处都是岩石 相比于三四层的开阔 第五层显得十分闭色 宽度大概在一公里 高度大约两公里 长度好像延伸到无限 五层居然是一条开阔的地道 没有中乳石 没有乱七八糟的石头 整条地道明显是人工修建的 天顶两边靠近墙壁的地方 还有方形的凸起 上面刻着一些无意义的装饰性条纹 颇有东方装修风格 每隔一两公里都会有一些喷泉 石桌 石凳之类的装饰物 只不过 这些石桌石凳 动辄几十米的高度 就明显不是给人类准备的 五层地道里 万物沉寂 仿佛连空气中 都遍布着死亡的腐臭味 五层 没有魔兽 正前难以相信自己发现的这一点 龙杆之凝聚在一个方向 最大可以探索五百公里 不管是前面还是后面 别说魔兽 连一只蟑螂蚂蚁都没有 五层 像是一座已经死去的皇宫 这 就是地下城五层 最终之地 秘宝埋藏之处 金阁四处打量 却是什么特别的地方都没有发现 猫南北左右闻了闻 突然 他耳朵一抖 像是发现了什么 狗东西狗东西 你快来看喵 看什么 猫南北指着一堵墙不停嚷嚷 正前上前一看 不禁困惑 只见这地道两边的墙壁 许多个小房间依次并排错开 每一个房间都放着三五个实质雕像 最高的不超过两米 最矮的也有七八十公分 这些雕像栩栩如生 即便没有上色 看上去也像活着的一样 这事 挣钱有些疑惑 这个房间里摆放着一只双脚站立的猴子雕像 身穿颈不多 妖记虎皮裙 足踏几皮靴 毛脸雷公嘴 硕塞别土星 查尔俄鲁阔 疗牙向外生 手里还拿着一根金色的金属棒子 呲牙咧嘴 一副暴怒模样 正前一惊 这不是孙悟空的雕像吗? 再看别的房间 里面有一个骏狼的人类雕像 鹅生三目 骏帽堂堂 两耳垂肩 双目有光 头戴三衫飞凤帽 身穿一领蛋鹅黄 腰胯弓 天空星月亮 手指三尖两刃枪 这是 二郎神 再看 李靖 秦广王 地藏 鹅渣 吃油 除了这些耳熟能详的神明外 原始天尊 玉皇王母 女娲 观音 甚至连如来佛的雕像都有 啊! 是战神阿瑞斯的雕像 雅典娜的 连宙斯和奥丁的也有 另一边的墙壁前 同样发现了 这些雕像的金格竟感动得跪了下来 像个虔诚的教徒 瞻仰这些雕像 何等栩栩如生的雕像 这世上真有这般巧夺天空的石匠吗? 难道这是神明的造物? 金格的风言风语 正前没兴趣听 相比之下 正前更多的是震撼 并不是震撼这些雕像有多栩栩如生 而是靠近后 凭着敏锐的龙感知 正前察觉到 这些雕像里 还有一丝生命力 而生命力 只有活物才有 也就是说 这些雕像 都是活的 而这些房间上面 都有一块古老的石牌 上面写着同样的字 鸣鼓地牢 鸣鼓地牢 什么意思? 该不会这些石像 先前都是活物吧? 否则也无法解释 为什么它们身上 会有些微生者气息 正前是这掰断房间前的铁栅栏 可这看似秀极斑斑的铁栅栏 却异常坚固 正前的力量 足足有1万4之多 可以说 这个数值的正前 可以不用任何技能的情况下 一拳打碎珠目狼马蜂 可这么高的力量值 正前使出吃奶的劲儿 居然无法掰弯任何一根栅栏 试着往里面打一发技能 太虚龙西 居然在碰到铁栅栏的瞬间 就被驱散了 驱散魔法 正前大惊 这是可以驱散一切魔法的魔法 是高级魔法中的高级魔法 该魔法无法作为心意技能解锁 技能竖星图解锁 需要8000解锁点 把手伸进铁栅栏 绕开铁栅栏 直接对内部使用魔法 正前惊讶的发现 体内的魔素 居然无法留到手心 正前再次大惊 魔法无效化领域 同样是最高级魔法 无法作为心意技能解锁 技能竖星图 需要14000解锁点的超高级技能 这些石像是怎么回事 不 这个五层到底是怎么回事 搞得好像 整个地下城就是为了隐藏这些石像 而创建的一样 轰隆 正前还没从惊恶中回过神 地下城五层猛的遗颤 破旧的天顶 都被震得落下不少浮灰 这个脚步声势 那骨刻在DNA里的恐惧 再一次从脊梁蔓延至全身 正前这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个声音 怎么回事喵 那边好像有东西正在过来喵 猫南北瞬间全身炸毛 它面如金指的 望向前方漆黑一片的通道 冷汗转眼浸透了额头 糟糕 那个非常糟糕 充电宝大人 那个压迫感不是一般生物能有的 轰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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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缓慢而沉重的脚步 像是深渊的召唤 空气像是凝固 背上像是压了一座山 海啸般卷来的存在感 即便看不到真身也感觉是那么的沉重 哟 又见面了 望向脚步传来的方向 正前从惊恶到恐惧 最后变成兴奋 只用了0.1秒 力为坦 轰隆 随着最后一声震耳欲聋的脚步巨响 百米高的庞然大雾走出了黑暗 映入眼帘 那傲视苍穹的姿态 那碾压万物的步伐 即便如今实力翻了几万倍 再看 也不禁让正前感觉胆寒 力为坦还是那样 也许他体型和一般BOSS比 只能算迷你 但那股气场 正前一路战斗到今天 从未见过有任何一头魔兽能出其右 力为坦歪了歪巨大的头 他没有说话 也许在他眼里 其他魔兽都只是下等生物 根本没有交流的必要吧 暴君轰隆 本就沉重无比的压迫感瞬间翻了几百倍 阿喵 恩猫南北和金阁 瞬间被压得趴在地上 痛苦呻吟 压迫感 本该只是心理错觉而已 但力为坦的技能 暴君 能让自己心中所想具现化 是一种名为概念技能的技能 具现化的压迫感 压得猫南北和金阁身下的地面都接连开练 无论提升多少等级 终究 只是下等生物 连让我出手的资格都没有 力为坦淡默的眼神似乎在诠释着这句话 然而 喂 为什么不找个差不多水平的打 就在这时 正前的声音打破了力为坦的傲慢 力为坦一愣 似乎没有料到有人能在他最大威压下说话 慵懒地挪动视线 咔 咔 龙族每走一步 脚下的十字地面都会被踏出一个一寸深的脚印 顶着如有千钧的重量 正前进闲停性步般轻松地向力为坦走来 这一刻 几万年没有碰到过对手 仿佛对兽生都失去期待的黯淡双眼 逐渐恢复了高光 力为坦有些错愕地看着眼前这头龙形魔兽 没想到 这批魔兽里 真的有进化到能无视他极限威压的存在 不过 也只是这个程度 这一代魔兽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这是力为坦早就已经验证过的了 灭道之息力为坦并不是那种会废话的性格 他张嘴就对挣钱喷出一口青蓝色的金锡 蕴含着庞大能量的金锡 就像一发直径几十米的激光炮般轰向挣钱 然而 哗啦一声 仿佛是撩开窗帘般轻巧的一挥手 足以击毙大部分似曾魔兽的金锡 竟被挣钱一爪扫得粉碎 哦 看来你有些不一样 我还以为川东地下城没落了呢 力为坦第一次说话了 声音是那么的浑厚 以至于能让听到的人感觉心脏都要被捏爆了 挣钱冷冷一笑 哦 原来你会说话 我还以为你是个哑巴呢 力为坦并没有被激怒 而是重归沉默 饶有兴致地看着挣钱 挣钱瞥了一眼身后 猫南北正艰难地向自己伸手 狗 狗东西 跟着挣钱这么久 他非常了解挣钱的应该 了解到 挣钱只要撅下屁股 他就知道 要拉什么使 他知道 挣钱是想 放开他们 他们又够不成战斗力 我们单挑 力为坦没有回话 但他邪腻了一眼金阁和猫南北后 松开了微压 两人 这才猛呼出一口气 大口大口喘息起来 刚才的两次试探 挣钱已经向力为坦证明自己 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对手 回头望了一眼身后两人 在猫南北和金阁担忧的眼神中 挣钱笑了 在后面乖乖看着 等我赢了以后 我带你去看看蓝色的天和温暖的太阳 狗东西 别 空间断绝 挣钱用空间魔法 直接切断了猫南北和金阁过来的路 然后转向力为坦 一步步向他走去 狗东西 猫南北拼命敲打着隔断的空间 但挣钱已经不会回头了 此刻他的眼里 只有力为坦 对象 力为坦LV355阶级 传说级 超上位魔兽 HP 19999 19999MP 19999 19999AP 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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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9999 99 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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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综合敏捷 99999 成长到今天 无数次死里逃生换来的强大实力 让挣钱终于有了可以看到力为坦真实数据的实力 啊 果然是强的离谱啊 话说回来 到底要怎么才能得到这么离谱的数据 一般魔兽总有一些倾向 和不擅长的领域 力为坦不同 双攻双防 感知速度 HPMP量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都是全无破绽的地下城最强魔兽 无愧于地下城最终BOSS之名 但是 你的强大 我在半年前就已经亲身体会过了 而如今成长后的我 再次遇到你 我其实很开心 银翅张开 刮出剃刀般锋利的气浪 挣钱的脸上写满了狂喜 在一层第一次相遇时 以你这么高的等级 其实是注意到 当时奄奄一息的我了吧 但你当时觉得 我是一只不值得为之侧目的蛆虫 所以才没杀我 对吧 这半年 你就像噩梦一样 每时每刻都在我心里挥之不去 动 Max的龙威全力爆发 竟硬顶着利维坦的威压 在身体周围 创造出了一片 只属于自己的半圆形空间 睁开眼 与利维坦四目相对 这一刻 正前激昂的战役 好像要把空气点燃 我差不多该睡醒了 一头龙 一只精 就像十年交情的老友一般 双方几乎同时动了 像是瞬间移动般消失在原地 正前与利维坦 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蝉洞 成千上万的火花四散飞溅 高亢的风鸣 应韵而生 淡淡的光辉 仿佛从周围的空间中切离开来一般 包裹着那份光景 过大的身体会消耗综合敏捷 可凭这三万的敏捷属性 利维坦竟能和正前的速度 分庭抗力 金阁的目光瞠目结舌 猫南北的目光锐利凝视 正前与利维坦 已然化作了肉眼不可捕捉的无数残影 整个地下城 都在正前与利维坦的碰撞中被点燃 那简直就像是掀开了童话的第一页 暴虐的金的怪物 与小小的龙神 灼烧着对方的生命 展开着激烈的交锋 大地豪怒 拔地而起 数百根巨型石锥 被利维坦以尾姬扫碎 紧随而来的 是百倍于方才威力的金兮 正前双目无比凝聚 顺发而出的太虚龙兮 与之碰撞 爆发出堪比核弹的剧烈威猛 将所有的一切统统破坏的力量的轰鸣 以及无论什么东西都能碾碎的速度 过于激烈的曲调传到古魔 最终渗透进地下城里的每一个角落 刚看见白银的光辉割过视野 蓝紫色的闪光却又划出了圆弧 利维坦与正前呈现出对峙的姿态 开展着势均力敌的攻防战 天地熔岩从背后跋涉而出的滚烫骨刺划过天顶 隔着几十米的距离依然将岩石融成岩浆 面对像是下起导弹雨的攻击 正前的双目前所未有的凝聚 解锁 负面爆破 张开双臂 从正前体内爆开的腐蚀性能量堪比一发完整的太虚荣熙 迅速成球形扩张开来 所有撞上这股能量的炙热骨锥全部化作了积粉 又是一发太虚荣熙 利维坦仿佛瞬间移动般消失在了原地 躲开这一击又出现在了正前身后 回敬一发灭道之息却被正前以空间断绝挡下 正前与利维坦频繁地交替着双方的位置 无数次无数次地错绅过 两者纠缠在了一起 动作停不下来 不要被个头给骗了 狠命地掉起眼角 正前将洪流般的意志灌输进自己体内 正破枷锁 咒服中得以解放 为了这一切 正前的字典里已没有后退二字 毫无惬意地不断格挡着利维坦的猛攻 瞅准漏洞就勇猛果敢地发动反击 只是个头大而已 只是属性高而已 仔细看着 不要闭上眼睛 正前冲着自己的双眸念叨 利维坦无论是物理还是魔素都强得离谱 看似笨拙的身体在三万敏捷的支撑下 有着令人匪夷所思的速度 MP和HP更是如同无底洞般深不见底 肉搏和魔法几乎不存半点破绽 要是正面遭了一击 那致命伤肯定是无法避免了 即便只是擦身而过 身体也会激进半滩 破坏力特化的力量只需一击便能将敌人压倒 然而 也不过如此了 吃下一击的前提 怎么也超不出前提这个界限 只要没有命中 他招招致命的攻击也只能沦落成装饰品 正前的事业达到了前所未有般程度的鲜明 用那深红的眼睛凝视过去 利维坦的表情之中 连肌肉的抽动都能清晰地捕捉到 失去恐惧 试着注视过去 对手的具体 给予了正前相当多的情报 不要恐惧 不要退缩 不要鲁莽 没有把握的攻击全部躲开 只要有一丝机会 就要倾注全力反扑 利维坦的攻击击不中 不会让他击中的 短短三分钟 正前与利维坦至少经历了上千次交锋 无数次死里逃生磨练出了精湛至极的技巧 而对方 只是一头依赖强大属性核技能 几万年都没好好战斗过的鱼木罢了 不会说 我没理由会说 太虚天空川 炙热的吐息含在口中 避开一发足有六千万伤害的惊息 数以千计的交锋 正前终于捕捉到了决定胜负的瞬间 然而 就在这电光火石的瞬间 胸腔里蓄势待发的太虚天空川却喷不出来 十 正前大惊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一股压倒性的疲劳感猛地灌入全身 这一瞬 时间仿佛冻结 发生了什么 我的力量怎么坏 正前清楚地看到 就是这一瞬 力维坦眼中划过了一抹灭视 而正前也终于注意到了问题的根源 AP 07740AP耗尽 这般快节奏的战斗中 一瞬的尸神就足以决定胜负 只是这短暂的僵直 正前就看到 力维坦子蓝色的鱼鳍已经贴到面前 碰 不知是打出来的 还是突破音速的音爆 正前被打得如同一道闪电般 以惊人的速度坠地 坚固的岩石地面大片翘起 尘埃喷的现场到处都是 狗东西 充电宝大人 猫南北和金格看到这一幕 发出歇斯底里的惊呼 但他们无可奈何 力维坦的攻击 连正前都不能完全挡住 而他们却连眼前一个小小的空间断绝 都无可奈何 即便让他们上 能做的也只有拖后腿吧 HP 191946 19999 即便正前如此强大 这场宛如狂风骤雨的激烈战斗 却始终没有对力维坦造成什么像样的伤害 反观正前 HP 1 25169 若不是技能无敌生效 恐怕刚才那一击 正前已经死了吧 但 剩1 HP和死了 又有什么区别 正前 败局已定 你该不会真的以为 我几万年 没有认真出过手 就真的没有实战技巧吧 安稳落地 力维坦并没有急着补刀 反而淡漠地 望着尘埃中央 只是一句话的功夫 正前耗尽所有属性才勉强磨掉的8000HP 就已经恢复了 超速再生 身为地下城之主 这种不怎么稀罕的中卫技能 他怎么可能没有 你的技巧不错 但说到底 只是半年的速成品 动作太过大开大合 导致AP剧烈消耗 想必以前每一场战斗 都是算好了消耗打的吧 这种战斗 应该是第一次 是吗 为了赢我 你心急了吧 我是从真正的战场上杀出来的 战场上 每一点属性都意味着生死之差 你的实力 以今天的眼光看 确实算得上一个强者 但名古战场上 你这种水平的 我早就已经杀到你了 傲慢 狂妄 却又有凶有成竹 这是无敌的强者 才能有的资本 说吧 力维坦一击 拍向了尘埃中央的挣钱 狗 狗东西猫南北扑通一声 跪在了地上 只有EHP的郑钱 不可能承受得住这一击 他必死无疑 猫南北 像是被抽了魂一样 呆滞在那里 我的狗东西 舍喵 不 猫南北大人 您看 充电宝大人还活着 凭借着对郑钱病态的崇拜 金格这一次 竟比猫南北 更快一步地发现了尘埃中央 那个威恶的身影 这话 就如同给绝望的猫南北 打了一记强心针 定睛看去 这一刻 绝望的面容顿时再次喜笑颜开 我就知道 狗东西 你不会这么容易死的喵 另一边 利维坛脸色一变 明显感觉到了 于其下奇怪的出感 小小的真龙 发出歇斯底里的咆哮 奋力一顶 泰山般压在头顶的于其 当场被掀翻 狂暴的力量 让利维坛都不由退了半步 龙爪一挥 尘埃扫尽 巨大的凹坑中央 满脸是血的挣钱 傲然处理 通告 技能十字重生已解锁 消耗十解锁点 短暂的震惊后 利维坦恢复了先前的冷漠 只不过眼神里明显多了些许戒备 十字重生 和无敌冲突的技能 根据需要获得技能的能力 原来如此 你是真理的持有者吗 凹坑中央 挣钱用治愈 治好了未顶走鱼鳍而骨折的手臂 他说道 你也知道真理 利维坦冷哼一声 创世的技能 一切技能的始祖 世界的规则 颠覆世界的力量 鸣鼓时期 也曾有一个人 靠这个技能登上王座 我就曾败给了那个人 正前一扭头 脖子发出咔咔一声脆响 摆开架势 严阵以待 正前的斗志 再次熊熊燃烧 那你今天就要再败一次 开始吧 第二回合 利维坦双目一凝 这一次 不再是看待敌人的眼神 而是咬牙切齿 看待不得不杀死的对手的眼神 随着天顶一块碎石掉落在地 发出清脆的咔哒一声 正前和利维坦 同时动网 再一次如瞬间移动般的消失 巨大的地下城五层空间里 爆开了数之不尽的炫目火花 比刚才更加迅猛 比刚才更加激烈 全力一击的金西将正前身体挫骨扬灰 但下一秒灰烬又重新恢复 反手又是一发太虚天空穿 这一次正前更加疯狂 既然躲避攻击会让自己失去反击的机会 既然一条命杀不了利维坦 那就用更多条命磨死他 十字重生是一个特殊的技能 无论使用者身体变成什么样 都能瞬间满状态复活 当然 这么逆天的技能不可能无限使用 这是个一次性技能 即 使用过一次后 就会失去这个技能 且这是个理论技能 即 只能通过技能竖形图 消耗解锁点解锁 每次解锁 需要十解锁点 说白了 就是用十解锁点买一条命 以一到三解锁点 就能解锁一个攻击技能的代价来看 这价格已经是十分高昂的了 解锁负面爆破后 还剩下705解锁点 正前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付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哪怕用尽这七十条命 这一战 也必须要赢 彗星一击 星号黄金斯明 一发如同烧红铁水般的吐息 正中立围坦面部 其不可撼动的HP条 瞬间掉去三万之多 反身的一击雷霆般的尾边 正前当场被抽成一团血肉模糊的江湖 旋即又在刹那之间恢复全胜 反扑过去 每一发攻击都是彗星一击 即便在那之后 就会被当场击毙 也在所不惜 这 才是真正的一命相搏 这一战 正前奉上了自己的一切 战斗越来越激烈 整个五层像是被连续按下相机快门般剧烈闪 也说 战斗的余波无限破坏着地面 墙壁 天顶 以及一切存在的东西 正前与利维坦的每一次攻击碰撞 都引发出了毁天灭地的威能 正前有一个梦想 莫名其妙转生到这个世界 莫名其妙得到了最强的血统 又莫名其妙被丢到地下城 至今为止 自己的这一生 从来没有自由过 仿佛冥冥冥中有一只手 操控着自己的一生 正前有一个梦想 在蔚蓝的天空 温暖的太阳下 做回自己 取回自己的一生 如果可能的话 再往混蛋爹妈脸上 分别揍上一拳 一拳就够了 正前有一个梦想 迄今为止 为了这个梦想 正前无数次地踏过生死 我曾无数次跨过生死啊 你这混蛋 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 我怎么可能输给你 眼中除了利维坦 已经什么都不剩 面对最后 也是最强的阻碍 正前的大脑被点燃了 至今为止的恐惧 一扫而空 笨蛋式的满腔盛气 凌驾了恐惧 用那不堪入目的虚张声势 用那无法抑制的愿景 将那不成样子的姿态 彻底粉碎 把站立不已的身体 甩到一边吧 如果还留有害怕的闲暇 不如去做好觉悟吧 这里不耍帅 什么时候才耍帅啊 这一战不赢 什么时候才能赢啊 这里不向高处伸出手 什么时候才能够得到啊 我要 离开这个鬼地方啊 力维坦之息 彗星一击 星号太虚天空川 最大蓄力的太虚天空 川与最大蓄力的力维坦之息 碰撞在一起 整个五层爆发出 仿佛天地破碎般的剧烈颤抖 天地轰鸣 万物撕裂 狂暴的能量将空间断绝 都压到几乎要粉碎 何等恐怖的力量 若不是 一开始就用这个魔法 阻断了猫南北和金阁的路 即便只是暴露在这股力量的余微之下 两人也会被错骨扬灰 从原子层面被烧成灰烬马 次目的炫光瞬间照遍了整个地下城 属于五层的空间 仿佛都在剧烈的耳鸣中归于了沉寂 此刻 力维坦 正前 猫南北和金阁 所有人都在这万丈光滑中 退成了陷稿 万物仿佛都在这光芒中被粉碎殆尽 又随着光辉的消退逐渐复原 在这创世般光辉中 这宿命的一战也终于画上了休止符 何等顽强的意志啊 凝视眼前单膝跪地的年轻真龙 力维坦心中只有一份名为坦然的情愫 无数年前 那是一段漫长到无法用数字来形容的岁月 当艳品驱逐了真品 当虚假的主人建立了地下城 命令他镇守于此 力维坦的心就已经死了 名古时期的承诺人虽然已经是去 曾经那只天真的魔兽 却依旧坚守在这里 外面的那帮艳品要做什么 与我无关 这里是我的世界 这里是他们的坟墓 我只希望 这里能永远长眠 而力维坦以自己的意志 成为了这座坟场的守墓人 但如今 这头年轻真龙拼尽一切 也要打破束缚 奋勇而战的姿态 让力维坦迷茫了 我不后悔 这属以赵年的镇守 我不后悔 曾做过的所有凶残行进 可为什么 这头真龙的姿态 会让我这般动摇 为何 对虚假的天空这般执着 那里并不能让你自由翱翔 那里并没有你向往的自由 为何 对未知如此向往 你明明不知道 前面等待的究竟是太阳还是屠刀 然而 望着正前坚定的眼睛 力维坦好像明白了 原来如此 原来是这样 你 原来和曾经的我一样啊 整整六十条命 正前 花了六十条命 终于将力维坦逼上了绝路 和力维坦几乎同时落地 正前跪着 而力维坦躺着 涌动容颜的身体 已经开始冷却 凝视正前的眼神 从迷茫变得清澈 最后又逐渐浑浊 正前似乎在这一瞬 读懂了力维坦的想法 HP 611 19 9999 只需再一击 力维坦便会毙命 就像当初奄奄一息地看着力维坦一样 只是今天立场反过来了 但正前并没有动手 力维坦也没有试图反抗 他艰难地撑起庞大的身躯 端坐起来 像一座大山 端坐在那里 他的AP耗尽 所以超速再生无法生效 因为受了流血的debuff 他的生命已如风中残竹 这算什么?嘲讽吗? 相同的立场 相反的对象 可你就算面对死亡 也要像的王者一样坐在那里 用坦然面对死亡的态度 讽刺我当初求生的意志吗? 就这样 正前注视着力维坦 力维坦注视着正前 在交错的眼神中 力维坦的HP终于归零 直到最后的最后 力维坦都未再开过一次口 就像一个末代君王一般 端坐在那里 在正前的视线中 毫无恐惧和留恋地迎接死亡 孩子啊 外面广阔的世界 不过是一座更大的地下城而已 仿佛是错觉 当力维坦HP归零的刹那 正前好像听到 他用慈爱的声音这么说道 但他明明没有开过口 与此同时 三层 巴比伦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向着地面望去 他的苍老面容 浮现出一抹释怀般的苦笑 这么多年来 背负着赝品给你的枷锁 做了这么多凶残行径 只为了守护他们 你 一定很累了吧 晚安 力维坦 并不像一般魔兽那般死亡 强如力维坦这般存在 早就已经没有了肉体这个概念 有的 只是名为灵体的身躯 在死亡的瞬间 他的身体 就开始慢慢化作点点星光 飘散在这偌大的地下城五层 通告 等级已提升 当前等级LV18 通告 等级已提升 当前等级LV19 通告 等级已提升 当前等级LV20 已满足净化条件 通告 完成主线任务 击杀力为坦 500解锁点奖励已入账 通告 完成阶段性主线 通关地下城 500解锁点奖励已入账 1350万经验 1000解锁点 这毫无疑问是自出生以来 至今最庞大的一笔收益 哦! 我的诅咒消失了! 身后 金格掀开上衣 只见他胸口的紫色人脸 逐渐消退 随着力为坦的死亡 金格也终于摆脱了死亡的恐惧 这个年迈的老人 顾不得升级的喜悦 净跪地失声痛哭起来 我 我可以 把我的所见所闻 传给后人了 感谢神明 感谢正前大人 这份恩责 我金格勇士不忘 狗东西 你好厉害啊 你真的打穿地下城了喵 我好爱你喵 猫南北抱着正前 疯狂地猛轻 随着力为坦的死亡 绝望也烟消云散 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喜悦 但是正前一点都开心不起来 力为坦到最后的最后 还用行动嘲讽了自己 即便是最后一句叮嘱 在正前听来都是这么的讽刺 咔哒一声 一颗樱桃大小的神盒掉在地上 发出隐约的七彩光泽 那是力为坦的神盒 正前捡起来 这颗神盒很漂亮 色彩绚丽 折射着万花筒般的五颜六色 同时 原本尸体的中央 地面突然庆出蓝色光辉 仔细一看 地面上出现了一个传送魔法阵 那 就是地下城的出口 正前终于明白过来 为什么说必须杀了力为坦才能离开地下城 因为地下城的出口就是力为坦本身 只有他死了 尸体才会变成传送法阵 正前凄惨地笑了笑 再看力为坦的神盒 成王败寇 你的力量 我收下了 想到这里 正前将神盒一口吞下 并按下了进化选项 而这次 正前没有再分析应该选哪个方向 前期已经渡过 地下城已经打通 那么第四次进化 当然要选择自己的本命 竹龙皇 只不过 神盒吞入腹中之后 正前没想到的是 这颗力为坦的神盒所带的技能 竟也是这般讽刺 军灵 全属性永久性翻倍 全技能上升一级 无不兼容技能 最后的最后 也想让我记住你的存在吗 正前感觉 自己虽然赢了力为坦 但同时 自己也一败涂地 想看看天空和太阳吗 正前转换了一下心情 牵住猫南北的手说道 这份坚定的眼神如同烈火 让猫南北感觉全身都要融化了一般发酥 他收敛了开朗的性情 红着脸 低下头 狠小声地 捏如道 狗东西去哪 我 我就去哪喵 身后金格健壮 感动得热泪盈眶 充电宝大人 人家也要牵手手 去你妈的 你个老变态 就这样 三人迈开步子 踏入了传送法阵之中 一阵流光闪过 正前发现 自己出现在了地下城林层门口 面前 那扇无论如何 都无法打开的地下城大门 正大大的敞开着 终于 可以出去了 但正前并没有急着离开 他折转视线 瞥向不远处的角落 那里 有一只人那么大的魔眼鼠 正瑟瑟发抖地看着他们三人 对象 V型成年魔眼鼠LV12类型 准魔兽HP372372MP372372AP 39分之39 正前友善地笑了 他走向那只魔眼鼠 笑道 还认识我吗 那魔眼鼠一哆嗦 他仔细打量了一下正前 像是想起了什么 全身猛的一颤 而此刻他眼中 正前的笑容逐渐变得阴森 你好厉害啊 半年不见 升了整整五级呢 不过说来也巧 我也 稍微升了那么几级 当前职能 竹龙黄LV0 四次转值 类型 集系有种 超上位魔兽HP 226439 226439MP 346669 346669 346669AP 161316 161316 力量 94641 194643 物防 13649 魔防 221614 84643 宗和敏捷 31792 当前解锁点 1105 当前经验值 1364 100000 弱点 光 天赋技能 龙感值MAX 真理MAX 太须天空穿LV6 午夜力量 常识获取 兵属性免疫 黄金四名LV6 大地豪怒LV6 风神叹息LV6 穆黄天地LV6 水之覆灭LV6 腐蚀土息LV5 空间断绝 化形 飞行 心意技能 彗星一击LV6 龙威MAX 摊尸LV5 物理攻击免疫三重最强化 全属性免疫双重最强化 火属性免疫三重最强化 全属性专精最强化 火属性专精三重最强化 心意通达 单身狗的暴怒飞踢 音波抗性 火龙神的庇佑 高级隐秘 暗杀者 隐身 高阶炼金术 解锁技能 天地风绝LV6 脉冲 无敌 高级治愈 计划成长LV4 高级凝神 精神集中 壁垒击破 扩散管制 血脉优化 空间转移 十字重生 负面爆破 军灵 川东地下成篇 完